各位千賢 大家早安 大學有一句話說 物有本末 事有宗子 之所盡後 之所先後 則盡道矣 道之宗子 降世與人世間 那麼這個是人世間 的一種福報 我們人何德何能 能夠修到 何德何能又能夠得到 在這麼多 累積累積的變化之中 我們做過了太多太多的 這種惡端邪說 甚至的惡行惡狀 以至於說我們現在 在這個六道輪迴裡面 沒有辦法跳出來 也不曉得怎麼跳出來 甚至呢 根本否認有六道輪迴這種事情 那麼如果說 中國人 對於道的理念 他是有悟通的話 那麼中國人 他所講的道 是在每一個生活細節上 在每一個時空之下 每一個角落之中 那你不管各家各派 有的偏於一件 有的偏於一種修法 但是呢 主要的這些思想 他都是指出人的根本 所以中國人 主要的這三股思想 就是 如是道 成為中國人 生活裡面 密不可分 的一種 指導原則 不管是修辱 修道 修 修這個佛 那麼呢 都是在中國文化裡面 那麼這個呢 都是屬於道 那麼在 不是主要的這些學術裡面 那他也是稱道 但是呢 我們就不得不區分 有所謂的 小道 有所謂的大道 論語裡面講 雖小道一有可觀 自圓恐逆 雖然是小道 但是呢 他也有他可觀的一面 可以吸引人的一面 可以信服人的一面 但是呢 所謂的 自圓恐逆啊 就是說 你 沉浸在那裡越久 你就泥沼在那裡 焦灼在那裡 越久 越沒有辦法超脫 所以為什麼要回小向大 那我 畢竟小道呢 他不是 我們 人生的究竟 整個宇宙生命的源頭 他不能夠指出來 那所以只有經過大道 才能夠指出這麼一條路 今天 天恩師的傳下道之宗子 也是要告訴我們 這一條大道 本末宗史的大道 本末宗史的大道 人呢 按照這些本末宗史 來按圖所記啊 那麼 總會有進道的一天 那接進道 可見了他還不是道 那接進道已經不簡單了 你可以接進道 然後呢 踏上 這個登堂入室 的一種堂奧 然後呢 你就成為聖賢 成為佛菩薩 所以說這條路呢 說難不難 說簡單又不簡單 我們看看 世間苦難的源頭 是怎麼來的 最大的源頭 莫過於 人的迷惑 人迷了 迷了呢 把這裡當作是家 把這個肉身當作是我 把這一切看成是真的 結果呢 讓自己呢 在這個 好像真的的假象之中啊 迷媚不堪啊 胡作非為 結果呢 越是 作作啊 越是沉淪 永無出奇啊 人的起心動念呢 不是業就是罪 因為呢 都是迷惑的一個開端啊 那麼 所作所為 既然都是迷惑 他所受的這些生活 這些境界 這些果報 當然就是苦果 所以 貨業苦 貨業苦 這個是一個相尋 的一個輪迴啊 人就在迷惑 造業受苦 之中啊 不斷的在輪迴 那麼我們放棄了 古代聖人 佛菩薩 所留下來的 這些原理原則 被物欲所蒙蔽 被各種 世間的知見 所障礙 被這種科技的 形象啊 給誘惑了 造成今天 苦難的世界 我們沒有辦法 去改變它 沒有辦法跳脫出來 更不曉得 我們本來的面目是什麼 我們的老家在哪裡 完全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道之中子 出現在人世間的原因 那麼我們必須要清楚 古大德 這些聖賢 菩薩 他早就用 各種方法 來告訴人們 只是呢 道啊 有險有隱 險的時候呢 就很多人 就可以 來接受大道 那麼來修持大道 結果呢 就 回歸大道 這道在隱的時候呢 也只能夠 默默的進行 道是沒有斷絕過了 只是 顯隱的不同 那麼我們必須 瞭解到 今天為什麼 會有大道普將在人世間 那是因為 整個人都已經迷惑了 你說老祖宗的這些 規則 這些道理 人們已經把它拋出腦後 甚至不承認他 要把它 丟得遠遠的 被稱為封建思想 被稱為了現在思潮的一種障礙 那我們知道 現在還是有一群人 他接受了這種 有自知識的指導 知道說呢 我們老祖宗 留下了這樣一個 豐富的財產給我們 那個財產呢 是無限的能量 無限的精神 無限寬廣的視野 但是呢 你必須用心 用方法 你必須呢 努力修持 去得到它 所以呢 你要得到它 你第一個步驟 你必須呢 放下 你的知見 放下你對於這些境界 對於眼前的這些生活 認為是真的這種想法 也就是迷的觀念 你必須把它放下 你跟霧總是在一念之間 但是呢 你總是呢 一直在我們的生活 什麼時候我們霧了 可是呢 不久 這個米又來了 這個米又來了 我們又忘記了霧的境界 什麼時候呢 我們讀到一本書 我們發生一點事件 或者是說受到各種挫敗 我們了解到這個道理 有一點啟發了 準備呢 要開始好好的來歷行 人生之道 走向盛行之路 但是呢 因為累劫的習記記了太久了 以至於造成 我們隨時會忘記 我們的那種悟境 那種悟境呢 變成一種 嚮往 變成一種理想 不能夠付出實踐 那人呢 終於在這種惰性 在這種習性 的英雄苟且之下 漸漸的被境界 被物欲所蒙蔽 所以古大德都教人放下 噢 道之中止 也是要教人放下 但是道之中止 他是 先佛 印著現代的人心 所批示下來的 內容呢 完全是中國文化的思想 不理儒是道 而且呢 主要呢 還是以儒家 為思想的訴求 儒家教我們什麼 教我們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所以呢 他的前提是君子 佛經講了 善男子善女人 你要是善男子善女人 你來修學這些東西 你才有可能成就 那儒家講君子 你君子要物本 小人物本還不夠 我們沒有聽說過 小人可以物本的 我們 所以君子給我們 的一個警惕就是說 我們人起碼要做到君子 儒家告訴我們 你看在我們道上 老前人前人 他所期盼的我們的這種修行 起碼要達到君子的標準 沒有達到君子的標準呢 那麼你這個物本功夫是假的 人家說物後起修 你沒有物怎麼會起修呢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啊 你根本不是真人啊 你怎麼會有真知呢 更不用說真行啊 所以人是那個根本 人的那個源頭是心 心是人的根本 所以成為君子 甚至成為聖賢 那是我們主要的基礎 那麼你會問 那君子要怎麼做呢 君子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如果說 我們按照古大德的標準 那就是呢 一個君子 他的起心動念 都是善的 那這樣才符合一個叫君子 的標準 那你說君子 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那所以君子還有起心動念喔 對 君子還有起心動念 而且儒家允許 允許這樣的起心動念 人來到人 人來到人世間 他用肉體的方線 呈現出生命的狀態 當他用這個肉體的時候 他就不得不有起心動念 這是無可厚非的 所以起心動念 所以起心動念是沒有錯 但是呢 你要把起心動念 都回歸到自信這一點 那就對了 自信是善的 那麼你的起心動念是善的 善的都是為別人 從來不為自己 只要有為自己的那一點點的施心啊 那都是惡的 所以君子悟本 悟什麼 悟這個自善之本 自信之本 所以自信 是我們的本性 自信不是我們的習性 那我們為什麼說 不說一個人做到善人就好呢 為什麼要達到君子呢 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麼不同呢 儒家呢 大致把人 分成這幾個人 這種等級啊 聖人 賢人 君子 善人 那個 平人 平人就是庸人 一般的人 再來呢 就是 惡人 再來就是小人 大概有這些等級的善的分法 那麼在我們的 道之中子裡面啊 我們 暫且不去分析 這些人的等級 我們呢 基本的理論就是要站在君子 的層次 也只有站在君子的層次 那麼你才可以說 你準備要修行 各位聽清楚了 你是準備要修行 你是準備要修行 你不是在修行 那君子 他的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所以呢 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為了大壯著想 所以君子物本 本是我們自信 的良知良人 是至善的 所以善 是我們這個自信而發 那你又要問啊 可是自這個 本性是善的 也有人說本性是惡的 也有人說是善惡相雜的 也有人說可善可惡的 那你到底是遵循哪一個啊 這個是孔子說的 大哉問啊 但是呢 孔子 並沒有把這個 當成是一個很重點的問題 只是我們後來的人 會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個呢 在孔子眼中根本不是問題 在孟子眼中不是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說子於至善 至善就是那個 我們的本來的自信 我們這些道德理義的發端啊 都是至善的 那你說 那惡的是怎麼回事啊 惡的是我們的習性 所以說人之初性本善 這個人 他的源頭啊 性是本善的 所以 性 當我們落到這個生命的狀態 人的狀態的時候 他有一個心的造型 他心所做出來的也都是善的 所以這個善的就是 君子的本色 但是後來 心會變化 心不是直接依照性 的一個驅動 他會受到外界的染著 外界的誘惑 結果呢 這個心啊 有時候變成善的 有時候變成惡的 所以他有時候是好人 有時候是壞人 有時候是可善的 有時候是可惡的 就是這麼一個回事 那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那個會變惡的 那個不是我們的 本性本性 那個是習性 習性呢 是從我們來到人世間之後 學習來的 養成的啊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習性 這個習性 這個習性 依照每一個人的生活環境不同 他所接觸的人事物不同 所以呢 養成了這些習性 我們說個性 這個人很有個性 這個呢 都是他的習性 那這個習性呢 不是我們的本性 本性不會耍酷 本性是純然至善 本性不會一下子善 一下子惡啊 所以我們了解到君子的本色 那是那種本善的本色 所以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那麼君子 還有可能會變成善人 有可能會變成惡人 是因為呢 他那個本啊 還沒有完全的抓牢 完全的認清楚 我們說還沒有完全悟啊 還有一些謎 沒有辦法完全放下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 或者說求其放心 那放下的心 那就是呢 回歸本來面目 就是本利啦 本利你才有道生啊 本利呢 你才能夠跟那個無形的 接上線 我們這個有用的肉身 是有限的 他會 沉住壞空 生滅變異 他會生老病死 所以呢 這個是有限的 但是呢 我們的心 性 他可以是無限的 尤其是那個本善的性 如果說我們能夠從透過心 去正到那個本性啊 那麼我們可以跟無限的 去接洽起來 那用無限的接洽起來 我們就可以不用死 我們不用老 我們不用病 我們沒有這些煩惱 你看現在的苦 苦多不多 現在的病多不多 現在的難多不多 多啊 那這些苦 這些病 這些難 誰能夠幫助他們嗎 我們知道西醫已經走到瓶頸了 因為呢 他動不動呢 就是把你切除掉 你就沒事了 對 你把那個現象切除掉了 你把這個 這個疼痛的原因呢 用藥呢 把它止住掉了 但是呢 他為什麼會疼痛 為什麼會發炎 為什麼會有腫瘤 這個西醫呢 沒有辦法去探究 那沒有辦法探究 他就把現象割除就好了 你這個腫瘤好割掉 你這裡發炎好讓你消炎 你這裡疼痛好讓你止痛 沒事啊 沒事了 可是呢 那病罩還在 啊 你的脾氣毛病 你的生活習慣 你的這些貪真摯愛都還在 內在的貪真摯愛 外在的五一六成 結果呢 兩相結合之下 你的病還是一直不斷的在折磨你 但是有的人為什麼一 一割掉就沒事了呢 割掉沒事了 那表示呢 這個人呢 有所警惕了 他不可以再貪生吃飯了 他不可以再造這些五一六成的 他要回歸自然啊 他要追求簡單啊 這個是一個人大病之後有可能的覺悟 所以這個人呢 他就不會再發病了 這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看 回歸自然 那人的自然生活是什麼 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回歸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這個就是人的自然生活 所謂的君臣有義 五輪 所謂的這個父子有親 夫婦有別 長幼有婿 朋友有姓 這個就是我們的自然生活 你不是回去 回去住在樹林裡面那個叫做自然生活啊 不是啊這個差太多了 你就在此時此刻 就在你的生活上回歸自然 然後你對於父母親 你要做到孝順之道 對於兄弟姐妹你要做到剃道 凡是我的長輩的 你要做到公順之道 對於我的這個晚輩的 慈愛之道 在公司航號裡面 你的團 這個團隊裡面有老闆 有上司 有你的主管 有這些員工 那麼你對上司 要講忠啊 要盡忠啊 那老闆對員工呢 要講理 要講人 這樣員工呢才能夠盡忠盡益 這個是回歸自然啊 今天誰能夠懂自然之道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你看你跟員工之間那是朋友關係 同輩關係 同學的關係 這個同啊 同就是所謂的朋友之道 跟長幼 長幼就是兄弟 兄弟在家族裡面有兄弟 在外面也有兄弟啊 年紀長的可能就是我的兄弟 年紀比較小的就是我的 我的兄弟 都是兄弟啊 四海之內街兄弟啊 你能不能用剃道來對待他們呢 你把剃道流露出來了 你就是回歸自然之道了 大家身處在這個自然環境之中 這個社會哪有不和諧的呢 社會和諧了 國家自然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怎麼會有天災地變呢 所以天災地變怎麼來的 都是人心變化而來的 沒有一件事情不是人心的 大自然不會無緣無故 造一個災難給你 你說那個是自然現象啊 這哪有什麼 跟人什麼關係啊 你看我們古時候的人 那些 縣長 那些 做高官的 做皇帝的 發生天災地變啊 都把這種責任歸屬自己 父母呢 這個縣長是父母官啊 所以呢 他的子民發生事情 這個父母官第一個 有責任 如果整個國家發生災難 很大的範圍 那麼皇帝呢 有責任 皇帝啊下召罪己 皇帝要閉門思過 而且呢 皇帝呢要向天地懺悔 這樣的皇帝呢 才是符合人心的 皇帝懺悔了 他的百官哪有不懺悔 百官懺悔了 百姓沒有不懺悔 所以皇帝一個人 他就是代表了 一整個國家的代表 他怎麼做 這個國家的 的 辛亂 自衰 就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這個縣市的心 這個 治理的好愛 就在這個父母官的身上 都很重要啊 環環相扣 整個國家 整個天下的建立 都是這樣環環相扣起來的 你看這個環環相扣 它扣起來是整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面 這個面 這個面我們稱為國家 稱為天下 稱為世界 稱為宇宙 那是不是條條道路都通螺 條條的這個環扣之間的這個絲線啊 是不是就是通向那個最終極的 所以每一個環節都是道啊 無處不是道 無時不是道 所以我們要找道 在哪裡找 在這些環環相扣之中找 這個是道啊 那麼國家的基本單位 在於家 喔 家的一個組成 是夫妻 那麼夫妻雖然是 家的一個主體啊 但是呢 這個夫妻之上啊 還有一個父子關係 也就是說 整個五輪的關係啊 以父子為主要根本 喔 就是父子有 有親啊 親是親愛 父子跟父子之間產生親愛 這種親的愛啊 是人的本性 所以父子 父對子是詞 子對父是孝 這個就是親愛 那麼我們中國人講愛 它是有等級的愛 這個等級的愛呢 是很聰明很智慧的做法 也就是說人用這種生命的形象 出現在這個人世間啊 你不是呢 把世間人都當成父親來愛 這個不是儒家的說法 這個是佛家的說法 是基督教的說法 儒家講有等級的愛 也就是說 你對於你的父母親是最親愛的 對於兒女最親愛的 再來呢 是對於兄弟 對於這些 這些 這個孤少唐子 等等呢 這些在擴合創之 那麼這個是合理的愛 這個呢 才是呢 人性的愛 因為人 處在這個環境呢 他沒有辦法 一下子呢 就像佛菩薩一樣 就像上帝一樣 把他的心呢 調到最高處 然後呢 從這個心性的道理啊 看到每一個人的原點 所以呢 每一個人都要愛他 但儒家呢 他沒有 他的最後境界雖然也達到這個 可是呢 儒家比較講求 當下的現前的這個部分 他不講初世間 不講生死的道理 他的那個是因為呢 人 有辦法處理 你這個家國天下的事情了 那就已經是達到圓滿了 人的工作就是這樣子而已 喔 人的使命 人的責任就是達到 家國世界 整個天下的圓滿 你就可以回天交職了 你就可以回歸本來的面目了 所以儒家講的這個呢 是非常契理契機的 但是呢 在做古古時候那個時代 他可以 拋家舍業 他可以不顧人倫 跑到山裡面去修行 然後自己成佛了 成神了 自己逍遙自在的 再來度化眾生 或者是說呢 不要來度化眾生 這個是他們的選擇 那古時候可以這樣 古時候可以這樣 是因為古時候的人 人心良善 自然有一道理法 有一道點 點章制度啊 在規範的人世間 所以呢 他們照著這個理法來走 還不會 預舉 還不會超出範圍 整個 家國世界的運作 是處於一種自然的狀態 雖然可能有不和諧 但是呢 還算自然 所以古時候的 出世間的修行人 他可以這樣子 但是現在出世間的修行人 已經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要知道時運 知道時機啊 時運是什麼 時運是儒家收遠 時運呢 是擺養應運 你看擺養應運 就是在講人世間的道理 人世間的道理 你都不講好了 你講什麼出世間的道理 人世間的道理 就是叫我們回歸自然之道啊 回歸自然之道是什麼 就是五輪八德 就是三綱五常 你看 這個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 但是呢 不容易做到 這比你在山裡面修行啊 那真的是還要難修啊 那其實也看人修啊 我們在道場 都常常在講人世的問題 人跟人之間呢 磨合得不愉快 所以呢 有的人就離開道場 自己呢 苦修苦練 那麼有的人呢 繼續留在道場 跟人家磨 那麼我們必須清楚了解 所謂的人世問題 就是你在五輪八德裡面 把這些德目做好 所以你只要是 在這個世間 你走到哪裡都有人世問題 你絕對不能去逃避他 你逃避他你逃避不了 因為你這個考試沒有過關 沒有過關 你不可能在心心上有所成就了 那我們會講到心心的問題 但是呢 眼前的問題要先把它講清楚 所以道之宗子在教 都是在教這個 眼前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了 你要解決什麼 心心的問題 所以道之宗子教我們 你就是孝父母眾師尊 你就是把這個五輪八德把它做好 那麼現在的這個出家的修行和尚 為什麼成就的很少 這個呢是 他們那些出家人啊 他們自己說出來的 以前修行人 有成就的 是出家的和尚 再來是出家的尼姑 再來是在家的男眾 再來是在家的女眾 那以前的人 女人是非常命苦的 那所丹的夜很重 他們能夠修行已經不簡單了 那麼他們又在家 在家裡面修行 那是難上加難 煩惱障礙一大堆啊 所以在家的女眾啊 修行有成就的很少 但是現在呢 整個顛倒 整個顛倒的原因是因為 時代變了 天命不一樣了 我們不是說要契理契機嗎 那時代變了 你這個理也要跟著走 原理原則不變 可是方法手段 會變 所以現在整個顛倒過來了 在家的女眾 修行有成就的第一 你看我們道場 仙佛菩薩都說要傳承女生 女的身體好修行啊 她造業少啊 她煩惱少 沒有像古時候的女性這樣 這麼樣的苦難啊 那麼她的這個機緣又來了 所以她的影響力也大 你看女眾 在家的女眾 她呢也可以出來跟人家當官 跟人家選立委 選 縣市長 跟人家出來做老闆 跟男人一爭天下 在我們的很多家庭裡面 男性為 男性的表現啊 比女性差 這個是很多了 女性還是要讓她看孩子 還是照樣要整理家屋 然後呢 賺的錢還比男生多 這家庭太多了啊 可是女性照樣成就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呢 現在是地天 太 太掛 好 我們憶經裡面 天在上面 地在下面 叫天地皮 皮就是否定的 那地天呢 地在上面 天在下面 那就是 國泰民安 所以女人出頭啦 很多道場的修行人 修行的這個領導人 也是女性 我們在道場 開班講課 來聽課了 也大部分都是女性 在家的 所以女性出頭了 這時代不一樣 那他說呢 這個在家的男眾 修行有成就的排在第二 排第三的是出家的尼姑 再來呢 出家的和尚 我們一般人的說法 和尚就是男的 尼姑呢 就是女的 這是一般人的說法 當然他們有定義上的不同 我們就不解釋 我們只知道這個狀況 這樣 就可以說明 整個天地變了 整個天地變了 那就是呢 白羊死起來了 白羊死起來了 白羊應運啊 白羊應運是儒家為主 儒家的修行 以家為主 家的主角 最主要的主角是誰 是女人 女人是主要的主角 到現在其實都這樣 一個家的主角 一個家的主角是女人 你看那個印光法師他曾經講 女人啊 操控天下安危 一大半的主權 天下安危要靠女人 不是靠那些政治人物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女人你要教小孩子 你要在家把小孩子 顧好 教育好 你教化出來的這些小孩子 以後 影響的這個 社會 影響的國家 影響的天下 你如果能夠教化出一個聖賢的孩子 那是影響的整個天下 那你說女人的這個重要性 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現在是男女平等 其實是平等在這裡 平等在於女性的 這個 這個 作用 在整個世間呢 已經是拉高了 它不再是處於這種被動的局面 所以女性修行 有成就的是第一 所以 道的宗旨裡面 就是告訴我們 你就是在這裡修 那就對了 你就好好修 用心的修 你做人丈夫的把丈夫的道修好 做人太太的把太太的道修好 你不要再去把那些承知承見 你的見解 你的這些煩惱過愛 通通放在你的心上 你要通通忘掉 你要去其成心啊 存其真君 這是莊子的話 成心是什麼 你的邪之邪見 累世以來 你的那些知見 孟子說 學問之道 求其仿心 你看 你看跟莊子想的是不是一樣 求其仿心啊 這裡呢 去其成心啊 存其真君啊 這道理都是 都是一樣的 他接著講 其世欲生者其以天積淺 欲亡生的人 那麼他的天積呢 就淺 天積呢 就是跟天 這種感應的這樣的一個機緣 用粗淺的解釋 就是這個天積 就是對於 性理心法 那種來自於天的根源 那一份了解 與得道 你的機緣是很淺薄的 所以你對於這些道理 你聽不下去 探集生命的學問 你沒有興趣 道士賺錢是很有興趣 所以現在賺錢 想要賺錢的人 想要發大財的人 還是很多 而且這種現象呢 越來越明顯 現在有個熱鬥財 好幾期沒有開出來 那就累積到 上億元 你看這個三億五億 你中一次就 一輩子就不用再工作了 每一個人都想中那 三億五億的 所以呢 這個大樂透在開獎 大排長龍 每一個人想真的要 那這個人是邪之邪見 這個是社會的亂源 每一個人都想這樣子 那不是社會的亂源是什麼 甚至我還聽說道金 他如果能夠種熱鬥財 全部的錢拿來捐給道長 蓋大廟 這個都是邪之邪見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我們後來會繼續講到 因果的問題 所謂一飲一左莫非前定 你想要得到這個財 是你命中有的 你命中沒有 你想要得這個財 那你再怎麼簽也得不到 但是呢 因果的道理對我們來講 實在是太渺茫了 太遙遠了 不要說我們修行人 對於道這個這個 一般人啊 那幾乎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因為我們現在所受的果 我們看不到因啊 看不到因是因為 這不曉得是哪一世節來的 哪一世節來的 會造成今天這樣的果 所以呢 你因為不知道 所以 你不承認他 有的人不相信他 世界沒有因果 因果在哪裡啊 哪看得到 在鄉下的那些農夫農夫 他們就會講這種話 誰看到因果啦 就是因為看不到 人沒有智慧去看到他 結果呢 就造成大家呢 胡作非為 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一陷阱的福報 我要來做我該做的事情 想我該想的福 痛苦了呢 再來怨天尤人 痛苦了呢 再來罵天罵地 這個是漁夫漁夫 如果曉得一陰一著墨非前定的話 我們就不會期待說 你去簽大樂透 會得獎 如果那個財是你的 你不用簽 他也會用各種方式來給你拿 這就是 聖西聖聖聖的道理 那所以 在這個道之宗旨裡面 我們要強調 先佛把這個道的宗旨 把它標示清楚 把它明白的寫出來 就是讓我們 還沒有感應道的 你要照著這個道之宗旨來做 那麼 你就會 入道 所謂登堂入室 所以各位 老師沒有傳道給你喔 你不要認為老師有傳道給你喔 老師只是指一條路給你喔 那老師如果有傳道給我的話 我根本不用修行啊 老師幫我修就好了 我可以不用背因果 老師幫我背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說 老師一切都幫我做好了 但是不是不是啊 倒是你本來有的 天地還沒有生成之前就有道啊 那你這個道呢 是印著 天地還沒有生成那個道 來變現你 你這個人 所以你這個人 跟那個天地還沒有生之前 其實是一體的啊 生天生地生人之後 你還是跟天地一體的 因為呢 都是從那個道演化出來的嘛 這個我們以後會陸續講到 那所以說你要 去其成心啊 你要放下 你要空掉你的船 你的煩惱是什麼 你像看莊子有一個預言 這個一條河 這個一條河 有兩兩條船 這樣對死 對死這樣了 在一個浪花的打擊之下 一條船就撞到了另外一條船 然後被撞到了這條船的船長啊 船家當然就出來啦 指責對方啊 罵對方啊 你怎麼不把船開好 把船控制好啊 你的船這樣撞到我的船啊 那你要不要賠償啊 另外一個船的船家跟他說 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給你賠償 那受損 受損傷的這家的船 船家呢 那個氣才消了 消了之後沒多久 又有另外一條船來了 這條船呢 也是不偏不倚的 撞到了 同樣一條船 那這個被撞的這個船家 又出來大罵他特罵 今天怎麼那麼倒楣啊 連續兩條船撞到我 你們這些船家到底會不會開船啊 啊 那怎麼都撞上我呢 他罵了老半天 對方的這個船家也沒有出來 那他更氣了 你這個傢伙趕快給我出來 我這個船被你撞成這樣子 你說你要怎麼辦 結果呢 叫了老半天 對面的船就是沒有人出來 欸沒有人出來他就奇怪了 想辦法跳到對方的船上去找人 那躲起來了 那不敢見人啊 他準備了 拳頭已經準備好了 要揍人了 結果呢 找來找去 那一艘船根本沒有人 欸根本沒有人 他那也生了一個大疑惑 怎麼沒人呢 沒人怎麼會撞上我的船呢 欸真是 見鬼啦 今天真是倒霉啊 好了捏一捏就沒事了 氣也消了 跳上自己的船繼續開走 庄子 用這個故事 做一個很好的比喻 也就是說你要空掉你的船啊 你為什麼不把這個事件的現象空掉呢 你看你對於那條空船 你可以放下 因為你沒有發洩的對象嘛 沒有發洩的對象你當然只好放下 你不放下又能夠怎麼樣 庄子說 你把所有的事情通通看成那條船 凡是能所有障礙你的人 侮辱你的人 責罵你的人 你通通把他看成那條空的船 那你不就是 氣也沒了嗎 怒也生不起來了 你的個性也找不到了 你就空掉了嘛 這個就是空船 你會生氣是因為對方有一個人在那裡 有一個事物在那裡 所以你會跟這些人士起分別 起對待 起执所 所以你的無名妄想就不斷的產生 每一個生活細節 你都有這些人物對象 結果哪一天你碰到這個空的對象了 你分別执所沒有了 你的這些煩惱掛愛沒有了 你就是放下了 你就是要去其誠心啊 你要求其放心啊 你要學會去放掉那個心啊 這個是我們道之宗旨告訴我們的 所以要空掉你的船 空掉你的頭腦 空掉你那一份對人的知見 對人的妄想 分別與執著 然後呢 再對於事情 再對於境界 所有一切都應該空掉 只有放空 才是回到道 唯一的一條路 我們以前做過一個實驗 在這個玻璃館裡面 哪一隻動物可以逃出生天的 玻璃館一端是封住的 一端呢 那這個封住的這一端呢 也是玻璃 照這個日光 那這一端呢是開口 哪一隻動物呢可以逃出來 往這個開口逃出來 結果用了蝴蝶 用了鵝 用了蜜蜂 用了蒼蠅 哪一隻逃出來的呢 所有的動物都往有光的這邊跑 結果有光的這邊是封住的 蒼蠅當然也往這邊跑 可是蒼蠅看到這邊擋住了 結果就亂闖 就從這裡亂闖出去了 所以蒼蠅他沒有知見 他沒有規章法則 他沒有相關的原則 在他的那個腦海裡面沒有 所以蒼蠅代表那個沒有頭腦 我們說無頭蒼蠅 其實這個真是很好的比喻 無頭蒼蠅不是對的喔 無頭蒼蠅是一種狀態 是可以讓我們學習的 我們把我們的那個頭腦的知見 那種煩惱 那種分別對立 把它放掉放空 你就可以逃出生天 你就可以呢 登上這個呈現 呈聖呈顯之路 回歸本來的面目 這個是科學家的實驗告訴我們 呼應的這些聖人的說法 我們才知道 我們今天在這裡 是因為累積累積的習氣 造成我們在這裡 這樣動彈不得 你甘心嗎 我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曉得回家的路 我沒有辦法來居自如 你甘心這樣子嗎 所以 君子樂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就是這句話 這句話呢 有他的生意在裡面 這個生意是什麼呢 這個生意啊 就是 君子物本 君子人啊 因為他起心動念 都是善的 都是為他的 以後我們會講到善惡的標準 善呢就是完全為他 只要有一事一好的為己 那就是惡 那君子呢都是為善的 所以君子物本 那君子知道這一切的道理 所以呢 他的樂得做 做君子 都是做別人 為別人的事情 那小人冤枉呢 是因為小人呢都是為自己 想到的為自己 就是各種煩惱 各種習性現前 造成他今天的生活 沒有辦法 自如 各種障礙不斷 各種呢 這個 這個疾病產生啊 生活不順遂啊 家庭不美滿啊 這個呢 小人冤枉做小人 你做了小人 你還不知道啊 冤枉啊 你要跟這個今天大老爺 跟欲望上帝說啊 你是冤枉 那今天必須要人告訴你 你不要再冤枉下去了嗎 不要再冤枉下去了 你就要來 接受這些聖人的教誨 接受老人的教誨 早安 那最近 有一部電影 要上映了 那麼這一部電影呢 就叫做 2012 那這一部電影造成了一個 很大的社會輿論 大家都在批評啊 應該說大家都在評論這件事情 那麼 電影裡面的內容呢 是根據 瑪雅文化 這個古瑪雅國啊 預言 我們這個人世間 2012年就是一個 末日之年 也就是說呢 世界末日快要到了 就在2012年 那麼2012年 離我們已經非常非常地近 我們已經邁入了 2010年了 這麼說 世界末日還有兩年啊 那麼世界末日還有兩年 這是不是真的呢 這個從 各種現象界來看的話 那是很有可能 現象界所呈現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世間 現在所呈現的 各式各樣這種小型的毀滅 都已經在上演 每天不斷在上演 譬如說呢 譬如說呢 在非洲 唐善尼亞 或者是盧安達 這些國家 那他們每天呢 連吃啊都吃不飽 為什麼會吃不飽 因為呢 他們種的這些植物啊 種的這些菜啊 已經不會生根結果 沒有東西吃啊 沒有東西吃怎麼辦呢 用國際補助的一些 麥 或者是一些玉米粉 然後呢 加一些土 那他們當地呢 當地人認為可以吃的一些土 把這個小麥粉跟土 和在一起 然後下去烤 那因為吃了這個土之後呢 人就比較不會有飢餓感 所以呢 這個土啊 還供應不絕 供不應求啊 可是吃了這個土之後呢 當然有它的副作用 因為呢 它比較沒有飢餓感 所以呢 會造成你的消化系統 失去作用 當你吃了它的之後呢 可能會排便排不出來 那聽說他們當地呢 要排便啊 都要用挖的 把那個便呢 從肛門裡面挖出來 真的是 害人聽聞啊 我們這些文明的國家 沒有辦法想像 那不只是非洲地區啊 這個非洲地區的飢荒啊 我們幾乎是 很早就聽說過了 所以對當地人而言呢 也沒有所謂的我們世界末日 能夠多活一天就轉到一天啊 對他們而言哪有世界末日呢 但是對我們而言啊 這個世界末日啊 就會造成人心極大的恐慌 現在呢 海平面上升了 昨天還在幹國家地理頻道 那麼這些科學家呢 為了測試到底 你 冰的融化速度 有沒有很快啊 快到我們無法想像了 那他就呢 到了北極的現場去測量 那麼到北極現場測量啊 那個冰啊 本來有五百公尺這麼厚 那現在呢 冰不斷地裂開 那不斷地裂開呢 這個這些科學家呢 只好用那個繩子啊 吊著攝影機 然後下去拍攝 看看冰裂縫裡面 到底有什麼情況 那到底升到哪裡去 那發現了這一測量啊 這個冰的裂縫啊 已經升到這種 和河流 和地 地層的這種河流啊 地下流啊 已經 升到那裡去了 也就是說冰融化的水 都已經流到地面 地下的河川去了 那地下河川流到哪裡去啊 流到 流到這個河流啊 河流 又流到大海了 那麼這些水 不斷地在流失掉 那流到大海之後呢 大海的水 會上升 海平面上升 所以現在很多沿海的這些群島 已經呢 它那個水淹到 淹到他們的膝蓋了 你看威尼斯 號稱水都的地方 這個文明國家 在 防堵 用這個 海提啊 防堵 海水倒灌 也是沒有用 那麼泰國 很多小國家 很多這個小島嶼啊 他們的廟 面向大海 廟啊都已經淹沒了 應該說的已經淹沒到腳步了 那麼也沒有辦法 在那裡 生活齊居啊 所以廟裡面的和尚呢 每天求佛啊 希望佛能夠保佑啊 讓這個廟不要被淹沒 那麼 這個 世間這種小型的毀滅呢 每天都在上演 小型毀滅的也累積多了 當然就變成大型的毀滅 那大型的毀滅呢 會不會就是 瑪雅文化所預言的 2012年世界末日呢 這個真的是 很讓人驚慌 這個 我們剛才講 非洲的地方人民 沒有辦法 種植 沒有米飯可以吃啊 那現在呢 糧食 已經成了 世界的這種 頭號的危機啊 糧食的缺乏 已經成了頭號危機 那你看那些非洲的國家 他們要向種子公司去買種子 來 播種 不管是播種什麼 只要可以吃啊 但是呢 他們的土地啊 又沒有辦法種植了 所以呢 不斷的要砍伐森林 好嗎 讓其他的土地啊 有能力生長出這些 作物 農作物出來 那他們的這些種子啊 又是有機的種子 應該說呢 是基因改造的 的種子 所以他們一定要種 他們不種呢 這個種子呢 明年也發不出芽 那麼基因這個種子公司啊 為了控制 這個種子啊 要他們呢 每年要向他買 他們呢 一定要把這個種子種出來 所以呢 要砍伐更多的樹木 砍發更多的樹木啊 結果呢 土地就沒有養分了 所以土地就會沙漠化 那土地沒有辦法有養分 也沒有辦法抓住水分 所以呢 這些水呢 都流到大海去了 海平面上升了 那土地沙漠化了 然後呢 這個 沿海的城市呢 淹沒了 這是我們每天 現在呢 看得到的現象 所以2012年 是不是真的一個 來一個大毀滅啊 那在這個時局 我們 我們 對於 道 降硬在這個時間啊 道 是不是可以 來幫助世界 免於災難 是不是可以化解全世界的災難 讓全世界的人民啊 都能夠獲得到解救 那這個是需要我們 來努力的 那現在呢 宗教已經很多 各式各樣的宗教很多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 解決世界的災難呢 這個我們必須要了解 道跟教 它的最大不同的意義啊 那麼宗教有它 教化人心的一面 但是呢 宗教變成的這種 教以後呢 它的這個本質 也就是說 我們說 一個人的那種格啊 這個品質會下降 品質下降的時候呢 它產生的作用呢 就只是一種 表面的功夫 表面的敷衍 以至於說呢 那種深入 基層的 深入根底的 那一種力量 已經沒有 所以從實下 這個宗教百態啊 萬教啟發的現象 來看 人類的信仰 那麼我們必須 清楚了解 人 都只是 對宗教一時的迷戀 那麼沒有辦法 真正的落實到心性上 那麼包括我們道經 如果自己 不知道 在心性上 著力啊 下功夫啊 那麼道經 也是 跟一般人是一樣 會被 這一場大 大滅絕 所淘汰掉 這個是我們講 道之宗旨 要來分析 為什麼道跟教 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我們最近看到 進宗學會 這個是佛教的一個團體 他們在推廣地質規 推廣 這些儒家的傳統文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 那在大陸那邊呢 是辦的有聲有色 各類人才啊 可以說都出來了 能說善道的非常多 那麼我們聽了他的言論呢 也非常感動 那他們真正的有在有心要推動 那看到他們這樣子 後續也有一個心得 也就是說他們那些 他們這些人 出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那麼反觀於我們道場的講師 點傳師 我們有沒有他那種力量 有沒有他那種能力呢 來推動中國傳統的這種文化 兩相比較之下呢 就如老前人所講的那句話 那麼我們講道呢 可能講不如這些法師 那這個傳統文化的這些 人啊 這些教師啊老師啊出來的 事實上呢 他們能言善道的那一面 我們道清也可能講不過他們 那他們在辦這個會場 他們在吸收人才那種方面的能力啊 也可能是這個道清啊 望成莫及的 那看看他們的做法 那我想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應該怎麼樣把這個道 落實或者是推動到整個全天下 像這個中國的每一個分子 讓他們推動 這個中國傳統文化之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重要的核心在裡面 那這個核心呢 不是一個一本經典 不是一句話 而是呢 我們範稱的那個道 那個道的根本啊 是要抓住啊 沒有抓住那個道的根本啊 你能說善道 你很有能力 你辦活動 你辦學校 那麼都停留在一種教化 那教化也很好 教化至少可以安定 一部分的人心啊 只是呢 沒有辦法徹底解決 那麼所以呢 我們沒有能力像佛教這些團體 他們辦的這樣子 風風光光啊 這樣豐富又盛大 那麼我們只好 反求諸己 反歸到我們的內在 那個自信啊 我們才能夠抓住 那個以不變應萬變 他那個 核心力量 所以子貢曾經說啊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 夫子之言信於天道啊 不可得而文也 那 孔老夫子講的這些學術 這些知識 這些技能 那麼是可以聽到的 可以學習的 但是呢孔老夫子所講到 信跟天道 那麼信呢 就是我們要強調的 良知本性 天道呢 天理良知啊 天道就是天理 天就是我們的心 那麼了解到那個心性的道理 這個才是孔老夫子 周遊列國 明傳世術 暗傳道 他的主要的 一個 訴求 所以 道不講 什麼稀奇古怪 道沒有新鮮的 道都是古古相傳 老前人常講啊 你不要想 從我的這裡聽到什麼新鮮的 我沒有新鮮的 我只有講 聖人所講的話 先佛所講的話 那先佛聖人所講的話 都是教我們 反求諸己 都是教我們啊 親愛人民 都是講這些 那麼在做到這些功夫之前啊 夫子所講的信跟天道啊 你就必須要悟出來 你那個力量啊 才有辦法 著力 你這個功夫啊 才能夠發得深發得遠 這個是道 跟教最大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看 你看 現在佛教 回過頭來學儒家 用儒家這一道 來這個 表面是弘揚儒家思想 實際呢是弘揚了佛教的思想 那麼不管儒家思想 佛教思想 其實都是中華文化 都很好 然後我們必須再把它深入分析一層啊 這個武教他們這一面 已經傳了兩千多年 那麼到今天呢 它有哪一些的 這種現象產生啊 我們說儒家 現在有哪一個修道團體 號稱儒家的 好像沒有 有辱中神教 辱中神教根本就是道教啊 實下的道教啊 真正回復到 像白鹿洞書院 他們那個知識分子學道的情況 孔老夫子 有教無類 的那種情況 幾乎沒有了 也許有 但是我們沒有看過 所以幾乎沒有 那現在儒家在幹什麼 儒家就是附身在這些學術機構裡面 學校團體裡面 那他們的傳這種經典 傳這些古聖人的教話 所傳的是什麼 所傳的是這些知識的傳遞 至於心理心法 他們呢 也磨不著頭緒 那些教授學者 也磨不著頭緒啊 講到心理心法 他們也是不可得文藝 那所以說儒 也變成一種教化 但是儒呢 人大部分人不稱他為宗教 因為呢他缺乏那種宗教的儀式 很少有那宗教儀式 但是除了說祭孔大典 有那個宗教儀式 其他的平常是沒有 所以呢 儒變成教是附身在學術單位 那麼儒家的這個代表人 就是教授學者 這個是儒家 那我們說 說看看 道教 道跟教分流啊 那個是很早的事情 道會變成教 道家變成道教 事實上呢 老宗那個時候 是沒有把道變成宗教的 他們講的都是心理心法 講的是學術 那道變成教呢 是在漢朝 東漢時期 這個張天師啊 他立了這個道教 立了這個道教之後呢 中國的民間 把他接納起來 成為自己的宗教 這個是道教 所以講到道家 那用老庄來做代表 他們講的那個才是真正的道 那後來的這個道教啊 我們知道變成 這些道師啊 這些法師啊 道士啊 那道士呢 摧浮念咒啊 步鋼踏躲 這個踩天梯啊 就是 都是在搞這個 那這個 那這個 就變成十足的教了 道就變成教了 那佛家呢 佛家本來也是一個學術思想 來到中國呢 他也不被稱為教 他是一種學術的理論 那中國人很敬重佛家 因為呢佛家他講的道理 超越了中國人 歷代聖人 他所教的那個範疇 所以中國人把他接納 而且呢 他跟中國人 所擁有的道德倫理 的觀念呢 是相合的 後來佛家呢 的思想 深深扎入了中國人的心 但是後來呢 佛也變成宗教了 佛的教法已經不是道了 你看佛來到 佛家來到中國之後 他不再脱波了 不再 住在樹下 不再到山林講學了 但是呢 在這期間呢 還是有祖師大德出現 所以佛像還是新生意識 那麼一直到 大概到南宋以後了 那偶依大師自己講 南宋以後啊 中國就沒有 一個真正的比丘啊 他講的這句話 很符合 激公活佛的視線 那麼因為沒有比丘了 激公活佛 視線一個 這個瘋瘋癲癲的和尚 他主要呢 是為了點醒 這些和尚 救度這些愚昧的眾生 所以用了這個 瘋癲的形象 所以偶依大師他講的這句話 他是很有可能 南宋以後我們沒有看到真正的 有一個開悟的人 有一個正道的人 幾乎很少 沒有看過了 有念佛成就的人 那麼佛教 這些法師 後來呢 專注於這種 經燦的儀式 專注於這個敲打念唱 不再做獎金教學 不再做呢 這個深入心理心法 所以呢 佛教到現在給人的觀念 那就是 都是一種迷信的觀念 專門為超度死人 而立的一個宗教 這個是佛教 你看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到現在 他是為了超度死人 只有死人的地方 才聽得到佛號 平常你放阿彌陀佛的佛號 人家還會以為你家裡 有什麼人過世了 這佛變成教 這是非常的 可悲的現象 再來看 基督教 回教 你看基督教那十二門徒 十二門徒 有跟著他了 都 毀天了 那那個叛教的 叛教的那個 猶大可能沒有毀天 但是呢 他釋現一個反派的 一個作用 那麼他也有 他也有一個 視線的作用 也許他也有回天 因為他是 嚴反派 嚴反派也是不得不 要彰顯基督的德能 就好像佛教裡面的提伯達多 他是嚴反派 那麼他雖然呢 這個 抵制佛的行為 但是呢 他最後呢 還是 有成就 雖然他墮落地獄 可是呢 他墮地獄呢 是在享受 而不是在受苦 再來 我們講到回教 回教可以說是最虔誠的教徒 我非常地佩服 我非常地佩服回教的人士 那麼回教的人 真正地在 在自己的本分上 自己的崗位上 用心地來生活 那回教人是非常地虔誠 那虔誠的程度啊 其他宗教都沒有辦法比 但是呢 我們現在在世界上聽到了 回教 都是為了政治 都是為了國家 都是呢 為了個人的利益 來發動戰爭 來造成恐怖活動 打得聖戰的主義啊 來進行世界的破壞 這個就是回教 那麼一個道 會這樣嗎 所以回教呢 已經實質的變質了 但是呢 他真修實天的人 還是有 只是呢 他普遍的力量呢 已經轉移了 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講的道之中指 道跟教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我們要說道的到底是什麼 道是一種宇宙的主宰 這種 時空之中的一個主宰 那這個主宰呢 不是一個人 那也不是一個力量 那麼你說他是自然 也許就是自然吧 因為道法自然嘛 那一種自然的軌跡在運轉 那這個核心呢 我們把它一種人格化 叫做老母 所以老母並不是一個形象 他是一個代表 也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質 他就是一個空的本體 那宇宙的真 這真主宰 所以我們中國人講 無極而生太極 那個無極的狀態就是老母 就是宇宙的真宰 那無極為什麼會生太極呢 這個就是一種道法自然的現象 那太極一定會生兩極 兩極會生四象 四象再演 衍生八卦 這一連串的這樣的一個 生滅變異的現象 那就是一種道的運轉 那麼在道的運轉之中 人在其中啊 人有沒有包含這個道呢 這個道啊 演化的過程當中 就演化出萬物 萬物呢 之中呢 就包括人 所以呢 每一個萬物的 一個形成啊 都是一個道的本體的視線 所以你看 那麼道呢 用性理的方式 是存在人體之中 所以呢 人才有性理 那萬物呢 萬物有它的物理 有它的視理 有各種理 那個也是道的視線 但是人的 這個是因為這個性理啊 所以呢 人成為了萬物之靈 靈是靈在人跟那個性啊 是可以感通的 哦 那麼人 可以跟性是一體的 性來自於天 我們剛才講 這種宇宙的主宰 天呢 就是我們說代表的那個 道的那種空向 那麼這個空向呢 形成了我們的性理 那性理的變化 又有 心理的變化 又產生生理的變化 所以形成一個人的樣子 所以道其實在講 是講人的這個性心生 三位一體 但是我們講到性理 是因為性理是個核心 這個核心呢 會把人 的生啊 變成各種不同的生 這個我們以後還會慢慢講到 那我們今天講到 我們的良知本性啊 就是一個道的一個本體 中央講帥性之為道 帥著 帥就是一種 這種自然的流露 流露出我們自然的這種本性啊 那就是道 所以天理良知 所以 道 在性上是至善 它沒有分別 沒有執著 沒有煩惱 它是光明的 所以我們上次講 老師並沒有傳道給我們 它是指引給我們 因為我們忘記了有道 忘記了找到道那條路 因為呢 就好像這個鏡子 我們本來像鏡子這麼光明 那鏡子已經染污了 我們把鏡子上面的染污呢 把它擦掉 就看到光明了 所以就看到道了 所以 到那個鏡子不是用擦 擦著 鏡子不是擦出來才光明 而是呢 它本來就有光明 那麼你必須把你的染朝放下 你的煩惱放下 那個光明才會跑出來 所以道都一直在 心理一直在我的身上 只是呢 你有沒有覺悟而已 那麼既然心理在我身上 那我跟佛 我跟聖人 跟這些神明啊 我跟他們是一樣的 我照樣可以知道 那個回去的方法 我可以來來去去啊 我可以這個 禁虛公騙法界啊 游騙十方啊 照理講應該是這樣子 現在我不行了 所以呢 所以老師來告訴我 你本來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 那道呢 所以說是聖聖相傳的心法 信理心法 聖聖相傳也就是說 當人啊 來到這個人世間 他在處理他的人世間的事情 他的責任 或者是說他的願力跟業力 那他處理完了 照理講呢 他應該就要回家了 結果呢 他沒有回家 沒有回家 在幹什麼 迷戀在 六道輪迴了 喔 迷戀在人世間了 忘了回去了 那這一迷戀呢 迷戀多久呢 你看 我們道場講 六萬年來 那實際這樣到底多久了 那當然這個說法跟科學家的說法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依照道場的說法六萬年來都在迷 你 忘了回去了 你看你六萬年沒有回家了 你還找得到家嗎 你找不到家啦 那必須有人 有誰來告訴我們 有一個從家裡面來的人 這個就是民事 來帶著我們回去啊 來指引我們回去的路 那民事呢 他不是只有這一次才有 我們代代都有聖人 出來在教我們 只是說呢 道有險有隱 險的時候呢 就好像呢 這種 比較盛大的 比較興盛的樣子 隱的時候呢 那就是 默默的傳 單傳獨受 所以聖人呢 是代代相傳 代代相傳把這個道交給人 那現在人情已經這麼亂了 道為什麼又可以出來 那就是因為 五教都已經開過花了 這些聖人都已經來過了 這些聖人來過了 把他們該做的事情 他們的死命還了 還了之後呢 你是不是要解果了呢 開花解果啊 你這個果不出來 你這個開的花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最後呢 還有這個明師啊 來叫我們呢 先得而後修 這個法門 相當殊勝 相當難得 我們得到這個法門 我們可以依照 古聖人 他所傳下來的修法 一步一步去做 依照道之宗旨的原理原則 好 來的一步一區啊 那這樣呢 自然就會達到 我們回家的路 這個是道啊 所以我們剛才在講 這些法師啊 這些老師啊 他們那個表現的方式 那都比我們高超太多了 可是呢 他們這個核心 沒有 沒有這個核心啊 沒有這個 心理心法 這個明是一指 這一點的妙妙 的靈妙 那所以呢 他們表現出來 只是呢 支支夜夜 看起來好看啊 實際上呢 沒有根 沒有根啊 沒有根就是說 他們沒有入手處 他們知道中華傳統化 很好 好 是好在哪裡 好在他的身體健康了 事業順利了 家庭圓滿了 他們認為呢 有所改變了 他們的好生好在這裡 結果呢 這不是啊 那是順便的啊 你心理心法 你的這個道心的流程 那些是順便自然 就會這樣 就好像我們說神通 神通不是修來的 神通是本來具足的 你的良知本性開啟了 那些神通就具足了 所以你怎麼還會有病呢 會有老呢 會有這些世間的障礙呢 就沒有啦 所以這個是根啊 所以我們 得到明師一指 跟這些世間的人 世間的教授 老師 法師 道士 但是最大的不懂是 最大的不懂是因為 我們有明師一點 這樣的一個依據 這個依據呢 是我們可以超生了死的方法 我們知道這些 武教聖人的心法 的一個秘訣 所以我們雖然講道 可能講不如法師 辦這個法會呢 也不如這些老師 不如牧師啊 不如這些阿鴻啊 穆斯林啊 你看 你剛回教朝聖的 每一年幾百萬人啊 天主教教宗一出來啊 哇幾百萬人 臣服在他的麾下 你看這個 這種力量 這不是我們 道經可以做得出來的 那麼我們憑什麼 還可以 可以說 道比較還要殊勝 那因為 道呢 是深入根本 是深入心理心法 道呢 是講這個 良知本性 是講這個 你要真正的落實 把道呢 透過你的身心 表達出來 所以你講很多沒有用啊 你必須把他做出來 你看孔老夫子 周遊列國 孟子也是周遊列國 歷代的這些 有心的 這些聖賢啊 都是在他們的崗位上 來做的 救度生命 幫助眾生的事情 這個是 聖聖相傳的部分 那道是我們生活的全部啊 所以說 道不可敘於禮也 可離非道也 不可敘於禮 就是說你每一件事情啊 都是處在道之中 沒有道 那麼你沒有辦法 立足在這個人世間 事實上呢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生存 那 儒家的道 告訴我們 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告訴我們 今天地理神明 孝父母 眾師尊 愛國宗士 促進世界大統 等等的這些做法 這個是儒家的自然之道 那麼你 行三綱五常 你敬五輪八德 你就是回復自然的生活 那回復自然的生活 那你就回歸自然了 天地西皆歸的 那結果呢 我們現在呢 不做這個 我們看不起上綱五常 五輪八德 認為是古封建 舊師潮 大家呢 一位追逐 時尚 科技 把這些傳統文化把它丟棄掉 那你看我們剛才講 盧安達 那些非洲的國家 連米都沒有得吃 飯都沒有得吃 那除了他們的因果夜報之外 事實上呢 他們也沒有符合自然的生活 你看他們 為了耕田 為了耕地 把這些樹 樹木都砍掉 都砍掉了 結果呢 樹木沒有了 就不能夠調節氣候 不能夠調節氣候 就造成山洪爆發 造成了氣候不正常 氣候不正常 植物呢都養不活 他們的農作物沒有辦法生長 所以呢 你看 越愚痴 就是 越墮落 那這些怎麼辦呢 要有人教他 誰來教他呢 要覺悟的人來教他 懂得的人來教他 明領的人來教他 教他們要懂得進天地理神明 你看我們開 開宗民意的道之宗使第一句話 進天地 天地是多麼重要啊 天生地養 天給我們 這些資源 地呢養育我們 那麼你天地你都不進了 你怎麼還有辦法行三干五常 我倫巴德呢 那麼天天地是什麼 天地就是 氣候異常了啊 山洪爆發了啊 海水上漲了 這些現象是怎麼來的 都是人的心引起的 這不是自然現象 是人心 那為什麼不是動物的心呢 因為動物沒有是非善惡 只有人有是非善惡 人那個是非善惡的 那個負面的念頭啊 它會充斥在整個磁場之中 那他們做了這些動作 結果呢就遭受到自然的果報 那你砍伐森林好了 森林要報復你 讓你沒有營養 讓田沒有營養 讓雨水不來 讓你作物不能生長 結果你就挨餓了 所以是人啊 那這些人呢 要有人去告訴他 真的要有人去告訴他 我們今天 能夠在這裡啊 講經說法 用現在的這個趨勢來講 用科技的這種傳道方式 還比以前的這種 挨家挨戶拜訪 還來的有效 用這種網路啊 用衛星啊 用這種這種科技傳播的 真的還來的有效 那現代人啊 很忙碌啊 忙著自私自利啊 忙著要享受啊 你去找他 他也不願意啊 你雖然有心 要花這些時間啊 去關心他 他也沒有空陪你 他也不想陪你 甚至呢 他也不想陪你講這些 這些什麼三缸五常無倫巴德 但是呢 我們用這種科技的東西啊 沒關係啊 你一天二十四小時 你有空的時候你就來聽 我一天二十四小時在講 我用這種衛星 用這種網路 用這種光碟 你想聽就聽 不怕你 你不來啊 就怕你不聽啊 你只要聽了一句話 你受用了 你懂得去覺悟了 去明理了 這樣好了 你就會去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你知道呢 這個二零一二年可能世界夢都快要來了 我們做一步是一步哦 我們不能等待著這個世界毀滅 那我個人要怎麼做 我個人趕快進天地理神明 孝父母眾師尊 遵守這些三缸五常無倫巴德 從這裡做那就對了 你不用去燒香拜佛 你不用去參場打坐 更不用去曹山啊 惠林啊 都不用 你就在你的人道上好好地做 你到了公司上班 你就做好員工的角色 做好主管的角色 把人道做好了 聽到就可以順了 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白養師級儒家因應告訴我們 就是要叫我們做這些啊 那這身道啊 真正的道是這裡啊 並不是在學術啊 不是在廟堂啊 你光研究這些 這個這個這個 孔老夫者的思想 哦 這諸細的思想 你光研究這些有什麼用啊 大家都想聽這個 深奧的心理心法 結果呢 沒有一個人願意去做 笑父母中世尊 沒有一個人啊 願意今天立體神明 那你還不是照樣毀滅嗎 你做一步 你要把它做出來 做出來再說啊 做了再說的人是聖人啊 說了再做 那還不錯 還是個閒人 那麼不說也不做 不說也不做 不說也不做 那是平凡人 說了不做 那就是騙人嘛 光會說不會做 所以老師 講師 這些講台上的這些法師 只會講不會做 那是騙人 那比凡人還要差 那比凡人還要差 你看老千人這裡講 我講的道理啊 找新鮮的沒有 道理的哪有新鮮的呢 好比講我們這個孝敵忠信 哪裡有新鮮的 五千年來都講這個 那麼你現在講這個 你不講這個 你就是沒有人格 你就是不忠不孝不忍不義 那麼你還算在修道嗎 沒有 你不是在修道 所以現在呢 我們道場 有所謂的這個半道的道場 有所謂修道的道場 那麼半道的道場 認為呢 點道 去紅道 這個就是修道 那修道的道場呢 認為呢 這個就是研究道理 注重心性 這個就是修道 那修道 那修道 那修道是認為說 各有所好 各有所偏 那各有所偏 因為修道的團體 他注重心性 可是注重心性呢 他不是在人倫鋼場上注重 而是在呢 那些深奧的道理 講空性 講無為的這些道理 在深究 這個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出來恢復 呼籲這種儒家的思想 孔老夫子的言論 這才是今天道的宗旨 所要推動的 所以你看我們道也是講 今天地理生命 孝父母 宗師尊 這些呢都是平常的道理 你把人道做了 這個就是 達到和諧的社會 安定的社會 和平的世界 所以聯合國 在提倡世界和平 提倡了三十幾年 到現在沒有世界和平 請了那麼多學者專家 甚至呢 宗教人士去演說 去推動 結果呢 沒有辦法推動 沒有辦法落實 為什麼 當然呢 主要的是 國家有 各個國家的考量 那認為 那個遙不可及 那每個國家 的元首 或者是說這些領導人 都認為 這個太遙遠了 學者專家所講的 宗教人士所講的這些道理 好 可是呢 做不到 所以呢 大家聽歸聽啊 沒有人願意去做 所以世界和平 永遠也找不到曙光 那為什麼會認為遙不可期呢 那就是因為啊 學者唱高調 他講的這些道理啊 不是生活上的道理 那不是生活上的道理 大家不可能回到像以前修行者那樣子 也不可能去出家 去躲在山洞裡面 過了這個辛苦的生活 大家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會認為做不到 但是呢 今天明師告訴我們 修道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修道呢 就是在家庭 家庭就是道場 你公司就是道場 你團體就是道場 所以說道不可虛於理也 不可虛於理呢 是在每一個生活細節 每一點每一滴 在那個當下的時空之中啊 你都有到位 一個道體的朗線 比如說你一個人 你在這裡講話 那麼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為什麼會講話 你為什麼可以講出這些話 那你為什麼可以把這種 這個畫面呢 把它錄起來 這個都是道在其中啊 如果沒有道的那種奧妙啊 什麼事情也沒有辦法 就像一個紙張你被做出來 一個紙張被做出來 那也是道在裡面啊 被這個樹木 你把它把它培養 長大之後 然後呢你把這個樹 樹幹取下來 你把它這個磨碎 製作 然後呢才有紙張 那你紙張要寫 用原子筆 原子筆也要製作 那你寫什麼東西 你還要有內容 內容你要去學習 這個無一不是道啊 哪一個不是道 所以佛家講 哪一法不是佛法 其實呢都是同樣一個意思 所以為什麼會做不到呢 不會做不到 只是呢沒有人知道 所以呢這些我們要透過教育的方法 來推動 教育呢必須呢身體力行 我們這些修道人必須呢 有責任呢把這個大道呢 推到每一個角落去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走到每一個國家 可是呢我們可以透過科技的方法 我們用書籍 用光碟 用衛星 用網路 這個都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只要機緣成熟 那麼這些領導人 還是有可能會被點醒的一天啊 你看我以前我一直跟我太太講 你不要晚上回來都在那裡看電視啊 你也要看一點有意義的節目啊 你都看那些連續劇 把自己的內心搞得烏煙瘴氣的 那小孩子跟你看這些小孩子也被污染了 你為什麼不看一些有教育性質的東西呢 那麼我常常轉進攻法師的電視台 特別是為了轉給他看的 讓他聽一聽 我在場的時候他就跟著聽 我一離開上個廁所 又轉台了 真的是受不了 那為了教化他呢 我就不斷地要播放給他聽 一直到現在啊 他自己主動願意聽了 那自己想跟我要這個進攻法師的騙子來聽 哇真是難得 非常高興 我想說啊 其實不會沒有結果 你撒下了種子啊 總有一天會有開花結果 所以我太太願意聽 這些聖賢人所講的話 老人所講的話 那他呢 自然有受用的一天嘛 停久了 他訓習久了 他自己也會改變 自己也會接近這個道 自己也會學聖賢 那這個不就是道的教化嗎 所以道的教化從自己做起 脫有廣致正己而成人啊 從家人做起 從社區做起 從你的公司團隊做起 再到社會國家 再到全世界 這個是大統世界 有期待的一天啊 是絕對有可能 遙天順日的理想 就掌握在每一個人的手裡 如果說我們今天知道 得到這個道是這麼寶貴奧妙的話 那麼我們趕快好好的來歷行 好好的來推動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民事的教化 接受佛的這種力量在推動 那加上人的力量在配合 那天人合一啊 天人合一啊 道就成就 所以啊 重點還是要人 光靠天也不行 人沒有天也不行 天沒有人也不行 天人合一來做 那道呢 就能夠成就我們一條 通天之路 天之路啊 如果我們現在還在認為 修道就是呢 去道場 接近道場 就是聽經文法 就是念佛 念咒 或者是說呢 就是呢 這個參禪塔座 還認為這個是修道的功夫的話 那麼你是錯用功夫啦 不是在修這個 你的脾氣毛病一大堆 三肝五茶沒做到 你這怎麼會試修道呢 錯用功夫啊 迷媚顛倒 這個叫做俗望思真 俗望思真 沒有辦法見到道 所以道的力量 為什麼這麼樣無形 為什麼這麼樣偉大 為什麼這麼樣不可思議 就在你的一念之間的轉變啊 你的世界就跟著你改變了 你看你立志 走向盛賢這條路 你周遭的這一切 就跟著你改變 所以這個地方 有一個修行人注視的話 這個地方免於天災地變啊 甚至這個國家的國民都會受到辟印啊 所以你的這個修道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孔子 將世間的人啊 分為五種等分 號稱五夷啊 那麼孔子 在回答魯愛公的話裡面呢 他分說呢 有修人 有士人 有君子 有賢人 有聖人 這個叫五夷 五種夷態的人啊 那麼 什麼叫做修人 修人 當然就是 雍雍碌碌 沒有什麼見識 那麼也不存規矩 嘴巴也講不出聖訓格言啊 也不會 責賢 以脫身啊 不會立行 有自見 啊 見短不見遠 見小不見大 所以呢 從 從流合污啊 這樣的人呢 不曉得他的 一生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這個叫做修人 那什麼叫修人呢 修人 就是 一般的 這個好人啊 那他有所 心有所定 那麼 也有他的理想 可是呢 就是還不能夠 達到這種 入道的境界 那麼 雖然他也有一點學識啊 但是呢 為了三餐 為了家庭 為了前途而忙 所以 這個 盡了一生的努力啊 還不曉得他的目標是什麼 那麼他的錢賺再多 對他也沒有幫助 那麼他的貧困呢 對他來講也沒有什麼損害 反正呢 他可以呢 與這個 跟世間的環境啊 一起生活下去 那麼 孔子認為這樣的人 是屬於四人 那所以 四人號稱讀書人 其實你看 讀書人 他還有很多的 分別上的不同 那麼孔子在武儀裡面說的 四人啊 就是指 一般的四農工商的人 那他還有一點理想 還有一點這種 那種理想性啊 還有一點 為前途為家人 而努力的 這個奮鬥心啊 那麼什麼叫君子 君子就是言而有信 君子呢 他呢 專獨行信道 自強不習 那麼我們知道 我們 把君子的說法 說得更簡單一點 那就是呢 君子啊 他的這個 每一個念頭 都是為別人好 那這樣的人啊 堪稱為君子 所以你看 每一個人 他的念頭 大部分都是自私之利 都是 庸人之輩啊 但是呢 有了才藝 有了技術之後呢 他就不能夠算庸人啊 他算是剛才講的世人 但是他不會為別人著想 但是他不會為別人著想 這個呢 還比不上君子 一個君子的行 的位階啊 至少 出發點都是為別人好 一念為公啊 那麼 那麼賢人呢 賢人呢 賢人就是 講出來的話 說得到一定做得到 好 這個人呢 有才有德啊 但是呢 還不 還不那麼夠完全 還不那麼夠完全啊 所以呢 他的這個 德啊 不能夠 遍及到整個社會國家 但是呢 已經普及到地方了 這是賢人 那也算是呢 很不錯的一個修行的典範 那麼講到聖人啊 就是 與天地何德 與鬼神何其兇啊 萬窮萬物之忠實啊 邪大自然之氣象 那麼他知道 跟整個天地萬物鬼神 何而為一啊 那所以呢 聖人的範圍啊 就更加的廣 他所考慮到的 那不 就不只是眾生而已 就不只是人而已 他考慮到事件萬物 當然包括在眾生裡面 所以呢 他可以明白像日月一樣 他可以言詢像神明一樣 那一般人不曉得他有道德 好像是住在隔壁鄰居的 這樣的一個普通人而已啊 那麼這樣的人呢 自以為無功 自以為無德 自以為無能 可是呢 他的這個道德已經超越人士 已經呢 話題萬物 所以這樣的人 被稱為聖人 所以孔子說啊 有這五種人格的人 那麼我們 今天講道之宗旨 我們以儒家為主要的修行目標 修行的依據啊 那麼我們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呢 我們自己就要 有所排 有所這個依據啊 有所理想 有所目標啊 我們講到這個 道之宗旨裡面有敦品從禮 敦品從禮呢 就是說你自己 你個人的那個標準 你的水準要放在哪裡 你的理想要放在哪裡 那麼如果說 用這武儀跟這個佛家的 五種等級來分啊 那麼聖人就等於佛 對於宇宙人身萬物的事情 都很清楚明瞭的人 那稱為我們中國人叫做聖人 印度話呢就把他叫做佛 那菩薩呢 菩薩呢 菩薩就是幫助佛的人 所以菩薩的境界呢 也已經是 到達這個佛的境界了 只是呢 他要做眾生跟佛之間的一個橋樑 所以呢 他還是一個 菩薩的一個 這個像 所謂的這個流液潤身啊 那菩薩等同於賢人 那麼 君子呢 君子等同於阿羅漢 那君子呢 是一個 儒家修行人啊 他最基本的要求 那麼 在佛家的修持啊 最小勝的 最基礎的你要正道 這種 四國的阿羅漢啊 阿羅漢這個是 是屬於 出世間的聖人 也就是說他已經不用再輪迴了 那這是阿羅漢 所以阿羅漢的境界呢 有點像 儒家的君子的境界 那你如果說嚴格來比啊 你會認為說不倫不類啊 怎麼這樣比 但是呢 強而比之啊 勉強來比牌他 那就是這樣子 阿羅漢 已經超越世間了 所以呢 我們儒家 在講到君子 其實呢 他就有一種 超越世間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因為他的己心動念都是善的 都是為眾生的 所以呢 世間對他來講 並沒有苦難 並沒有呢 特別呢 要去關懷的對象 因為呢 他所關懷的是全世界的眾生 每一個人在他眼中呢 都是平等的 四海之內皆兄弟 所以這個君子 那麼再下來 就是 所謂的庸人 所謂的世人 那庸人呢 就是 一般人啊 同流合物的這些眾生啊 那世人呢 世人就是說他 還是有一點修行 還是有一點了解 只是呢 要修不修啊 可上可下 這個是世人 這個是佛家的世人 那所以 從這五疑來看 我們自己的理想 那麼 然後 一個有道德的人 他也不會講 多講什麼話 啊 有信義的人 必然也不會講太多的話 有采摩的人 根本也不需要 多講話 因為言必有重 我只要講一句話 就 抓到核心了 你看言必有重這句話呢 也是孔子 稱讚 這種 這個 嚴子 明子謙啊 的這句話 嚴必有重 那明子謙已經達到賢人的境界 所以一個 修行啊 不再話多 話太多了 反而造成了 各種誤會 那麼我們今天是逼不得已啊 要把這種道的理念啊 推廣到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我們必須呢 將師尊師母的妙藥 這個明是一指的大法 要教給大家 那教呢 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普及的教導道 畢竟呢 我們呢 都只是在學中覺 覺中學 那麼呢 從覺悟多少道理啊 做出多少言行 一步一步來修啊 所以叫先得而後修啊 現在呢 我們有這個機緣 先得而後修 所以呢 有的人認為 沒有開悟的人 那他是沒有資格在這裡講課的 他是沒有資格講經的 那麼道場有很多資深的人啊 很看不起一些後學 認為他們的話太多 言之早早啊 但是自己做的不怎麼樣 可是呢 這樣呢 也有一個盲點 這個盲點就是說 點團師可以講話 這些長輩可以講話 後學們都不能夠講話 這樣呢 也成了一個盲點 那點團師的錯 沒有人跟 沒有人敢跟他講 點團師也沒有開悟 所以呢 點團師也一定有偏差的地方 那他不 這個不准別人講 但是呢 他自己呢 也不一定做得圓滿 所以呢 在這個方面呢 我們只能夠說呢 這個依法修行 儒教修行 要根據的精訓來走 最近因為看老前人 他所留下來的 這些文章 這些點擊啊 你會覺得說老前人的話 你真的把他毒手了 那這個道就已經很清楚很了解 你看他的講道裡面 跟他的文章裡面 他總是有差異性 講道是 率性而為 看到 什麼樣的聽眾 就講什麼樣的話 都是很口白 而且呢 直指人心啊 當場的人 需要什麼樣的講法 他就怎麼講 可是寫文章不一樣 寫文章是自己有所心得 然後把它筆記下來 或者是說自己看書 有什麼樣的體悟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呢 那個時候呢 可能是呢 那個當下之民 所記錄下來的言論 所以寫的文章看起來 就比較深 引經據典 讀起來呢 會比較呢 要有深度一點 那麼 老前人的書裡面呢 這兩種文章通通具備 也就是說他有演講的 也有自己的心得感入的 那所以我們 依照老前人的這個經典 老前人的教戒 來修行 那這樣就絕對是沒有錯誤 我們現在呢 道場啊 的一個現象 那就是說呢 訓文太多 那訓文是先佛留下來的 先佛留下來一定是最好的 一定是呢 最圓滿的 一定是最珍貴的 可是呢 在老前人歸空之後 天命已經不住此了 真正有天命的長者 不在這個人世間了 那所以呢 老前人在還沒有歸空之前 先佛就曾經講過 大德者不在了 以後再來講話了這些先佛 再來批訓了這些先佛 你們也不曉得 他到底是佛 到底是魔 到底是三腰水怪 還是聖賢菩薩 你也不曉得 你說一理而修 一理來修 那麼可是呢 你這個一的理啊 你怎麼判斷是真偽 是虛妄或者是真實呢 人的智慧 如果沒有達到像君子這樣子 沒有達到像阿羅漢以上的 這樣的一個智慧 你沒有辦法辨別真偽 所以即使魔來批訓啊 我們也可能認為很有道理 但是很有道理啊 不一定呢 適合我們現在眾生的根性來做 所以呢 這個呢 一定要非常謹慎 那麼老前人的這個遺書裡面啊 所謂他留下來的經典之中啊 有這個講道集 有這個講道的集要 有演講集 有真言集 有這個 雨林雜跡 等等啊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 讓我們來根據 讓我們來這個深入探討 所以要知道 道的寶貴奧妙 其實呢 我們就從 最可信的老前人的這個 的這些經教啊 那就最最好 那這個真言集神裡面啊 老前人已經摘入了很多 這個古時候聖賢人所講的話 所以在這些聖賢人所講的話 你可以把它 一一的研究透徹 那就已經不簡單了 所以 我們道之中子 也是希望 能夠以著老前人的這樣的一個精髓 他的一個精神啊 那他的這個文章的一個敘述啊 來講述給大家聽 這樣呢 道之中子呢 我們就不是呢 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雖然道呢 是無量無邊啊 無處不是道啊 可是呢 你總是要有一個 真理的依據 那麼我們今天 最好的依據 反而不是訓文 反而是呢 老前人在留下來這些經書啊 訓文呢 生者見生 錢者見錢 然後也有文言的 也有白話的 巧妙雖然不懂啊 但是呢 必須自己去悟啊 那有的人呢 根性沒有那麼利 他也看不懂 甚至呢 他也悟不來 那所以後學建議呢 大家應該呢 多讀老前人的書 白水老人所留下來這些經典 好好一個字一個字來咀嚼 那他今天呢 他講的這一篇 得道 明道 修道 辦道 結果才能成道 那麼 那麼 得道 我們現在每一個人 都有機會得道 至少我們都是在老前人之前求過道 那麼老前人的天命是無庸置疑 那麼老前人之後才求道了 那麼誰也不敢講 各有各種說法 那既然各有各種說法 我們就暫時不要去考慮這個問題 你看那個孟子 孟子是學孔子的 那麼孟子的老師是誰呢 孟子的老師啊 是子師的在傳弟子 所以孟子跟子師也沒有見過面 那子師跟這個曾子 雖然有見過面 但是呢 到底是不是曾子把這個新法傳給子師的 這個我們也沒有辦法理解 從孟子的例子 我們可以知道說 雖然孟子沒有受到明師當這個當事的這個指引 但是呢 他從經教裡面 也可以悟到明師的這個新法 足足相傳的這樣的一個真理大道 所以 以這個 以經為師啊 以古為師啊 以絕為師啊 讓我們現在到場最可信的 最有公信力的 最無庸置疑的 那就是老前人的這些經訓 那麼我們研究老前人的經訓 能夠進入道的奧 宗子奧妙 那這樣呢 就是最好的途徑 老前人在這邊裡面講到 佛經 開經紀 他那一首話 那一首詩啊 得道明道 那就是用這首記 無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那無上聖聲為妙法 無上 無上 就沒有比這個再高 再高過去了 也就是說他已經是講到最圓滿了 沒有再高過去了 也沒有呢 比他更深了 他已經是最深了 那麼沒有最高的 沒有最深的 那個到底是什麼 什麼樣的妙法 那當然呢 這個就是幫助我們 成就我們自己良知本性 我們內在佛性的一個根本 妙法 那這個妙法是什麼 妙法 足足相傳 就是這個真道 那麼我們今天得道 得道了之後 我們就要想辦法來明這個道 這個道呢 是無上聖聲為妙法 而且呢 百千萬劫難遭遇 你看你前一百年 你求不到道 後一百年 你也求不到道 甚至現在有人 就已經在講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來傳道 當然時局紛亂 我們實在是不得而知啊 但是如果說你是在老千人之前 就已經求到了 那恭喜你 你已經有得到了 那你得到了 我今見我得受此 願解如來真實意啊 我今見聞 看到了 聽到了 你有沒有得到呢 你雖然看得到 聽得到 你有沒有辦法得呢 要怎麼得呢 你要受此 受此 受就是接受 此就是行此 所以老千人這裡講 明道修道 你今天見聞了道 你要去修 你要去悟啊 你要去了解 那莊子講 有真人 而後有真行 而後有真知啊 就是說 只有人 已經是達到真人的境界了 那他的這個言語視線啊 他才是一種真知啊 他所行出來的力量 那才是真行 所以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 那麼你是不是達到真人啊 真人的標準 就是你已經 明心見信了嗎 你已經是 悟後起修了嗎 那麼在我們到場 實在是沒有一個人 敢講 也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 他已經開悟了 所以現在開悟的人啊 很難找得到 那老前人在世的時候啊 我們相信他已經開悟了 他也有 他的這個神通 但是呢 他也不願意視線 那他不願意視線呢 他種種的這個言行裡面啊 這個言必有重啊 就是他講什麼 以後的發展就真的 如他所講的這樣子 那可見呢 老前人是個開悟的人 那他叫我們修道辦道 我們今天啊 要把修道辦道了 要把它說清楚 你修道是修自己的脾氣毛病 這個跟別人沒有關係 那麼別人的考驗你 也是在修你自己的 這個素洗的這種業障 修你自己本來的這種良知本性 你的良知本性是圓滿的 其實沒有要修的道理 那因為呢 給你太多了這些煩惱障礙 這有可能是 你跟人牽扯一樣 或者是說你自己招惹出來了 所以呢 今天要去修道 所以修道在這裡修 從脾氣毛病上修 從家庭生活裡面修 從見聞覺知裡面去修 那麼要從見聞覺知裡面去修 這個是相當難 依現在眾生的根性 可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所謂反文文字性 性成無上道 那麼用六根的根性 來證明自己的根性 是圓榮無外的 是大圓禁制的 照遍山河大地 宇宙萬物 所以宇宙萬物就是我的自信 每一個視線 每一朝每一末都是我 自信的呈現 所以風在吹 鳥在叫了 太陽在照了 這個都是我們自信的呈現 這都是因為新現世變 所造成的我們這個視線的像 從這個像呢 看到我們的根性 從這個根性呢 知道我們那個如如不動的道體 這個如如不動的道體呢 變虛攻進法界 所以我們根本就沒有必要修啊 當我們沒有在修道的時候 我們現在講沒有在修道 說是指道場人在講 道場在講你要修道啊 你要常常來道場啊 當我們沒有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看 我們的自信啊 朗朗乾坤啊 都映照在整個三個大地上 都顯現在這種 大元禁制上 我們的阿賴也是 從大元禁制變成阿賴也是 就是因為你自己想太多了 所以其實修道 是要你能夠放下 孟子講求其放心啊 那你如果不懂得放下 那麼你真的不曉得修道 我們講 我們講 醉性本空 這種煩惱性啊 也是本空 我們大元禁制 所顯現出來的 是這麼樣的 如如不動的一個 萬象萬物啊 但是呢 加了自己的喜好 加了自己的分別之後 就變成阿賴也是 煩惱及菩提這句話 那麼 這個呢 就是反文文字性 的道理 你看到這些像 那就是呢 就是你的菩提 所以沒有菩提也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了 當然也就沒有菩提了 所以煩惱及菩提啊 其實這個在講 我們是修道半道 修道半道其實就是在 明白這件事情 那我們要現在 我要解釋一下半道 什麼是半道 半道呢 我們號稱呢 請人來佛堂求道 這個叫半道 但是呢 真正的定義啊 這個不是半道 這個叫點道 我們明師傳給我們法 傳給我們這個 主主相傳的那一點 那個是點道 那麼點道之外的這些 這些儀鬼 或者是這些道場的禮節 或者是說這些成犬的動作 這些呢叫做半道 所以半道在你沒有點道的時候 其實你都在半道 點道 點道這個是唯一 我們跟人家不一樣而已 其他的我們跟各中各派 各家 這個做法通通都是一樣的 那他們有他們的修法 他們有他們的這種儀鬼 那我們也有我們的修法 也有我們的儀鬼 其實呢是大同小異 那最不一樣就是點道 所以呢這個道呢 有加上明師的這種 這種點化的作用 有主主相傳的這種傳承的 命脈在裡面 所以當我們得到明道 修到半道 是要懂得 我們已經得到明師這一指點 所以我今見聞得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我今天見聞受辭 我今天見聞受辭 這些明師交給我的這個大道 那我為什麼會見我為什麼會聞 我如何受如何辭 這個就是我們用功的地方 願解如來真實意 如來真實意是原則上是不用解 但是呢你要放得下 你要看得破 那麼如來真實意就在你的眼前 那所以說一登能破千年案 這個明師一指啊 點破了我們千年的魚池 我們最大的幸運 是今天有道可求 有道可修 有道可辦 那如果說沒有求到這件事情 我們也沒有道可修 也沒有道可辦 那麼我們跟一般的 這個世間的宗教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們是在修福報 我們沒有辦法修功德 因為我們看不到什麼叫功德 那天堂地獄這一念之間啊 那麼從現在起 你打掃自己內在的垃圾 不要把別人的垃圾 外在的這些污染 放到你自己的心中 喔完全的洗刷乾淨 成為自己的這種 新的蓮花果 所以自信天堂 自信禮天 儒家講的大統世界 他沒有講 彼岸的淨土 因為此岸就是彼岸 那麼你到了彼岸 你沒有這種清淨的心 你到了那裡還是會土 其實你根本達不到 那麼你在這裡呢 你有這個清淨的心 你看了世間的這些現象 其實這個就是淨土 禮天就在這裡 所以想到楞嚴禁那句話 我們今天呢 半道結果才能夠成道 得道明道修道半道 結果才能夠成道 成道是成在自己的那種根性上 自己了悟到那一份這個千進光明 那個圓滿具足的那一份自信 那所以說道其實不用說 道其實不用講 道其實不用修 但是呢 因為這個這個現象啊 太玄遠了 太無偽了 太空洞了 眾生呢聽不懂 所以呢儒家收遠 有他的意義啊 就是儒家專講你懂的東西 儒家專講呢 這些最基本的做法 你把人道做好了 你剛才那些境界 你就可以慢慢的成就了 你今天一下子說自信就是天堂 你說這裡就是禮天 那麼誰誰如何理解呢 誰如何感應呢 大家沒有那個根性 更不用說物後要啟修了 我們呢只能夠一步一步了 從格物之之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自果平天下 這樣慢慢的來休息 那麼重要的是在那個去除的階段 所以修道是看誰去得多 誰捨得多 他不是看誰在道場多 在道場的一切啊 都是一些空花甲井 那 進花水月 所以呢 老前人又告訴我們 自覺自修 自動自辦自強 自覺是內心的要求 那 效法天地 這個效法這種日月 所以 以救世救人為本 以大物為自己的分類事 所以天下事就是我的分類事 宇宙事就是我本 我的分類的事 那麼今天 我們地球暖化了 這個 小冰河的時代來臨了 那麼這個事情是不是我的事情 對一個修道人來講 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的事情 那我要怎麼樣改變世界呢 改變世界的方法 就是從你自己 格物自知做起 你要懂得 格物自知做起 那你就是 有自覺的功夫啊 那當然不辦 我要獨行 想想自己 一生啊 到現在 對人 對事 對物 對道場 對父母 對於整個社會國家 對於四孫師母 你有什麼樣的貢獻 那麼你造了多少業 你想一想呢 你這一生 你是不是要懺悔 要感恩 有時候想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自覺的力量 如果連這些自覺的力量都沒有啊 那麼你就 你要自修 你要自辦 你要自搶 這個 都是空口說白話 只有自悟 悟到我本來是 跟聖人是一體的 我本來就是佛 那為什麼別人成佛去了 我今天呢 還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君子 孟子他講到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君子終身的憂慮是什麼 終身的憂慮就是說 遙順 為什麼可以成為遙順 偶爾只是 成為一個匹夫 這個是君子終身的憂患 你看孟子講的這句話是非常 覺悟的說法 當一個人他沒有辦法了解到說他自己是那個遙順的本體 所以他做出來的事情就是胡作非為 這個憂慮苟且 順著他的習性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反正我就是這樣子 反正你要拿我怎麼樣 那麼這個夜襲從此 越心許就越嚴重 所以六道輪迴是越嚴重 嚴重到最後呢 在地獄受苦 受苦到最後才慢慢有一點 絕受的力量 那麼我們今天不要這樣子 我們今天呢 好不容易有民思 來傳道給我們 那麼又有人呢 來告訴我們道的寶貴奧妙 那麼我們又可以藉著民思的道 來成就自己 成就別人 來晚化世界 來這個治理世間 來平天下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去做呢 為什麼不去做呢 所以自覺 老前人要我們先自覺 以前是以苦為師 現在呢 以絕為師 絕是要自覺 絕不是人家幫你絕 不是經典 不是典人士幫你絕 更不是先佛他幫你絕 你要自覺 只有自己自覺了 那麼你才能夠呢 在這六道輪迴的痛苦生命之中啊 超拔出來 這自覺為師啊 老前人講第二個自修 修身修心 要修到一心靜靜 要修到呢 後天的這個秉性毛病啊 這個字號 通通改掉 要修到人像我像 眾生像受者像 通通除掉 通通沒有 因為呢 這些呢 都是修到了大障礙 我們今天因為有 立在覺性 立在這個良知本性上 所以我們發出的力量呢 那個是非常大的 那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必盡成就的 因為我是 我本來是佛 我本來是聖人 所以我今天開始修 我當然已經可以成為聖人 那麼你本來是眾生 你想要修成佛 那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認為你是眾生 你要用盡一切方法 把他修成佛 那絕對是啊 這個 知見立知啊 知見立知是無明的根本 那麼 頭上安頭啊 那不是呢 多此一舉嘛 增加你的痛苦 你就有頭了啊 你幹嘛還要安一個頭啊 你這個知見上立知啊 你想要在你的這個 眾生的秉性上啊 去把它好好的修 修修修修 不對喔 你的出發點是 你本來是佛 你本來是佛 所以眾生的這些 貪稱痴的習性啊 這些 這些人像我像啊 這些呢 都是虛假不堪的 都是 都是 虛偽的 都是妄像 既然是妄像 他何來有真呢 他有什麼真的可以立呢 所以呢 一切呢 通通把它去除 這個是自修 修是要修到這裡修 我們今天為什麼不能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反文文字性啊 那就是因為呢 我們不曉得自己呢 是佛 不曉得自己是聖人 所以我們會試著去反觀 反聽內在的聲音 其實呢 每一種聲音都是內在的聲音啊 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一種聲音啊 佛家說 恩的聲音啊 就是反文文字性 其實有一個聲音也不對 但是勉強為之聲音啊 勉強用一個聲音來代表所有的一切聲音 勉強用一個字來代表所有的一切真理真道 什麼字呢 那就是道啊 所以叫做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那這個是自修的功夫 自修的力量 自修上的覺悟啊 只有從這裡修 你才知道說你要怎麼修 所以老前人第二個講自修 第三個講自動 自動 就是自動自發 當然不讓於是 在今天 明師傳道給我了 我有道 典團師也有道 學長有道 學弟也有道 那麼 學長 典團師們 他們可以成佛 他們可以成為大仙 可以成為菩薩 為什麼我不行 老前人 老前人常常講 我們只是師兄弟 我們不是這個師徒 老前人不是我們的老師 但是雖然老前人這麼講 我們也不敢認為說 老前人是我們的師兄 畢竟老前人的得犯 那是太浩瀚了 太宏偉了 那是我們這個 自覺自修的一個好榜樣 那老前人就是因為自動自動自發 那別人不做的我來做 別人不行的我來 我來行 所以啊 我們在這裡啊 後學要給大家一個建議 那就是在道場 當你看清楚目標之後 那麼當你發心修行 認準目標之後 你就要責無旁貸 責無旁貸 一心精進 那麼你最好 從一門功夫下 你不要博學多穩 因為博學多穩不是我們的料 即使你是天才 你是天才 也不要 現在就博學多穩 所以博學多穩啊 一直成為我們道場 修道人很大的一個忌諱 很大的一個敗筆啊 你看道場很多人 那個也會 那個也會 哇那個也通 那個也懂 通家啦 通家太多了 所以他就那個也兼 這個也做 那道場呢 民分都他佔去了 那後來的人沒有什麼機會 那除非他自己願意退休啊 不然呢 後來的人都沒有機會 所以當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要自動自發 你要自己去找出你自己的 這個功夫啊 功夫的入住啊 你不要管在道場你有沒有地位 有沒有這個機會 你要自己去找機會 當然不行我來行 當然不委我來委 精進不移啊 鞠躬盡瘁 所以後學建議一門深入啊 就是說你選擇一個 入手處 你選擇一個入手處 每天不斷的用功夫 你久了自然就會看到 那個功夫的成熟啊 後學很喜歡講 當時候學在火師團 少了佛堂 少了十一年 那一段功夫啊 堅持到底 不肯放 不肯放棄啊 那十一年下來 好像也沒有看到什麼 但是呢 內在的智慧的漸漸增長 到一定的時機成熟了 哇 那就 那就可以了 登堂入室了 隨手拈來了 你看以前寫一篇文章 多難啊 現在揮逼而救 以前看那個古文 看訓文都看不懂 現在一看啊 哇 好像深入文字般若 以前要講一堂課啊 講十分鐘就講不下去了 現在來講啊 算是講一 言之有誤啊 希望能夠講出一點道理出來 這個呢 這個就是什麼 你要一門深入 你要靜靜不已 你要自動自發 這是老前人教我們的 開創自己的前途 了自己的願 來報答天恩師的 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 所以你看喔 我們今天 要來了自己的願 要報恩要推恩 那麼你今天不是在道場做 你要知道什麼叫道場 認 認 不是人眼睛 唯磨心 執心就是道場 清淨心就是道場 菩提心就是道場 你恭敬的心就是道場 哪裡不是道場 你不要一定認為說 你不要一定認為說 在那個佛堂裡面 在大廟之中 那個有很多道清的地方 那個才能夠行功了願 行功利得 那個才叫道場 不是 其實那個不是道場 那只是一個道場的一個像而已 一點點的像而已 真正的道場 真正的道場在你的心 你今天心 有沒有比昨天親近一點 有沒有比昨天恭敬一點 有沒有比昨天有智慧一點 那麼你如果認為說你有 那麼你就是有下對功夫了 你真的有在一門深入了 你真的有在自動自發了 那報恩了彥彥彥 從這裡報 從這裡聊 那不是去佛堂湊熱鬧 去佛堂揚香對白 這個完全是錯誤 那老前人就講自動自發 講得好 再來他要講自辦 自己辦 什麼叫自辦 他說呢 誰修誰得 誰辦誰從 這是佛子 先佛說的 那自己呢 功身實踐 努力精進 不論呢 在創造事業 創造聖業 當然創造聖業的人 我們後來都知道 眾聖情煩 但是呢 無煩不養聖 所以呢 我們兼顧的繁業 只是呢 為了讓聖業 更加的綿綿不絕 這是自辦 所以呢 你在這個過程呢 要吃苦賴老 要呢 你要呢行持 這個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你要正己成人 你要呢 這個 度化眾生 這個是自辦 所以度化眾生 不是跟著點團師 坐飛機到國外去 或者是在道場 這樣趴趴趴 那個就在 在辦到 不是 你可以自己辦 你看孔老夫子 他可以 他有誰依據了 他認為應該有教務類 他認為說 市民之通 多有人 可以有受教育的機會 所以他把講課的風氣 下放到民間來 他把禮樂色慾 叔叔的這些 道理啊 通通交給 世間的人 然後在之中呢 又把天命的道 傳給這些人 有緣得者 者得啊 所以他成就了四倍十則 七十二嫌 這個是自辦啊 哪裡是人家都促出來的呢 所以有一種現象很明顯 就是說 你在道場 越來越沒有機會 尤其是呢 你如果不是 從頭跟到尾的人 人家說 逼迫跟騎骨的人 你根本完全沒有機會 你看後期以前在台北道場 也是從頭跟到底 你把講誌之後 想要說 在講課上好好發揮一下 根本沒有讓你講課的機會 因為呢 講師太多了 人才太多了 在半道想要 打個毛巾 馬上有學弟來說 這個學弟做了 做就好了啦 你學長就不用做這種事情 你看人家都搶著做 變成這個半吊子的人 什麼也不是啊 什麼也做不好 所以沒辦法 只要自己辦 自動自發 自辦自從啊 那你自己辦 你要有規劃 你要我們說生涯規劃 你要有一個紅圖 的一個規劃 修道人 如果說你是有家庭的話 那你更應該兼顧家庭 跟夫妻一起策劃 其實呢 你到哪裡都可以辦到 當然你依重靠重 這個是很好的修行方法 但是今天呢 你得到了你當然你就可以辦到啊 你就可以這個去 去紅道啊 我們只是不能點到而已嘛 除了點完事可以點到 不然什麼其他的事情 我們都可以做啊 所以要自辦 老千人告訴我們自辦 就是我們要自己開出一條路 那我們建議說大家一門深入啊 深入到一定的境界啊 我們再來做 一門深入你可以選擇 我每天掃佛堂總可以吧 用這個戒律的功夫 來達成自己的定功 成就自己的智慧 我每天看經典可以啊 我今天每天呢 唱善歌可以啊 你要把心收射回來 反文文那個自信 每天的功夫要想 這個是自辦 再來就是自搶 你要自立自搶 自搶要怎麼搶 人家說無欲則剛啊 這個剛才是搶 你如果被欲望所牽著走啊 你沒有辦法自搶 所以呢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克制自己的那一份英雄苟且的怠惰 克制自己那種不良的嗜好 要以天下為己任啊 不管他人如何毀謗 要立德立功立言 你要有這個信心啊 立德立功立言 不要管別人 你要呢 這個正己從人啊 你自己呢 言行是否正 思想是否存正 你的所行所為是不是正的 你要先要求自己 那麼要求自己 你這樣才能夠強起來 你要怎麼讓自己變強 所謂成一家之言啊 你要成一家之言 你要成一家之言 你自己呢 要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 你才能夠強起來 強到可以成為一個大家 他人卻不如我讀錢 不達目的絕不充止 我們的目的是放在裏天 記住目的不是一個過程 目的絕對不是說一個虛妄的假警 包括雲城躲截那個雲城啊 都還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要知道我們的目的在裏天 我的目標就是要 不斷的去往裏天去邁進 這樣才能夠講到 你要立願 你要報答天恩師德 你要報答父母的大恩大德 所以要自強 君子自強不協 所以自強自中啊 你一定要每天不斷的持續去做 重複去做 這個已經做過的事情重複去做 已經講過的話重複去講 講到你熟人生巧 所以這個叫一門深入的功夫啊 一定要下 這是後學啊 最深層的建議 因為後學是個非常愚鈍的人 愚魯的人 今天如果不是官聖帝君的加持 如果不是自己發心要來講陶宇明聖經啊 那麼我今天沒有這樣的誤解 沒有這樣的物件啊 也沒有這樣的這個知見能力啊 來講述這些經典 那麼為什麼官聖帝君會加持 因為呢 我自覺自修自動自辦自強 沒辦法大環境給我的 給我的這種壓迫力量 我沒有辦法依重靠重 我只好自己來 那在台北呢 人家也不會要你 來到雲林人家也不會想要你 所以呢 求了到之後呢 變成一個沒有用的人 那邊討個機會 那邊要個工作 好像呢 求人家呢 能夠給你行功了願 其實你行功了願哪要求人家呢 隨時是機會嘛 你要自立自強 所以老前人講的這個 這五個方向啊 講得很好 自覺自修自動自辦自強 那講得很好 想想啊 世路風霜啊 是無人戀心的境界 那事情冷暖 是無人忍性的心地 世事顛倒是無人修行的資料 這個是古人的話 越坎坷的環境 越磨難的環境 越能夠讓我們激勵出 那種修道的傲骨 所謂挺挺七雙雪 你在這個冰天雪地之中啊 你能夠跟雙雪對抗 挺立在雙雪之中嗎 這個是人世間的環境 即使你現在義重靠重 你還是要自立自強 你沒有自立自強啊 你隨順而流啊 你所做的都只是功德 都只是福德 到時候人家來報佛號的時候啊 你沒有報到佛號啊 你只是一個普通人 那你不是失去 那你不是失去這個大好機會嗎 那最近 我跟大家早安 儒學家 那麼在中國歷代的儒學家之中啊 那常常常因為他們的見知見解 錯解了佛家的意識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大儒者 他們在批評佛教的見解 那麼 那麼 歷史之中 批評佛家的儒學家 有幾個代表 那譬如說 宋朝的朱熙 那是 對佛家 有極力的排斥 是 明朝的 黃中熙 那他也對儒家呢 也有很深的排斥 那麼他站在儒家的立點 立場點 來批評這個佛教的觀點 那他曾經說呢 世世清清人民哀悟 無有差等 是無策隱之心也 這個佛家的親親人民哀悟 他是沒有等級的 那麼佛家 講這個 同體大悲啊 他這個同體大悲 他是沒有分親親人民哀悟 那他是屬於一種超世間的一種見解 但是呢 黃中熙呢 把他認為說 這是無策隱之心 那麼 取語不變 而行其不失 是無修惡之心 取語之間呢 他沒有辨別 也就是說 什麼該取 什麼不該取 什麼該給 什麼不該被 那麼在佛家的觀念呢 他認為 他認為 人是沒有分彼此的 那麼因為有分彼此 所以 會造成 貧富貴賤上的差別 你今天要打破貧富貴賤的差別 那麼你就不應該有 這種取語上的分別 也就是說 那 也就是說 一視同仁 對於 任何人 來乞討 你都不要有分別心 這個是行其不失啊 那麼行其不失 這個是佛家 他的一個基本的戒律 起食 三餐都要去向民間去討 討吃的 那麼這種佛教的精神呢 到了 我們中國 卻沒有辦法發揮啊 那沒有辦法發揮的原因很多 我們中國的和尚尼姑 我們很少看到他們在起食的 要求人家捐獻布施的 倒是不少 起食的很少 那麼黃宗熙認為呢 取語之間啊 他沒有分別清楚 所以呢 行其不失啊 是無修惡之心 沒有這種羞恥心啊 沒有這種善惡的分別心啊 那這樣呢 是孟子所講的無修惡之心 那他說呢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是無慈讓之心 喔 這句話呢 是當時釋迦牟尼佛 他出生在人世間 他所講的一句話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所有的一切天地萬物之中啊 只有我是罪獨尊獨貴的 喔 這個是 你看他這個 用這句話呢 擷取這句話呢 事實上呢 有一點斷章取義啊 他說是無慈讓之心 就是說沒有牽退 沒有一種忍讓的心啊 喔 這句話 那無善惡是無是非之心 喔 無善無惡 那他講的是我們的道理 心性上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黃聰希認為說 這個呢 就是沒有是非 喔 在人之中啊 是非觀念是一定要確立的 尤其是儒家這種春秋的精神啊 一定要有是非的觀念 那黃聰希把他認為說 佛家這種無善無惡的觀念 是沒有是非之心 那其不知性者 由於不知心耳 然其所知啊 一心之光影而非時也 那這是黃聰希他所講的 他的意思是說呢 他不知道性 人的這種到底 人的良知啊 就是因為不知道心啊 喔 他所知道的是什麼 是心的光影 心的影子而已 而非實相 那心的影子啊 所以呢 他才會認為說 沒有這個 側影之心 沒有修惡之心 沒有慈讓之心 沒有是非之心 所以佛家的見解 在黃聰希先生呢 他認為說 只是心的影子 心的一個虛幻的假象而已 不是真實的 那他說呢 知性 由於不知性 由於不知心 那因為沒有辦法掌握到心的實體 所以不知道我們的這種 這種性的到底 所以他認為佛家的見解是 不夠實際的 那但是呢 這個見解啊 記載在真影集成 老前人的想法裡面啊 老前人認為說 此非釋迦之學也 乃後人不得真傳啊 未遇民思之典 所以你看 老前人對於這些 這個 後來的這些儒家 不得真傳 沒有遇到民思之典 那他覺得呢 他們不但可惜啊 而且呢 還忘家的差異 忘家的言語行為啊 造成了旺上更旺了 好 那麼明朝的這個黃中熙 是這樣子 那麼可以想見呢 那麼大部分的儒家 事實上呢 也可能有這樣的批評 你看 在這個 這個 宋朝的儒學家 宋朝的儒傑蝦 聯絡官民 這四派之中啊 五個 五個大儒生啊 五個大儒者 周敦宇 張宰 張宰 成以成浩 還有呢 這個 還有這個 朱熙 聯絡 官 民 那這些呢 這五個儒學家 他們當時呢 就沒有民思的指授了 那所以 非常可惜啊 我記得 前人他也常常講 可惜啊 北宋五子啊 沒有 得到民思一指 如果他們也能夠得到民思一指 那他在我們今天的這種影響力啊 那一定是非同小可 不是只有在那個字面上 的那種理論啊 在互相的議論而已 那可見呢 他們的見解還不是完全的見性 那麼我為什麼要提出這一段呢 那這一段呢 特別要強調 這個在道智宗旨裡面 他所要傳承的意思 那道智宗旨 那這個意志呢 其實就是 祖師所傳下來的心法 那個道體的傳承呢 那麼道包括了五教 道用五教的形式呢 來弘揚到世間 能夠讓世間人呢 走向真理真道 回歸本來面目 那所以你看 北宋五子 在我們 求過道的 這樣的一個 門徒來說啊 北宋五子就 有一點可惜 那我記得前人 還常常講 北宋五子今天如果來到 我們道場求了明師一子 那他們的影響力就不得了了 那可惜呢 他們在那個時代呢 沒有明師傳法 好 所以呢 他們讀書呢 書翻了又翻翻了又翻 翻了又翻 翻到已經很熟了 翻到那個書都 都破掉了 然後再用醬糊把它糊起來 所以前人還稱為他們叫做書呆子 那書呆子呢 就是在 學問 知識上 用功夫 所以他們的有些 見解看法 都是 自己的一個想法 老前人這裡所講的 妄猜妄意妄行 那當然這個是非常可惜 那我們今天能夠得到明師一子 那可見我們比 這些北宋五子 宋明理學家 還要幸運 但是呢 我們卻沒有他們這樣的學問 甚至呢 沒有他們這樣的道德 那這樣呢 這個叫錯用功夫了 那麼你得到明師一子的 這樣的一個寶貴 就失去他的這個妙用 所以我相信 北宋五子今天也有可能 轉世 來到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那他也為了明師一子啊 在不斷的努力 你看佛 還這個 指示他的這些門徒啊 到了末法時期啊 一定要再來轉世啊 一定要再來轉世啊 因為末法時期啊 邪師說法如橫河沙 你們要破解這些邪師的說法 並且呢 引導眾生呢 導入這個佛的之間 那所以呢 我相信呢 這些這些儒學家 這些呢 三教的高徒啊 可能都已經來到人世間 在默默從事他們 這個道體的工作 傳道的工作 那麼他們先前 所留下來的這些 忘猜忘義忘形的這些文章啊 那麼我們只能夠 說看看就好 也不要太在意 也不要被他們所轉 所謂不被法華轉 那老前人 他用這段文章 來評論 這個儒學 儒學家的見解 那可見呢 老前人是一個相當見性的人 那老前人也相當有學問 那相當有學問呢 他會引用 黃中西的話 來講這個道體啊 那可見他也研究到了 所以在真言集成裡面啊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這些 古大德的言論啊 從老前人的這種 閱讀上中啊 被摘錄下來 那加上了老前人個人的每一批 跟解釋啊 我們就更清楚 所謂道體的 所謂道體的 一個本來面目 它的一個真實貌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 要從佛經 楞严經裡面 那特別啊 把楞严經呢 對於 這個傅羅娜 尊者 他所問的這些問題啊 來呼應我們 接下來要講的 道之中指 所謂靜天地理神明 這樣的一個觀念啊 楞严經的這一段是非常精彩 我們應該呢 我們應該呢 有空來演讀啊 但是道場呢 又不講楞严經 可是很多講佛學的 這些典團師講師啊 卻常常引用楞严經的思想 楞严經的講法 那麼想必呢 這個楞严經呢 是一個很適合在道場 講授的一門學問 只是呢 它的理論呢 非常的深奧 從我們現代的觀點來講 那是相當玄遠的功夫啊 所以一般眾生呢 一般的道親啊 他不一定能夠聽得懂 那所以要透過 研究的人啊 要把他更白化 更接近現代化 把佛的思想呢 給表達出來 那傅柔那主要是問什麼呢 傅柔那主要是問說 一切的現象啊 如果是我們自信的follow的話 那麼為什麼 這些現象之中啊 應該是彼此不相容的 為什麼因為融合在一起呢 譬如說水火應該是不相容的 如果我們自信呈現火 就不應該呈現水 呈現水就不應該呈現火 那為什麼同時可以又有水又有火 這個又有地又有風 那這些三格大地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整個天整個地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它形成為什麼不會違背我們的 阻礙我們的自信呢 所以在這段裡面啊 佛呢有非常精彩的論述 但是呢 因為個人的 學識啊 所謂財書學潛呢 畢竟不能夠完全地表達佛的意思啊 所以呢 只能夠說 大概是這個意思 讓我們呢 這些同修呢 瞭解 哦 佛在任言記有這段的表述 那我們呢 我們呢 私底下再自己去研究 哦 跟同修之間呢 互相探討 那麼 佛羅那問 這個三格大地怎麼來呢 這些呢 眾生是怎麼來的 那佛一個很重要的核心點啊 就是呢 從自信上 發生出來的 那自信 不是無形無相嗎 哦 自信不是 沒有分別彼此嗎 那為什麼自信 這樣如如不動的一個道體 它會生出這些三格大地出來 那這個觀念呢 就有點像 我們 這個中國人 道家所講的 無極 動 而生太極 這個觀念 那它因為呢 跟我們這個道家的思想啊 很接近 所以呢 有些學者懷疑 任言經呢 可能不是佛講的 那麼 那麼 是不是 妄猜妄意妄行啊 這個是 留給歷史去公論 那麼 因任言經而成就的人 在歷史上呢 也是有 八載寒窗讀任言的故事 我們知道任言經是有功德的 開悟的任言 成佛的法華 那麼任言經因為呢 它不在武史叛教裡面 它不是所謂的波羅斯 這個 法華史 涅槃史 或者是阿涵史 或者是阿涵史 它不曉得要判在哪一個 時代裡面呢 那這個任言經呢 也不曉得 應該放在哪一部的經典 哪一個範圍的經典之中 很難放 因為呢 它也不是顯教 也不是密教 可是呢 又屬於顯教 又屬於密教 那也不是說戒律 那也不是說這個經教 所以呢 很難判斷 那由於呢 這本書呢 太特別了 讀書一格啊 所以呢 不應該被放在佛的這個言論裡面 因此有人認為說 這一本經啊 根本不是佛講的 那我們從八載寒窗讀 楞眼這個故事啊 來說一說啊 那麼這本經呢 是不是佛講的 那麼有 有民國初年 有幾個同修啊 八年裡面呢 都在研究楞嚴經 研究楞嚴經呢 這個其中呢 有一個姓劉的先生啊 中藥鋪的老闆 那他呢 那他呢 在研究楞嚴經之前啊 曾經有過 這些是非的官司啊 那麼因為這個官司呢 因而造成兩個人 自殺而亡 所以呢 我不殺佛仁 佛仁因我而死啊 這兩個人跟他呢 跟這個劉先生啊 就牽扯了這個 夜陰果報的關係 那這個中藥店的老闆 劉先生 他在研究楞嚴經 一心向佛學習這個佛道 那在八年的時間裡面啊 專門研究楞嚴經 那嚴界道也有一點心得啦 那有一天呢 他在睡午覺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睡呢 也不曉得 好像很清楚 又好像不清楚 很像在夢中 可是呢 又宛如實境 他就看到 他先前因為官司 而死的兩個 這些朋友啊 其實就是冤親在座 要來找他 那看到這兩個人 來到他的店鋪啊 他內心呢 頗有驚慌 因為他知道這兩個人已經死了 今天死的這兩個人 來到我這裡 肯定要找我算賬 那這兩個人來 這個劉先生 很驚訝的 不曉得什麼言語啊 那這兩個人問他說 劉先生啊 你還認識我嗎 劉先生當然認識了 等同是他們殺 殺了這兩個人 因為呢 因為呢 他們這兩個人 告官告書了 所得的利益沒有取到 所以呢 憤恨自殺 那劉先生呢 學佛了 學佛了知道這個因果 他點頭 說認識 還很科技的問他們 有什麼指教呢 那這兩個人呢 也很科技的說 我要求你超度我們 那這個劉先生啊 劉老闆啊 一聽說要求他超度啊 心當然就比較安心了 可是他 何德何能 無功無德 怎麼樣超拔人 那就問啊 超度可以啊 那問題是怎麼超度呢 這兩個冤親債主兒 就跟他講 只要你答應就行了 那劉先生 還有什麼話說 好我答應你 那也不曉得 要怎麼做 就答應他了 答應他之後呢 這兩個冤親債主 這兩個鬼魂啊 踩著他的這個 大腿 又踩到了 踩上了他的肩膀 就這樣跳上去了 跳上去哪裡 就升天去了 兩個人呢 都是這樣跳上去的 都升天了 哇他這個 哇他這個 一覺驚醒啊 覺得非常的 納悶 覺得不可思議 那麼還有一次 同樣的景象 他的前妻 跟他的這個女兒 也都死了 還是來找他 求他超度 那他問了同樣的問題 怎麼超度呢 他的太太 就跟他說 只要你答應就行了 那這位劉老闆呢 當然一口氣就答應了 好我答應你 那他太太呢 跟他這個女兒 也是踩著他的 大腿 又踩上肩膀 跳上天去了 前前後後四個人 都因為 得到他的 這個答應啊 然後都升天去了 哇他他覺得 很不可思議啊 那他到底是 他也沒有超度 也沒有念經 也沒有回向 那他是憑什麼 超度他的 那這件事情呢 記載在佛教的 一個大德 好像是 地賢老 地賢老和尚 還是 坦虛老和尚 他所寫的這個 佛門的故事啊 叫做影城回憶錄 一些 學佛的心得 那可見呢 從他這個故事啊 我們知道 這個 楞嚴經啊 研究楞嚴經 就有這麼大的功德 可以超八人 那麼你說 那是不是佛說的呢 那是不是佛說的顯然呢 已經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 這一本經典啊 真的能夠幫助人家開悟 真的能夠呢 幫助人家成就功德 那他也沒有 做任何的動作 就專門在研究楞嚴經而已 可以超八他的冤親債主 那麼我們從這個故事啊 也可以體會到 我們的冤親債主啊 累世累結的冤親債主啊 哦 那麼可能呢 已經 從我們的身上獲得到 一點點的加持 如果我們是真心修煉的話 齒心來辦道的話 那麼我相信呢 他們都會沾光 那我們又是得到民事一職 又在這個大道場裡面呢 學修講辦 那麼淵經債主呢 知道我們在道場學修講辦 那他們也很高興 他們也想護持你 希望呢 你有功德 然後你把你的功德還給他們 那所以說 從 從這件故事啊 我們要來講 楞嚴經這本經 哦 大概的講 講到 為什麼 會有天地的產生 會有世間萬物 會有這些人類族群的產生 大概的講到這一裏 那我們現在講 佛陀回答弗羅那 是怎麼說的 他說呢 因為呢 我們的決心啊 你想要去明白它 我們如如不動的到底啊 你想要去證悟它 因為有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呢 是一個妄想 哦 知見立知啊 頭上加頭啊 這個是一個妄想 因為妄想 一直呢 在持續著 持續你的妄想 所以呢 就變成妄念 哦 持續你的妄念呢 就有一種妄的這個能力出來 所以呢 所記要力 如生 如妄能呢 無同意中 刺熱成意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呢 你的這個覺性啊 在有所動作的時候 那就是無明的產生 無明就是與此 那無明產生了這個妄想 那妄想呢 持續呢 產生了妄的這個念頭 妄的這個能力 不斷的相續而生 那無同意中刺熱成意啊 哦 就是說 所有的這些眾生啊 無同 這個無是相同的 無是什麼 無就是那個不動的 道體啊 那是相同的 那意中呢 意中呢 意中就是說 各有各的想法 哦 你覺還要加一個明 覺 明覺 你這個悟 你這個 這個德啊 還要加上一個悟 那這件事情呢 根本就是錯誤的 所以你想要 這個證悟 哦 你想要明明德 其實呢 這個動作呢 都已經是無明了 哦 在佛的想法裡面呢 人根本不需要證悟 根本不需要明明德 哦 因為呢 你想要明明德 你想要明心見心 想要有證悟 結果呢 這個動作呢 讓你呢 旺上加旺 那因為有旺呢 所以呢 累積不斷啊 產生了各種的 旺 旺的能力產生了 那麼如果一動呢 一動就產生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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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老煩惱 也就是說 你這個 妄想啊 不斷的持續下去啊 那這個煩惱就產生了 這些 成老啊 哦 成老妄想 分別執著 這些呢 都叫做煩惱 哦 有無名煩惱 沉沙煩惱 哦 各種的煩惱的因而產生了 那我們 在佛家所看到的 所謂的煩惱啊 不是說 你所擔心的事情 這是一般人的講法 佛家所說的 這個煩惱 它是指起心動念 那人的起心動念啊 因為太過細微啊 哦 那個細微 細微道呢 連自己都沒有辦法察覺 人的那個小小的波動啊 人的智慧沒有辦法了解 只有佛菩薩可以了解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佛曾經問弥勒 菩薩 他說人的這個妄念啊 哦 到底呢 一秒鐘 從一撒那之間 到底有多少妄念啊 那麼 弥勒菩薩 他的回答是 這個 十二萬百千兆 那這個數字呢 我們說 聽聞數字 我們不曉得 怎麼樣形容 應該說十二萬百千億啊 那麼 一個念頭 一個 一個撒那之間呢 就有這麼多的 妄想 妄念這樣 閃過去了 所以你才知道說 人的這個妄念呢 會產生各種的畫面 那這件畫面呢 如果在這一撒那之間的妄念 通通把它放慢來看 一撒那而已哦 一部電影哦 那麼我們 累劫累是有多少個撒那 不曉得多少 無限個 無限個電影這樣組成起來 成了我們的歷代的因果 好 我們先 再講 因為有這個妄念 那麼妄念起的時候 就成為世界 妄念近的時候呢 就形成虛空 這個是任言經 佛所講的道理 就是說你這個妄念 沒有這個這樣擾動的時候 那是一個虛空的狀態 所以虛空也不是道 那麼起的時候 起就是妄念開始流動了 開始晃動了 妄念在靜止的狀態 就形成虛空 我們說宇宙 所以宇宙其實上也不是虛空 所以宇宙呢 它那個心體都不斷在流轉 我們不知道而已 我們如果透過科學家的知識 我們會知道 每一個心體都有它自行的運轉 自行的能力 自行的爆炸分裂 或者是說結合成一個具象 所以就成為一個宇宙 那世界呢 世界就是這樣形成的 它形成了一個星球之後 那這裡面呢 就有所謂的地水火風 就開始慢慢的長成 虛空為統 世界為意 彼無同意真有為法 那麼那個虛 那這個虛空為統 就是說 無形的虛空 這個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眾生呢 所有法界的眾生相同的 就是那個無形的虛空 那有形的 有形的世界就不同 有形的世界 譬如說我們人 人跟鬼的世界就不同 那人跟天人的世界不同 這個以後我們有時間會講到 那麼 那麼彼無同意啊 真有為法 那彼無同意啊 也就是說 這個本來沒有同意啊 沒有所謂的同跟異啊 那為什麼現在呢 還有所謂的虛空 還有所謂的世界呢 那是因為呢 有這個妄想的 有妄想的產生啊 本來是這個 我們親近的絕明之體啊 那個道體啊 都是一樣的 也沒有所謂的世界上的不同 因為呢 道體的真相裡面呢 所謂實相之中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宇宙世界 但是呢 一切有違法 一切有違法 因為因緣變化的不同 所以呢就產生了 這個天地世界的不同 成為真正的有違法 有違法就是我們看的這個 現象界 你包括宇宙 山河大地 這些呢 都叫做有違法 那所以 這個虛空跟世界 於是就產生了 那世界產生 其實 世界就是指 星球了 啊 星球 我們人類來講就是星球 那其他眾生呢 就是他們居住的環境 那世界呢 是由地水火風所主持 那所以 佛陀又解釋了 那地水火風是怎麼形成的 他說呢 絕名空媚 相待成堯 故有風淪 指齒世界 我們聽到這裡 看到一個 名詞出現了 就是風 風淪 風淪是怎麼產生的 因為呢 絕名空媚 相齒為養 絕就是我們的道體 明暗 就是說 我們想要 了解道體 去證悟道體的這個 這個想法 就產生了 空媚的現象 就產生虛空 光明 還有昏暗的現象 那麼道體本來是光明的 想要證悟道體 這個是 昏暗的 昏暗跟光明不斷的在交錯 這種 暗 光 不斷的在交錯之中 相待成堯 所以 影音的這種交融 這樣互相的照應 所以呢 就產生了一個風 風淪 那佛教的風淪 就是一個搖動的 一個流動的 或者是一個變化的現象 所以叫做風 風是動的 所以呢 就叫做風淪 所以在佛教裡面 只要是動的 就是講風 就是用風來比喻 所以本來世界 世界是一個空的狀態 現在呢 因為呢 光跟暗互相交錯 所以呢 形成一個動的現象 那這個動的現象呢 就叫做風淪 風淪不斷的產生啊 那陰空生咬千明利愛啊 因為空 不斷的被這種 妄念 還有呢 這個道體啊 互相交錯 因為道體 有產生妄念 那妄念呢 就形成那個影像 妄念是昏暗的 道體是光明的 光明跟昏暗之中 互相互相的滾動啊 互相的滾動啊 坚明利愛啊 就有 就有所謂的 明的產生堅固的現象 那愛的呢 愛就是阻礙 愛就產生了 就是在這種光影的 交錯之下 就產生的 一個 現象界的實體 出來了 所以你看 能量能夠產生物質 直能互換啊 這個是科學家 已經證實的事情 那麼能量聚集久了 它就成一個形狀的樣子 所以地球呢 聚集久了 就形成 在從這個地水火風的樣子 形成一個地球 那所以你看喔 空輪 空 產生的風輪 風輪的滾動 就產生了 一個 金輪 這個金輪啊 這個金輪的意思啊 就是一種堅固的製作 因為這個 這個想法 這個妄念啊 太過堅固了 太過固執了 那你太過固執了 就會產生阻礙啊 但是你的到底是光明的 是通暢的 所以阻礙跟通暢呢 互相在滾動 互相在滾動之中啊 那麼 就產生了一個現象界 也就是說能量已經變成實體 形象了 變成實體了 變成物質了 所以從風輪之中呢 產生了一個金輪 那所謂的金輪 就是包括我們說的 這個 地球裡面的這些 保障 那這個 地球裡面生出了這些 一些營養素 一些元素 我們這些精華 你看寶石是精華 翡翠啊 瑪瑙這些都是 地球的精華 那包括呢 各種的化學物質 聚集起來 都成為了這個地球的精華 所以呢 這個 都叫做金輪 現在呢 風輪 產生了 金輪產生了 所以產生了一個 我們看到了原始洪荒的一個世界 那個火山爆發 氣候不穩定的那個現狀 產生了 那他說呢 這個風金相模 擁固有火光 為變化性 風跟金相模 風產生金嘛 那現在風金又產生了 產生之後呢 這個望鏈呢 還繼續在動 風輪還繼續在動 風跟金呢 那現在呢 就產生 就互相的交感 交錯 交錯了 摩擦之 過程呢 就產生了這個 火 喔 所以呢 他這裡講 風跟金 相模 產生火 為變化性 喔 所以產生了 地球的熱能 喔 各種熱的現象呢 就產生了 然後保民生潤火光上針啊 固有水輪 寒十方界 那保民生潤 保就是地球的這些精華 明呢就是呢 這個 道體的那份光明 喔 道體的那份光明 因為呢 兼顧了執著 跟這個自性光明的驅使之下 互相的交錯 所以呢 這個火 火就會上升 上升呢 產生的這個 精液 產生的滋潤的水 所以 水是由火裡面產生出來的 所以它叫做水輪 所以我們是不是想到 這個 這個 風輪 金輪 火輪 跟水輪 那 那我們不是講地水火風嗎 其實呢 地呢就是 金輪的意思 它這個金輪 它這個金輪包括地 包括這個地裡面的這些元素 那它 你看喔 它講火騰水降 焦發力間 那火上升 水下降 所以不斷地在交錯 所以不斷地在交錯 我們看到原始洪荒的那個畫面 你看火不斷地爆發 火山不斷地爆發 火氣上升 那麼跟 跟這個 跟這個 自性 的名 互相交感 互相交感之後呢 就生滋潤 滋潤呢 就有水 有水之後呢 水降下來 就成為 降在 降在濕的地方 就成為巨海 降在乾的地方 就成為沙洲 其實就叫陸地 你看 星球 大部分都是海 那麼有幾 幾束突出來了 那個就是 我們現在居住的陸地 所以說 比大海中 火光長起 在大海之中啊 常常看到火光升起 你看我們的世界 是不是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啊 所以 你看到這個 颶風 颱風 颱風的產生 颱風是一種動的現象 所以呢 是無名的發動 所以颱風是魚吃 魚吃的發動 魚吃的現象啊 太過 深了 就產生這個風 風的現象在動 那風呢 再加上了這個 地球的這個 熱能 熱能上升啊 叫熱 熱帶氣旋 所以呢 熱帶氣旋上升呢 就產生了 這個 交感的這種 濕潤 所以就是水 水就下降 所以水呢 並不是從大海上 升起來 它是在 在這種 風輪 風輪 這種 金輪 火輪 這種交感之中 才降下水 也就是說 這個水的產生啊 是我們的 自信 妄動 妄動之後呢 產生金輪 產生火輪 再產生水 那 風輪 金輪 水輪 都是我們自信妄動所產生的 那它的水 在這個沙洲上呢 就變成江河 其實就是陸地啊 陸地上的江河 那麼水是烈火 水的這個強度啊 比火還要弱的話 那就變成高山 高山就是山的那個樣子 因為火 你看火山噴發就好 火山噴發 沒有水 來抑制它的話 那麼火山這個噴發 它就變成了高山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山 其實就是火山形成 那它說呢 山史幾者成岩 幾者成燕 融者成水 山史啊 就是這個地啊 互相 互相 互相推擠 互相摩擦 那就成為這個火焰 產生火花 所以呢 三石之中有火性 那如果說融化了 水就融化了 三石的把它融化就變成水 那如果土是裂水 抽圍草木 事故臨手 欲燒成土 因角成水 土是土的那個強度啊 比這個水還要差的話 還要弱一點的話 那麼呢 就成為可以滋潤草木的 這個水 水呢就來滋潤草木 草木就產生了 所以形成了一個森林 或者是一個沼澤 那燒這個這個 森林沼澤 又遇到火被燒了 那這些灰呢 就形成了陸地 那這個土呢 如果被擠壓的話 這個水就滲出來了 所以交往發生啊 地相為種 以身遠世界相去 所以我們大概呢 粗略的 把它 把這種 地水火風 是所謂的 這個風輪 這個金輪 火輪 水輪 這樣的不斷的產生 不斷的交叉 不斷的互替 而產生了這個世界 那世界相去 所以呢世界 會不斷的延續下去 都是因為 眾生的妄想 不斷的產生這些 能量 能量呢 堅固太久了 所以就變成了 物質 所以我們剛剛說 風 風是一種 無明的現象 就是產生了魚吃 那水呢 水就是 我們這個 貪心啊 人的欲望啊 堅固的這種 執著 所以就變成水 水災 那火 火就是我們的這個 怨怒 人的那一份怨怒的無明 那一股 恨 腦 腦熱 就產生火 那本來是 元素的火 就變成了 這個現象界有形的火 本來是元素的水 就變成現象界有形的水 所以地水火風因而形成 那這個地水火風形成之後 那佛還有繼續講喔 為什麼會變成 這種十二類的眾生 七道輪迴 我們講六道輪迴 所以楞嚴經裡面加了一個仙道 仙人也是一種輪迴的眾生啊 所以呢 明旺非他絕敏為喜啊 所旺既立明理不語啊 所以明跟旺呢 互相的交替啊 明跟旺互相交替才產生整個世界的現象 世界的現象產生了 然後呢 人的想法呢 這個眾生的想法 因為呢 他的想法 發展出來他的妄念 那他的妄念呢 會產生了各種的動作 這些動作呢 如果呢 相同的就會聚集在一起 那這個物以類聚啊 那同業相閃 化理成化 合理成化 建民設發 民建想成 一正成正 同享成愛 留愛為種 納享為胎啊 這裡講到 眾生是怎麼來的 你跟世界產生之後 那眾生呢 就產生了 那眾生就產生了 他說是怎麼產生 同業相傳 同業呢就是說 你的夜襲 是一樣的 你有某一部分 某一部分的無名啊 是一樣的 一部分 的這個夜襲種子是一樣的 那所以從這種本來一體的這種 道體之中啊 就分化出來 分化出來 建民設發 民建想成啊 分化出來之後呢 建民 看到這個民啊 就有那個形象產生 民是我們的道體 道體就會形成那個色象 色象出來 我們到底看到了 其實 那個色象呢 是我們想出來的 那想出來呢 想什麼 你喜歡的你就會愛他 你討厭的你就會 遠離他 所以留愛為種 那小為胎啊 你如果看到喜歡的 譬如說父母親 父母親在交構的那一撒那 只是一個住緣 那麼當這個夜襲種子 會留愛為種 這個 意見成正啊 同享成愛 跟你不同的你就討厭他 跟你相同的 同性 這個異性相惜啊 同性相斥 你就會去愛他 這個異性你會去愛他 你看到母親 你愛他 那你就會成為 男生 看到父親你愛他 就會成為女生 這異性相生的道理 所以呢 留愛為種 這個 這個喜愛的現象啊 就成為你的這個 種子 種性 然後變成 哪一類眾生的一個種性 那麼 那想 那想就是說你接受了 接受了這個 無名的想 這個想法 你接受了父母 父母親 的這一份喜愛啊 那你接受了喜愛 結果呢 你就跟父母親結了這個姻緣 就那想為為胎啊 就成了父母親的兒女 交構發生啊 吸引同業 故有姻緣啊 生杰洛蘭 賀普坦等等 就是說各交構之後 男女發生關係之後 就產生了 吸引了這些同業的 這些想法 這些夜襲的種子啊 來接近你 所以我們說 DNA啊 現在講基因 那麼基因是什麼產生呢 基因其實呢 不是父母親給你的 其實呢 是因為 父母親呢 他只是一個緣 一個住緣而已 那麼你喜 因為你喜愛父親 或喜愛母親 這個是同類相吸啊 這個是物以類聚啊 所以你這個 跟父母親 同樣的這種DNA的人啊 那呢你就會來接近他 所以當父母親這個住緣啊 在交構的那一剎那 那麼父母親的等級啊 會影響 所接納的這個DNA的層次啊 也就是說父母親當時 如果是用一種 如果是用一種 用一種理淨公淨的 親淨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麼 所接引來的這些夜襲種子啊 它的DNA啊 就會比較屬於高等級的 也就是說父母親 跟父母親的等級啊 跟父母親的等級啊 會比較高等級 那如果說呢 當時的這種想法 是一種很粗糙的想法 就會 招引來 跟當時的DNA很相似的 這種出這個比較低級的 這些夜襲種子啊 來接引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所謂的天才兒童 那天才兒童的產生 絕對不是父母親的DNA給他的 而是他自己本來就有這個天才的這種 夜襲 他生出來就是註定要做天才兒童 某一方面的專家 高手 這個是他天生的 那他天生的他因為呢 父母親的住緣 所以呢 他的夜襲種子來跟父母親結緣 而成為你的兒女 所以他的DNA的排列順序啊 會跟父母親的狠像 那麼狠像呢 狠像只是物語類聚而已 那並不是代表父母親給他了 所以這裡講父母親只是一種住緣而已 那真正呢還是這個眾生他自己的一個想法 形成的這種夜襲種子 那這個眾生跟父母親的這個眾生 他的這個到底不是一樣的嗎 但是呢因為呢想法而產生的這種 這種畫離 和離成畫 從到底裡面分化出來 所以我們道長講 我們的本體是老母 老母是那個大本體 我們是老母的分靈 所以其實呢我們都是跟老母同一體的 那麼這個道理因為呢 眾生呢因為輪迴太久了 這種無名的念頭啊 我們上一次 引用楞言經的說法 來講到天地形成的道理 那因為佛陀在任言經所講的道理啊 非常細非常深 那也講得非常廣 所以呢 一時半刻啊 沒有辦法把那種精神講出來 我們只能夠點齊大律 那因為上次講到的是 天地生成 還有人生成的道理 那麼人呢 生成就包括 胎軟絲化 各種四生六道的形成啊 那佛陀也有講到 什麼成為胎 什麼成為軟 什麼成為絲 什麼成為化 各種的眾生啊 都有講到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講得那麼詳細啊 有機緣我們真正的來開一堂任言經的課啊 再來好好講 那 那如果說照佛陀的這個說法 眾生的形成啊 那麼眾生 人的來源 並不是猴子演變來的 那如果照任言經這個說法 人呢是因為 這個妄念 妄念 妄念所形成的那個 妄能啊 這是一種能量啊 能量聚集而成的 所以 這個職能可以互換 能量可以變成物質 物質可以變成能量 這個我想呢 在科學的嘗試裡面 我們大家都可以體會 但是呢 現在呢 科學家 目前呢 似乎還沒有辦法 把這種能量 變成物質 那所以呢 這個 物質變成能量 這個是有 有可能 那我們吃飯也就是這種可能 吃飯把物質 吃下去 變成力量 變成智慧 變成各種 思考 那都是能量 所以呢 物質可以變成能量 那能量呢 能量也可以變成物質 一個能量聚集 足夠強大 聚集足夠 時間啊 那它會變成物質 那有一點像呢 我們現在 看那個卡通影片 看卡通影片 把人聚現化 或者是呢 把物呢 聚現化 聚現化 這樣的一個實體啊 也可以 配合著人的行動 來行動 所謂念力啊 所謂念力啊 那麼這個 用科學的嘗試 都可以解讀這些行為 那所以可見呢 佛在任元經講的這個道理啊 那是被科學所驗證的 但是呢 科學家 還是沒有辦法 從佛經裡面來瞭解 這種 演化的道理 那照佛的講法 人應該是 一時頓現象 產生的 所謂一時頓現呢 就是能量的這個聚足啊 能量的聚集啊 就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現象 一個具象產生出來了 那具象產生出來了 就 形成了各種萬事萬物 你看這個觀念 在我們 易經裡面的思想 太極 它是具足 陰陽兩種的元素 但是呢 它還 它還處在一個 一個靜的狀態 就好像虛空 所以太極有一點類似虛空的樣子 那它 包含著這種陰陽的元素 所以陰陽的元素呢 互相的 這個交替啊 久了就形成一股能量 能量了就變成一個物質 所以太極而生兩夷啊 那麼太極的方式呢 回歸到無極 那就是呢 幫 將這個 這種兩夷的這樣的一個分項啊 通通把它化解 那所以呢 無極一動而生太極 太極動而有兩夷四項八卦六十四卦的產生 喔 這個道理 中國的道家 跟佛家 他所講的道理 很類似 其實也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講的無極 其實就是我們 任寅君講的 這個 這個 妙明決心啊 我們本來的那一份自信 如來賬 我們說良知本性 那現在呢 佛陀又講到說 當人生成人之後 那他人又會分各種不同樣的人 喔 有的比較富貴 有的比較平賤 那有的比較聰明 有的比較愚痴 又 又會分成這些人 那佛陀後來呢 也有講到 為什麼還會有分 這些現象呢 喔 我們舉例他講 這是各種的因緣 果報 糾葛 千禪 這樣呢 一層卡一層啊 那一層千一層 所導致出來的現象 噪業呢 噪業久了是下地獄 地獄呢 也是自己 先想的變現了 那地獄 離開地獄之後 那因為他的這個 習性還沒有完全改俗 所以呢 就投生到鬼道 所以有各種不同樣的鬼 那鬼道呢 果報受盡了 就轉生為人道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試著從 這個人道裡面的分別 來講各種樣子的人 讓大家知道 在人道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些人的存在 那他第一個提到說 比蕭倫者啊 仇主復行啊 生人道中 參和完累 這個蕭倫啊 蕭倫就是 本來是轉生做這種蕭啊 這種大鵰啊 這種大鵰啊 貓頭鷹啊之類的 鳥類啊 當他們償還債務之後 那麼轉生為人道 可是呢 還是有餘喜 那這樣的餘喜呢 轉生到人道之中 他們就成了這個 餘完 餘餓明晚之輩 我們看到世間很多人 為惡啊 他不曉得自己 正在造下無邊的這種業果 那餘餅呢 就非常的 愚痴 可是呢又很固執 相當的固執 不接受勸謊 不接受呢 改變啊 所以呢這個就是呢 他的前世啊 有可能是蕭 貪 貪物的怪鬼 轉變成蕭 貓頭鷹 我們說毒蕭 這種蕭類啊 這種猛禽啊 就是這樣 轉生為餘完之類的 餘就是愚笨 餘就是頑固 那麽 比糾爭者啊 醜足复醒 生人道中啊 參和異類 那糾爭呢 就是 這種 呃 汗拔鬼 就是呢 對於人 有害的鬼 那他呢 因為呢 前世呢 貪瘾的習性啊 還在 所以呢 當他轉世啊 到人世間之後啊 就常常 轉世成那種 所謂的怪胎 怪胎是 真正的怪胎喔 就是長得很奇怪 喔 所以呢 譬如說他長得 兩個頭 或者是喔 兩個身體 那這個六根不正常 啊 喔 等等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怪胎 那 我們現在講呢 這個就是 那個基因突變 所產生的 那 這些人呢 就是 上輩子啊 他常常 做鬼害人 那麼做鬼害人 那麼做鬼害人 那又在 各種 各種怪異的這種 動物啊 身上 染 染上了這種 貪飲 其習性 喔 你看動物貪飲的 那 也很多啊 譬如說這個 水鳥啊 喔 這個 很多啦 喔 一下子不會講 動物 淫慾不斷的 那他呢 如果說 能夠恢復 這個債務啊 償還他的這個 夜襲啊 那他轉世為神 還是呢 成為這種怪胎啊 所以可見呢 呃 出生之後 就是這些 形狀的人啊 那麼我們 社會啊 要用更大的 愛的力量 來感化他 啊 千萬不要放棄他 那麼 那麼這類人呢 如果呢 再得不到 社會人的感化 那麼他還會 繼續淪落 那繼續淪落呢 那麼有可能造成他 永遠再不能夠成為人啊 那麼 那麼 比狐倫者啊 啊 轉世為這個 雍類 狐倫就是狐狸 狐狸之類的 就是前世是狐狸啊 喔 那麼前世是 這個鬼魅啊 那長完業障之後呢 再生為人道啊 在人道之中呢 就形成 庸俗之類 喔 庸呢 其實就是 我們說奴仆啊 啊 奴隸的命啊 所以奴隸的命 天生就是奴隸的命啊 喔 有的人卑賤啊 呃 自甘堕落 其實呢 那個不是 他願意這樣子 因為他前世的夜襲種子 就是狐狸來轉世的 所以呢 他昧視 昧視求榮 庸入一生啊 雖然呢 這個 逢迎拍馬 但是呢 他的一生呢 也不會得到很大的福報 這是因為呢 狐狸之類的 有七狂的習性 喔 有欺騙 狐狸善變 有這種習性啊 造成他現在 現在 人的這個樣子 那比 獨倫者 轉生為 很累 獨倫 就是 獨蟲 那麼他前輩子是 曾經是獨蛇 獨蟲 獨蛙 喔 有獨的 害眾生 這種很深的 喔 譬如說 古毒也是啊 那他 他呢 長完業障之後呢 恢復人形啊 就變成一種 很 很 很毒的人 很殘忍的人 喔 這樣很毒殘忍的人啊 那也不是因為他本來是這樣子 喔 而是呢 他的夜洗從此 已經種下了 這一方面很深的 這樣的一個習性啊 造成他今天呢 殺人放火 鋼暴野蠻啊 那這些人呢 當然 社會上要用更大的 這種愛心 喔 用柔軟的態度啊 千公的態度啊 來轉化他 讓他的層次能夠提高 再來呢 匹回輪者 轉身為 這個 為類 為類啊 這個 他說的 回輪啊 就是回蟲 爬蟲 等等的 很細微的這個 蟲啊 需要寄生在人的 眾生的身上的 那他因為呢 雞 雞怨虚惡太久了 所以呢 他寄生在眾生的身上 就是要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因為他的恨啊 必須要這樣 才可以 惆悵 那所以這樣的人 惆悵完了之後 他能夠轉世到人道 那麼他就變成了 微類 微類就是很低微的 在社會上最低層的人 最低賤的人 跟剛才說的這個 呃 胡類啊 雍類啊 雍類啊 雍類是 有點不一樣 雍類是比較平庸 比較沒有智慧 這個 微類啊 微類是非常低賤的 喔 在社會上非常 非常這個 初級的 初階的人 喔 我們古時候的這個 階級制度很明顯 從 古時候那個時候 那我就 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的人 天生就是 天生就是 卑賤的人 天生就是奴隸種 喔 那 剛才所講 胡理師天生就是雍鹿的人 雍雍鹿鹿啊 但是呢 他又會 會 會搞怪 喔 會拍馬屁 所以跟這個 威類有點 不一樣 喔 再來說 比實倫者 摻合為柔類 喔 實倫就是 供人家使用的 喔 以前呢 前世呢 因為 傲慢邪氣啊 而成了惡鬼 喔 其實我們說鬼道啊 其實鬼是很多鬼 但是我們大部分 碰到了 都是叫惡鬼 那麼呢 他還有這個 夜襲種子 已經 籌藏完了 來到人世間啊 就變成很軟弱的人 很懦弱 很無能的人 那因為呢 他生前呢 喜歡呢 欺負別人 喔 大我慢呢 有這種我慢的心呢 所以現在呢 就是很柔弱的人 喔 軟弱無人啊 不能自立啊 那這個 這個在社會上也是很多 喔 我們看到有些人 好手好腳的 可是呢 他就是 不願意去工作 或者是說呢 抗壓性很低啊 跟人家一言不合 然後就離職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所謂 柔 柔類 那柔類呢 就是 供人食物啊 供人食用啊 供人食用啊 那個 東西啊 是提供人家食用的 喔 譬如說這個 草木啊 譬如說這些 草木啊 化果啊 這些供人食用的 那他們也是 眾生之一啊 那麼我們為什麼可以 吃草木化果 我們可以吃素 吃素算不算是殺生啊 喔 那麼其實呢 嚴格來講 吃素也算殺生 喔 吃素也算殺生 那這樣呢 那我們到底要吃什麼 我們沒得吃啊 如果連吃素都不能吃的話 那麼我們人就沒得吃了 這個世間啊 人就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那他們會變成草木啊 變成這些花果啊 供眾生來食用啊 這個也是他們的果報 但是呢 他們這個是屬於一種 比較初階的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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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體啊 所以草木是一個無情的眾生啊 他沒有感覺 沒有 沒有見聞覺知啊 但是其實是有見聞覺知 他有法性 但是我們人呢 跟他互動呢 是沒有辦法直接互動的 他跟這個 這些動物啊 那個就不一樣了 所以動物是有靈 那麼這些草草樹木呢 他沒有靈 他只有事 所謂的意識 這個叫做柔淚啊 那他所謂匹伏倫者 參和勞淚 這個伏倫啊 就是供人服用之類啊 前身汙網承襲啊 供人家服用 供人家服用 跟供人家使用 這個類似 有一點類似喔 但是呢 他前身呢 汙網承襲 就是說喜歡呢 冤枉別人 喜歡呢 講謊話 那這樣的人呢 這樣的眾生啊 他來到人世間 就是參和在勞骨之中啊 所謂變成勞倫 勞怒一生啊 有的人一生勞怒賺不到錢 那非常辛苦 辛苦到呢 他終其一生 還是呢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所獲 這個是勞倫 勞倫就是因為 錢是 汙網太深了 再來就是 比應倫者 參與文類 應倫啊 應倫就是 應著天氣 應著氣候 應著這個時間 來產生的這些眾生啊 譬如說春天來了 燕子就會 飛過來 那麼秋天來了 我們就看到紅鳥 就會 這個 紅鳥 往南飛 那麼這個呢 錢生呢 貪藻邪賤 自作聪明了 所以呢 為王良 所以他前世呢 是在山中的王良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邪賤 而且呢 他有一些小聪明 那當他償還 這個業障的時候啊 恢復 恢復到人 人道 還有這個語形 所以呢 這樣的人 常而在文忍之中 小有文才 但是呢 又不是呢 今天為地的那種大文豪 小有文才啊 所以 所以 上輩子 是做 這些 春宴啊 秋紅啊 這些鳥類的 這輩子呢 就是 小有文才 這個算是 已經不錯的人 再來說 筆修徵者 參和民類 修徵呢 就是說 能夠 知道 這個 未來的事情 能夠 預補 未來 要發生的事情 那這種人呢 因為先前 狂詐又變 利用這種 手段啊 詐騙 這個 這個 欺騙別人啊 成為 意識鬼 就是 受到人家此意的 就是受人 教喚的這個鬼啊 那這樣的人呢 這樣的眾生啊 他來到人世間之後啊 就會殘餓在民類 民類就是比較聰明的人 比較聰明的人呢 可是呢 是屬於四字變聰 所以聰明跟智慧是不一樣的 我們世間有小聰明的人很多 但是呢 有超越六道輪迴的智慧的人啊 卻不躲 這個就是呢 他 前世啊 這個夜襲種子 所種下的因呢 利用占卜 利用這個預知能力啊 來騙人 然後呢 他說呢 尋輪者 參與達類 這個尋輪啊 這個尋輪啊 就是呢 很 尋順的人 就是很順寵的人 很順寵的眾生啊 比如說貓 狗 還有這個 鴿子 等等呢 這些人啊 這些人啊 他因為 喜歡呢 好結黨 新宋 結黨 新宋 做 傳送鬼 我們說傳送兵啊 這種傳送信息的鬼啊 那這個鬼呢 償還業障之後啊 來到人世間啊 還有夜襲種子啊 就 參和在打類 打類就是 通打的人 明白事故的人 有的人 他看起來很事故 很了解狀況 那麼 在 這種人啊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投資的人 哇 好像很厲害 一下手了 總是會賺到錢 對於人情世故啊 總是呢 這個圓榮十方啊 能夠呢 這個 不欺 不騙 喔 面對每一個人啊 都是呢 微笑著臉 對著對方 那微笑著臉 對著對方 不 不代表他的心 就是微笑著 所以他 他這裡講的達類啊 是屬於這種 那所以呢 這幾種類啊 都是我們世間人 都可以看得到的 這是佛陀呢 大略的說法 喔 將人啊 分成這十輪 喔 分成這十輪裡面啊 佛陀講啊 這個 無死來啊 業績顛倒 相生相殺 不欲如來 不聞正法 於塵勞中 法爾輪轉 此被名為 可憐民者 所以人啊 都是叫做可憐民者 因為呢 因為呢 他們前世 曾經是 鬼 動物來轉世 然後呢 因為呢 以前所做的這些業績種子 都還在 所以呢 這輩子呢 參和在各種 這個 這個 百頁之中啊 喔 參和在各種 人群之中啊 所以呢 被分成這十類 都叫做可憐民者 其實他們很可憐 雖然他們在表面上 看起來很風光 但是呢 不曉得人生的自衛 所以呢 佛陀把他稱為 是很可憐的人啊 那麼從佛陀的分類裡面啊 我們就知道說 天地的生存 那人的生存 是這個樣子 那人如果說 他再能夠繼續修行 喔 繼續倉物的話 那他就變成天人 天人就是我們所謂的仙人 喔 我們所謂的神明啊 那麼 那麼任元經也有講到 仙人 仙道這一個道 所以我們講六道輪迴 任元經講七道輪迴 喔 仙道也是輪迴之一啊 那麼 任元經的標準啊 那麼看在 道家裡面啊 那可見呢 道家的那個修為啊 在任元經之中啊 都還算是小道 喔 真正的能夠了解 那個如來賬 了解自信啊 是體 了解自信 有無邊的妙用 喔 仙物到如來的這一點本性 那麼才是真正的 我們今天要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們這輩子既然為人了 那麼一定是有很多 罪過錯在裡面 喔 佛陀說 銀 這個殺 道 這三種業啊 不斷的 累積 不斷的糾纏 那因為有銀業 所以呢 有各種眾生 胎卵氏化的產生 那麼 胎卵氏化這些眾生產生之後呢 他們為了要生存下去啊 所以呢 不得必 傷害別的眾生 去殺害別的眾生 所以呢 就造成了殺 殺業 喔 我們現在 國內吵得沸沸癢癢的 美國的牛肉要不要進口 喔 美方呢 他 很感冒啊 台灣已經都說好了 為什麼現在又反對了 那所以呢 台灣這邊呢 政府要派人去說明 喔 什麼原因 其實呢 是要做私底下的 一個溝通啊 喔 台面下的溝通啊 所以我們不曉得他們台面下 到底要 要做些什麼事出來 那麼 你看 人 吃牛 吃羊 吃豬 吃雞 這些吃來吃去 那麼我們想想 我們這輩子吃了多少動物啊 動物因你而被殺的 那一種啊 這種 業障啊 太多太多 沒有辦法計算 人死為癢 養死為人 這是佛陀講的話 那麼因為人有能力來殺羊 好了 這隻羊被你殺了 這隻羊被你殺了 他的這個靈啊 就不斷的累積 等到他變成人了 你變成癢了 他又繼續來殺你 總是要把這份因果給了完 仇賞夜報啊 那麼在這裡面呢 他說 這個仇賞啊 你也不能仇賞太多 如果 仇賞要剛剛好 當然要把利息算進去啊 那仇賞這個 剛好的程度 那你如果仇賞的太過 譬如你殺這隻羊 你只能夠吃 吃半斤而已 結果你給人家吃了一斤 那麼這隻羊 他還會 他還要想辦法來 來吃你一斤啊 那如果這隻羊變成人之後 來吃你的肉吃一斤 結果他吃了兩公斤 兩斤 那這樣呢 他又給人家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這隻羊以後呢 又轉世為人 再來吃你一次 所以就這樣因果輪迴 不斷的 相 相淡相食啊 這個 或者是說 道 偷道 強道 你搶 像你這個 去獵殺 這些動物 他們不是想 他們並不願意被你獵殺 但是呢 你有能力 你把它搶過來 這個是佛陀所謂的偷 所謂的道 那道的範圍啊 就太多太多 我們呢 就大概 點出來 這個樣子 那所以 因為殺到淫 這三種藝啊 不斷的累積輪迴啊 所以產生的 六道輪迴的現象 人沒有辦法跳出來 這個 如果 不是遇到明師啊 沒有遇到 真正的佛啊 我們不曉得這個道理 那所以呢 道乃是無極的真理啊 落在人 身上叫性 我們今天呢 了解到這個性 那它是呢 因為有這個性啊 所以變化萬端啊 變化成動物 變化成鬼 變化成這些萬事萬物啊 都是我們自性變化出來的 如果不是明師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呢 還是落以後天啊 哦 居於氣品 異於物欲啊 為這種 氣術所具現 我們怎麼知道 要超生了死 哦 怎麼知道呢 可以超反入聖呢 所以得受明師一指啊 是最大的福報的人 那麼明師告訴我們 還直接的告訴我們 他還不是說這樣蜿蜒曲折的 直接告訴我們 你就是從這裡修就對了 哦 從明師一指下功夫就對了 那任元經講到 那任元經講到 耳根原通 哦 他講到鼻根 舌根 翼根 四根 他各種根都有講到了 但是 但是 獨徒征戰 耳根原通 那麼這裡面呢 那麼這裡面呢 有很大的玄機啊 可以知道我們探討 那如果說講到根性的話 那麼我們應該捨是用根啊 我們不要用我們的意識啊 用我們的根性啊 因為根性就是道 你知道嗎 根性就是那個自性 就是無極的真理 但是呢 愛於說婆世界眾生 他的那個業績啊 所以呢 所以呢 佛認為說 用耳根是 最適合的 那耳根呢 如果配合明師這一指啊 那麼 根根相通 根根為用 明師這一指 是叫我們用根性去參悟 哦 不是 不是指說用眼睛啊 用根性啊 佛陀說啊 你會聽的那個聽 你會看的那個看 你不是因為眼睛會看 你不是因為耳朵會聽 你要懂得這個道理 而是呢 你會看的那個根性啊 眼睛只是工具啊 讓你看到這些四象 可是你沒有眼睛之後 你還是看得到 沒有眼睛之後 然後就一片烏黑了 怎麼會看得到呢 對 你看到 無象 你看到黑暗啊 所以呢 那個看還是一樣的 在佛陀的地址裡面啊 還有人眼睛瞎了 可是呢 他看地球就好像呢 手中的蘋果 手中的芭樂一樣 這麼清楚 那是呢 因為用根性在看 那麼耳根原通呢 也是 你要聽啊 反文文字性啊 信成無上道 你要去聽 那麼剛開始呢 明師所教我們的這個方法 那他是很適合 用耳根來聽啊 用耳根來聽 聽你的根性 那麼 世間望遠的聲啊 都是 無字真經 那個無字真言的聲音 那你的這個真主人啊 住在玄關這裡 住在玄關 然後呢 這個跟 聽到的這個佛音啊 互相契合 互相契合之後啊 你現在傳到說 你這個 人啊 有一個真主人 那這個真主人啊 那這個真主人呢 並不是肉體的我 所以佛陀講 非我非人啊 非一切東西啊 你所講的一切都不是 但是你所講的一切都是 都是自信的變化 這講起來實在是 很複雜 那不見得講的圓融 我們再來慢慢探討 那我們因為要呼應 近天地理神明 那所以呢 我們特別呢 再把楞严經裡面 他講的這個仙道的羞恥 仙道在七道輪迴裡面 仙道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那他說呢 有的人啊 已經成人了 但是呢不依正覺修三摩地 沒有依照的政治正見 來修呢 這個指貫啊 來修大定 那所以呢 別修妄念 純想固行 別修妄念 用這個妄念來修啊 想要固行就是保有這個肉體啊 由於山靈不及處啊 有時總先啊 這個遊走在深山縱骨 山洞之中啊 所以你看我們的仙人 總是跟山靈離不開 那他因為呢 要離群守居啊 躲開這些人世間的煩擾 所以呢 他必須呢 住在山靈裡面 那佛陀講 有十種仙啊 就是這種狀況 他說呢 福故時而 而不休息啊 時道遠省 這些人呢 想要長生不死 所以呢 他整天呢 就是呢 用各種藥物來做 泡製 或者是說做餅乾 做藥丸 用這些藥物呢 來讓自己達到養生的方法 可以呢 這個健身益壽啊 身體健康啊 走路快速 那這樣的人呢 可以成為地形仙 佛陀把它取一個名字 叫做地形仙 走路很快速 在透過這個吃藥 他的藥是有形的藥喔 吃靈芝 吃人生 吃世界上的各種真品 然後呢 然後呢 成為一個 這個 很長壽的人 有點像 武俠小時候裡面講到的 銳氣千雕啊 吃了這個之後啊 光芒萬丈 這個是地形仙 那麼他說呢 兼顧草木而不休息 藥道遠程啊 名非行仙 非行仙呢 就是呢 不死人間煙火 鑽吃草木 草木跟我們剛才講的 鑽吃藥物啊 這也是差不多啦 有一點不一樣就是 它鑽吃天然的東西 喔 這些 靈芝啊 黃金啊 等等的 日子久了 修煉成功啊 可以步行如飛 登山月靈 喔 像在飛一樣 所以叫做飛行仙 剛才那個地形仙 它還沒有辦法飛 它可以走路很快 那這個可以飛 再來呢就是 兼顧今始而不如休息 劃道遠程 劃道遠程就是 游行仙 喔 專實 使用了各種的金石 喔 我們說這個 牽拱啊 烹牽啊 尖拱啊 煉丹啊 主要啊 沒有尖斷 那扶石金石啊 剛才是扶石草木 這個是扶石金石啊 修煉成功可以啊 脫胎換骨 典石成金啊 超脫 而游室外 喔 這游行仙 所以飛行仙跟游行仙比起來 游行仙又更高一招 那飛行仙是可以在世間的 三川五岳這樣飛行 那這個游行仙啊 可以呢 可以呢 由於這個世界之外 喔 再來呢 兼顧動止而不休息啊 契今原程 叫空行仙 喔 空行仙呢 就是一種 修動功的 喔 兼顧動止而不休息啊 動止 動就是 一直不斷的去練功夫啊 喔 我們說勤練武功啊 或者是說呢 指呢 就是修進功 練精化氣 練氣化神 練神還虛 那這個就是很像 道家的這種 打坐的功夫呢 那這樣的人呢 練神還虛啊 還虛 還虛 還虛空 那他可以出定入定 藤雲駕悟 所以叫空行仙 那可以藤雲駕悟了 可以出定入定 所以他在 他在這個 他的境界裡面啊 他是可以進入到 那個定中 那所以啊 他可以去遊 遊玩天堂 遊玩世界以外的 這個太虛啊 所以叫做空行仙 那麼兼顧精益而不休息 論得原始 這個叫做天行仙 這種天行仙呢 就是呢 專練這種口水 我們說 精益啊 吞精益益啊 古天子吞玉江啊 使這個水降 水生火降啊 結成內丹 這個字我們說的 精丹的功夫 那精丹結成內丹之後啊 那麼這樣的人呢 水火濟濟啊 功夫成就 內润床外外润面容 所以賀法同言 不為物雷 由於天上 叫做天行仙 你看福 這個 我們說 我們說 班牽練功 抽砍天梨啊 就是這類的修法 所以這類的修法修成 最後的結果呢 潤德原成叫做天行仙 那可見天行仙又比空行仙啊 還要高一招 哦 能夠趁正 趁天地的正氣啊 來游於天上 哦 大概三界十方都可以 遊行 再來呢 兼顧金色而不休息 西翠原成 叫做通行仙 通行仙呢 就是呢 專吸日月的精華 哦 早上呢 對太陽 吸太陽的精氣 晚上對著月亮 吸月亮的精氣 修煉成功呢 能夠精氣淺通 行與氣化 神與悟通啊 這個行啊 能夠變化 一下子這個人情不見了 然後跑去哪裡 跑去呢 這個神有太虛啊 可以穿金石到水火 往運如外啊 叫通行仙 所以我們 這個 筆記小說裡面 常常看到有一些仙啊 能夠穿過這些山石 能夠呢 入大海 入這個大火 都不會有事啊 那這個呢 就是屬於通行仙 哦 這樣的人呢 他的肉體呢 可以變成物 可以變成能量 啊 肉體變成能量啊 他可以到處去 好友 可以 可以通達世間的任何阻敗 已經障礙不來 哦 這個叫做通行仙 再來呢 就是堅固咒緊啊 而不休息 術法原成 這個叫呢 道行仙 那就是呢 專心持咒 持咒啊 來求延年益壽 哦 又延遲齋戒 又呢 這個 想要驅磨 哦 這樣的人呢 可以養生 可以一病 可以的利人救世了 所以呢 這個叫道行仙 所以很多道士 就是我們看到古時候一些道士啊 哇 他可以這樣子 隨便畫一畫 或就成為一個病符 來治病 哦 隨便搓一搓就成一個藥丸 來幫助眾生啊 這個就是所謂的道行仙 哦 所以呢 修行兼固其心啊 專持咒語 這個呢 道行仙 呃 呃 高一招 那兼固思念而不休息 思意原成 叫做呢 造行仙 造是 這個 造 造建 哦 造像的造 造行仙呢 就是呢 成思禁念 哦 不思善不思惡 純想頂門而出神 既於季下而聚氣 這修泥灣宮啊 修泥灣宮的人啊 神可以出入自在 既可以上下交通 行神照應啊 化成金光 哦 所以呢 他也可以帶著肉地啊 這個 化成能量 四處呢 去 去交通 嗯 這個是 這是 控制意念 哦 從意念呢 下手 這是 造行仙 再來呢 兼固交構而不休息 感應原成 叫做 精行仙 那麼兼固交構啊 交構 跟男女的交構 其實呢 很像 那他不是說 找男女來交構 他是意念 意念呢 所謂的 這個 嬰兒岔女 嬰兒岔女 常常戀 那麼嬰兒岔女 就是呢 羊中有羊 嬰中有羊 有羊啊 所以梨 梨是屬於火 那麼呢 這個 坎是屬於水 水火交際啊 坎中滿就是岔女 梨中虚 就是嬰兒 所以岔女跟嬰兒 互相交構 就會結胎 那結胎 就是養金丹 嬰兒岔女相逢在黃庭 相逢在黃庭 就是屬於益 我們說益守玄關 那個益啊 已經成就為丹了 叫做金形仙 再來呢 就是呢 兼顧變化而不休息 覺悟原種 叫做呢 覺形仙 覺醒是 覺 覺是斷覺的覺 那麼 它是立志 研究 各種物理的變化 各種呢 事物的這種探討 結果呢 發生了 這個 感悟 有所感悟之後呢 它可以呼風喚雨 宜山填海 還能夠將春夏秋冬來 來調換 這個叫覺醒仙 所以變化時空 能夠變化時空 那是因為呢 這個在悟的現象啊 把悟的這種 體性啊 已經看得非常清楚 悟透了 悟透了之後呢 就可以呼風喚雨 宜山填海 運轉四十 那個叫覺醒仙 以上十種 是佛陀 所分析的十種仙啊 那麼它講的 這些仙啊 在道家裡面 所說的 大概都已經有包括了 那麼如果說 從楞严經的角度啊 那麼這些仙人啊 還是不究竟的人 但是呢這些仙人啊 已經是我們世間人 所稱的神人 我們說神明啊 所以我們講到 禁鬼神啊 禁鬼神就是因為 我們世間還有這麼多鬼神 當然這些仙 仙是就是神 那這些仙呢 他在這個人世間 他可以幫助人世間 也可以毀滅人世間 他也有七情六欲 那麼他的發善心 要來幫助世人 他的道行當然就越來越高 他發誠心 來毀壞世人 那麼他的這個道行 就會越來越低 所以這些仙類啊 佛陀繼續跟阿難講 四等皆於人中戀心啊 不修正絕 這些人呢 都是在人倫之中啊 來練他的心 我們說呢 修行養性 修心練性 可是呢 還不是修正絕 你看這些仙 他講到的是 他的堅固變化 不修習 堅固就是說 他所修的這個 這個法門啊 他堅持住 而且呢 認為說 這樣一定可以成就 所以呢 他就不斷地去 去做他的修煉 但是呢 這些跟了生死 初三戒 沒有關係 那所以說 不修正絕 別得生理 他們呢 可以修到 這個 超生了 這個 長生不死 但是呢 他們 還是沒有誤到正絕 受千萬歲啊 修子 深山或大海島 絕於人靜啊 思意輪迴 妄想流轉 不修三昧 抱緊回來 散諸 散入諸去 你看 佛陀講 不修三昧 不修呢 正定 不修正知正絕 所以呢 他的福報想完了 他還繼續散入諸去 散入到六道之中 那有可能 先 就降一級 就越降越 越初級 那先又變成人 人又變成醋 醋又變成鬼 鬼又變成 地獄 雖然呢 他們 在深山 大海島 在沒有人的地方 可是呢 輪迴妄想流轉 那個病 並不是不死喔 但還是會死喔 只是呢 他可以活得很久 我們道常講啊 老前人常常講 手是鬼 他活了那麼久 可是呢 對於這個世間呢 沒有 沒有正 沒有這個正面上的影響 對於度化世間呢 也沒有政治正見 對於自己超生了死呢 對於自己超生了死呢 更是一無所知啊 因為他認為他已經超生了死了 殊不知他已經落入了仙道 那仙道至少比人道高啊 可是呢 仙道呢 反而不容易成就啊 那不容易成就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 有神通 有福報 比人好 沒有像人這麼苦啊 人道苦 有他的苦的意義啊 所以人 人好修行 仙不容易修行 神不容易修行 所以有他的原因啊 那所以我們去看到那些 卵堂裡面的神仙啊 希望他來打幫助道 喔 度化眾生 他們的回答常常是各有姻緣 各有姻緣就是莫強求啊 他們有他的神子啊 有他們的仙道要去走啊 所以呢 修行不見得比很快 那麼我們想到 念佛往生的這些人 可以待夜往生 在佛的加持之下 在極樂淨土繼續修行 那至少他不會墮落 所以要去那裡也不簡單 那不會墮落 一直要修到成佛 他的那個過程啊 很長很長 那很長很長啊 也許一個人啊 在人道受苦修煉啊 他的成就啊 會比極樂淨土的眾生啊 還要快 所以呢 看起來這個選擇法門啊 你要看清楚 認清楚啊 今天是明師傳你大道 大道在普傳啊 你得到這個大道 你要趕快認清方向 趕快呢 一禮而修啊 他說呢 諸是今人不求常住 未能捨諸妻妾恩愛 哦 於賢隱中心不留意啊 淫 成隱生命命中之后 淋於日月 如是一類明是天王天 你看他開始講到 天道的神明 那麼天有二十八成天啊 所以呢 我們從仙道講到天道 那這個道還不太一樣 那我們二十八成天我們就不用講 總之呢 這個就是神仙之類 所以你看我們世間這個空間啊 神仙之類的眾生啊 那不曉得多少多少 那麼神仙之類的眾生都有 神通啊 他們的神通 依照他們修行的功力啊 而有淺有深啊 所以那些專顯神通 專用來欺世 魅人的這些人 這些神仙啊 其實啊 他們也有 煩惱障礙 他們也在六到七到輪圍裡面 我們剛才講的 用這些仙來代表 那麼四天王天 一直到 這個 所謂欲戒天 色戒天 到無色戒天 這些人呢 這些眾生啊 都是叫做天人 都是在六到輪圍裡面 那麼他們都以為他們自己的 已經超越六到輪圍了 其實還沒有 那還在輪迴生死之中啊 但是福報特大 所以呢 一般人認為說天上的神仙啊 就是我們修道的目標 那其實是大錯特錯 我們要認真的目標 我們要認真的目標 是那個 無極真理 無極真理 就是 任言經裡面講到的如來杖 如來杖 如如不動 可以 可以呢 印片十方 所以 這個 無極 而生太極 無極的現狀啊 就是我們的 本來的面目 我們的這個 如來杖 我們的良知本性 那麼呢 因為呢 現在已經到了 整個 法運的末期 末法 末世 末節 都是在講這些啊 所以 末法時起 邪師說法 如橫而上 有各種 邪知邪見的人啊 出來了 就是剛才比喻的 這些 這些 神仙啊 或者是說 鬼鬼妹啊 通通出爐了 那他們也要收他們的盤 各收各的盤 你今天被誰收去了 那你要很清楚啊 你今天可以皈依到 民事的門下 你已經是無比的幸運了 這是無比的福報 哦 你要曉得你累劫以來 所 所 所修行的啊 就是在等 今天這一會啊 哦 明事一指點啊 現在已經得了到了 我們如果看到 任言卿講的這些啊 我們才知道啊 這個這些神仙啊 都不是我們的目標 哦 毀有依照正知正見 真理真道 來修 那真理真道呢 因為呢 各家各派的講法太多 大家早安 修道 要修道 如魯不動 修道這個 三摩地啊 那麼我們上次講任言經 任言經教我們 反文文字性啊 信誠無上道 那是 文思修裡面 開始下功夫 從文的根性 然後去思考 然後去修行 那麼在 耳根元通之後的介紹啊 阿難跟佛陀之間 也有很深入的對白 為什麼這些修行人 那麼在他們得到成就的時候呢 卻受到魔的干擾 甚至呢 入了魔道 那裡面呢 佛陀也有很精彩的開示啊 那這個 任言經講 存想即非啊 存情即罪 這個觀念呢 就是說 一個人 一個修行人 那麼他沒有任何的欲念 也沒有任何的想法 那他呢 都是 往著 這種 禮天的境界 佛 佛菩薩的境界 聖賢人的境界 這樣不斷的去堅持 那麼這樣的人呢 就會 不斷的去飛升 不斷的飛升而成就 那麼當他飛升成就的時候啊 大地震動 其他的這個魔功啊 會有這個地震的現象啊 那麼這種搖動的現象啊 造成天魔呢 恐懼 經怕 只要有一個修行人 得定啊 進入了一個境界啊 那天 天魔的這種宮殿啊 就會 崩裂 天翻地覆啊 好像在水中搖晃一樣 那所以天魔就知道說 這個時候呢 快要有人成就了 那麼如果說這個人呢 能夠加入 某的眷屬啊 那麼他一定力量呢 會增強很多 如虎添翼啊 所以呢 想辦法去干擾這個 讓他呢 能夠呢 失去他的政治正見 加入 某的這種眷屬 那麼所以楞嚴經在講 這個地震 這個世間的地震啊 這個世間的地震啊 人呢 認為說啊 是自然的現象 在驚恐慌之中啊 也沒有辦法應物啊 是自然的現象 其實呢 如果說從任言經這樣看的話 好像不是自然的現象 那最近有新聞報導說啊 其實 地球的 天災地變啊 都是外星人造成的 有一說呢 是外星人 他的影響 那麼這是有可能 有可能原因就是呼應 鄭元經的說法 那麼外星人到底是 哪一個外星人 我們當然不得而知啊 但是呢他在修行 如果說修行到一個境界 就會產生 這裡所講的 大地政策啊 水路 飛騰啊 整個地牛翻身啊 那照理講 你雖然是這樣子 整個大地震動 可是呢 對一個修行人來講 那也只是一種幻象而已啊 你又何必驚怕呢 可是呢 眾生 因為呢 有那個夜襲啊 感到驚恐 感到害怕 那麼這個驚恐害怕呢 產生了他對於整個天地的 累劫以來不平的現象啊 對於天地呢 咒罵的這樣的一個念頭啊 爆發出來 於是呢 就產生了 連他自己的也會因為這個震動 而產生災難 那需要知道 真乳本性是如如不動的 那所以說六祖禪經裡面 講到禪定 這個外離向為禪 內不亂為定 外離向為禪 外離向為禪的功夫呢 就是放下 放下這種 煩惱 無名啊 放下你的分別執著 內不亂 內不亂為定 內不亂就是說 你見了向 你所看到的是 根性 喔 譬如說 建設 設 設成的根性 喔 眼根的根性 聽 這個聲音 聽是聞 聞根的根性 你的根性呢 如如不動 內不斷 所以這個呢 叫做禪定 那麼如果說眾生呢 能夠 依止 這樣的一個 道體來修啊 沒有任何的 所謂境界 沒有任何的波動 喔 沒有我向 人向 眾生向 受者向 那麼 老前人 在真言幾成 裡面解釋 我向 我向是什麼 我向呢 就是說 一個人啊 一生 忙忙碌碌 為了自身的 努力啊 為了前途啊 為了名利啊 而這樣子 執著這一個身體啊 喔 你的努力都是為了這個身體 為了你的家庭 所以呢 這個是我向 那麼 你為什麼會有 你這個身體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家庭 喔 我們講過 這個任言經所講的 這個都是呢 旺心變動的結果 那旺心變動的結果 產生的這些業員 境界啊 你又不斷的去執著他 結果呢 造成更多的習氣 因果出來 所以呢 你有了我向 就分別你我 分別你我 見好的 就去攀遠 見不好的 就去唾棄 就去捨離啊 所以 嫉妒 人之有財 或者是說 攀遠人之有貴 那這樣呢 都是眾生相 那 色受想 行事合起來 貪稱賜愛 這種 煩惱啊 明媚了我們的靈緣 這個就是眾生相 所以你看 你看 有了我相 人相 之後啊 眾生相呢 表示呢 外在的眾生 內在的眾生啊 都干擾了我們自信的 這個靈緣 外在 外在有這些五欲六神 明文立揚 內在呢 有這些貪稱賜愛 殺到淫妄 所以造成了這個靈性啊 更加的迷惑 迷惑又造業 造業受果報 結果呢 不斷的在輪迴 輪迴 那麼這個是眾生相 那麼有 有的人呢 為求現在的福田 為了求養生 或者求永久保持住 他現在這個明慰 會用盡無所不用其己的方法 這個呢 就是受者相 那麼這個修行呢 都不是菩薩 因為呢 執著於相 所以 佛要我們放下這些相 放下這些妄想 放下這些無明 因為相既然是妄想所產生的 那麼重點是妄想也要放下 你才有辦法放 了解這個相的本質 這樣諸相非相 極見如來 這是金剛經所講的話 諸相非相 一切都不是我們的 想想看這個世間 我們有使用權 但是沒有所有權 那只是使用 暫時使用 你想想看 什麼東西是你的 你能夠說出來 那個東西就不是你的 包括我這個肉體 我能夠說得出來 希望呢 這個在所有的物相裡面 至少我擁有這個肉體 所以這個肉體是我 肉體是我 這個也是錯誤的假象 因為呢 肉體不是我 因為肉體如果是我 照理講我可以控制它 我可以掌控它 我可以讓它不要老化 不要生病 不要死亡 照理講我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呢 有的人認為說 利用丹藥 利用咒術 利用各種 這種堅固的修持 修持方法 要達到長生不死 錯誤了 錯誤 錯誤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本來就是假的 你要保有假的 成為永恆 那根本就是 妄想 好像呢 你拿沙藥來煮成米啊 煮成飯啊 你要把磨鏡啊 把這個磚頭啊 要磨成鏡子啊 這是不可能的 永遠是不可能的 這個是認錯根本 錯用功夫 那錯用功夫呢 是修行人最大的機會 可是呢 偏偏呢 很多人 在修行的路上 他常常呢 執著境界 執著境界 所以呢 就著磨 著磨了就越理越偏 這也是錯用功夫啊 那所以 佛陀在楞言經有講到 這些修行人 為什麼 在什麼現象呢 著磨 以至於說呢 他根本沒有得到 正知正見啊 所以在整個修行的路上啊 是白費功夫啊 甚至讓自己呢 墮入了摩子摩孫 成為摩人啊 那我們先前講到 這個眾生有十大類的 人有十大類的原因 那麼成為仙也有十大類的仙 那麼楞言經也講到 這個菩薩的位階啊 有六十 六四個聖人 照理講 菩薩呢已經是超越生死了 有十個聖人的位階 那麼他認為說我們要走了是菩薩的路線 一步一步的往上 登高啊 所以有所謂的十柱 十醒 十回向 十地 有什麼甘慰地 四覺醒 等等的這些菩薩合起來 共有六十個 所以你要每一層一層去突破 那麼菩薩唯一的動作呢 就是呢 把這個幻象啊 把它呢 看破 把它放下 斷貪真痴 看破放下 這樣呢 就是菩薩的路 這個是我們修行的政治中間 那所以現在什麼是你的 你的這個大廟 你在道場所辦的一切 你成就的後學 這些呢 都不是你的 沒有一樣是你的 你只是參與這個過程當中而已 老前人講一人辦一段啊 你這段過去了 你就 可以回天腳趾了 你不需要再眷戀你 在世的這一段 你再眷戀啊 那麼你就是成了 這個 這個 諸相而見相 那麼你不是如來 你不是如來 所以你不能夠 成就正等正絕 那所以 這個 這個 佛陀啊 有幫我們細心的分出 修道的過程 你在無形之中 所著某的現象 我們這個人 可以稍微來講一下 那什麼狀況 那麼他剛才講 純想即非啊 純情即罪 那麼 純思思想 就是 往意內去觀的人 那麼他就會飛升 他就不斷的 層次不斷的上升 那上升呢 又有所謂的色戒 遇界色戒無色戒 那麼真正的 能夠突破 這種六道障礙的 那就是呢 這個 四國以上的阿羅漢 那才可以這樣子 阿羅漢 還是小聖 他要回小 回小向大 我們說頓根的阿羅漢 他還沒有辦法 完全成就 所以回小向大 然後呢 踏入菩薩的修行 那這個都是要 迷思的指導 如果沒有迷思啊 我們不了解這種道理 那也就是說 眾生的根性啊 事實上呢 他是沒有辦法了解 那麼阿羅漢 獨覺 圓覺這些修行人啊 他們都認為說 他們自己已經得到捏盤 他們自己已經成就了 所以呢 就進入了頑空的階段 那頑空啊 他也不用 特別去知道 什麼叫做菩薩 什麼叫做佛 因為呢 他就是佛 那所以 為什麼說 佛陀要人 先從小聖 然後再修大聖 就是因為呢 一定要懂得回小向大 那佛陀為什麼不接 不直接講大聖呢 那為什麼還要講小聖呢 這個原因是因為 要呼應眾生的根氣啊 你一下子講這個大道啊 不是每一個眾生都可以了解的 你看我們一貫道 這個明師指授啊 主主相傳這個一貫大道 大部分的眾生啊 就沒有辦法了解 甚至呢 沒有辦法相信 我這麼一點 天堡掛號地府抽丁 哪有四千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我不用修行 就已經天堡掛號地府抽丁了 那我再修行下去 我就真的能夠回到天堂 所以四千人的智慧啊 沒有辦法用這種 這種立根頓教的方法去成就他 你要像每一個人都像慧能這樣子 一點就通了 那這個世間呢 是天才的世間 佛菩薩也不需要累次來到這個世間 來這個轉法輪 即使是你已經 理路已經悟通了 可是呢 你是還要 你還要去歷練啊 禮可頓悟是要見修啊 你雖然知道這個理了 了解到眾生皆有佛性 眾生必定成佛 可是呢 那個境界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了解 所以你還要去誤去證 在人世間 在社會上 在大自然之中 那所以道之中指他告訴我們 道就是呢 從人的 人跟身心的關係 那我了解 人跟社會的關係 也就是人跟眾生 人跟人的關係 人跟自然的關係 人跟大地萬物的關係 從這些三個角度啊 來了解到你自己 我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 能夠從這個三個方向 來物測到自己的那一份 如來賬 那一份良知本性 那麼今天明師傳道給你 那就是真的是很得受用 你真的是 得到了 也成到了 那麼以前呢 是先修到再得到 現在呢先得到再修到 那如果說照成就的方法來講 那應該是先修到再 再成到 這樣才是 才是正途啊 可是呢先佛講 天使緊急啊 老天不忍欲食俱焚 所以先把道傳給你 那今天我們得到了 不曉得道德寶貴奧妙珍貴 所以 甚至修到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 受到一點境界的干擾 就沒有辦法再堅持下去 那這個都是呢 累結的這種妄想 習氣無敏啊 障礙我們的修行 所以孔子講啊 修而好自用 賤而好自鑽 身污精之士 凡骨之道 齋及其身 則也 愚昧的人 可是呢他卻喜歡 自鑽自用 好誇大 賤而好自鑽 他是一個悲賤的人 可是呢卻固執己見 專門獨斷 身在這個世間啊 以凡骨為蜂巢 我們說不頂老人眼 吃虧在眼前 老人是誰 老人就是這些聖賢人 古大德這些佛菩薩 今天呢有人以 反對這些老人為主要的訴求 為主要的手段 來張揚自己的這個言行 張揚自己的名聲 張揚自己的論見 他們都不曉得 齋及其身則也 災難就快要來到了 那你不聽老人言 你自己要去 去發展自己的想法 做錯了也不願意聽老人的指導 所以呢一路上的跌跌撞撞 跌跌撞撞也許你還有誤得一天啊 那你如果呢 執迷不悟啊 不知道悔改啊 不知道回頭是岸啊 這麼呢 一下去啊 結果呢 茫茫然六萬年啊 不見蹤影啊 佛陀說可憐民者 可憐民者 啊 那麼這個 不是佛陀 這些聖賢人 不慈悲不教我們啊 因為呢 你不接受 古人的教誨 你不接受老人的教誨 所以我 呼籲我們 修道人 我們現代的修道人 現在呢 我們雖然沒有說 常常可以 跟道大得者 但是呢 我們還有這個古人的經教 聖賢人的經教 留在世間呢 我們常常去讀他 常常去領會他 去接受他 那麼同樣的道理 也是可以成就的 我們常常講孟子的故事的 孟子跟子師啊 那是沒有碰面的 那麼孟子為什麼可以接傳承心法 傳承道童 那他是因為他聽老人言 他學老人行 他呢 看了論語 看了孔子的話 發心要學孔子 結果呢就真的成了孔子 第二個聖人 所以叫孔孟 第二個聖人應該是言為啊 為什麼我們後人不稱孔嚴 也不稱孔爭 孔思 但是呢 讀徒稱孔孟 為什麼 因為孟子他做得很徹底 他學習的 可以說學到了百分之九十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學習孟子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學習孟子這樣子 你依照一家之眼 依照聖賢 古大德所留下來的這些典籍 好好的來參悟 好好的來修學 你也會成為這一派的 一個開悟的人 那不管呢 你是學三教的經典 學各家各派 學武教的聖人 不管你是學哪一個 那麼這 只要是呢 政治正見啊 你都可以從之中啊 而入到這種界定會的一個程度 好好的 好好的行齒啊 行齒之中啊 得到一個定力 那麼在這個定力當中啊 你會得到這種佛菩薩的智慧 那我們要知道 外離向是慘 內不亂為定 是慘定 所以從武教的各種法門 你得到這種 放下妄想之所 內在如如不動 互相的感應啊 那麼你就可以了 步步的走上菩薩 菩薩的位階 那佛陀他講到說 色受想行事 這五陰啊 五陰有十種的這種 現象啊 會干擾你 因為五陰本來是空的啊 所以叫五陰魔 那麼這個五陰是空的 修行人會認為說呢 在這個用五陰修行的過程啊 會認為那個境界是真的 那天故的妄想啊 會認為那個是修行的根本 結果呢是五陰魔 其實我們的五陰呢 其實也叫魔 我們說呢 五賊加上一賊是六個賊 那佛陀舉例啊 他說啊 一個在修行的人啊 很精妙的來研修這種病例 文師修的這種 這種功夫啊 四大不知啊 四大不知啊 少選之間啊 也就是說呢 四大就是地水火風 這個四大呢 都沒有什麼樣的障礙 四大不會造成了他的各種的障礙困擾 那麼這個啊 這樣呢 生能出愛 生就是能夠在地水火風裡面啊 出出入入 沒有障礙啊 這個呢 叫做精敏留意前進啊 師旦功用佔德如是啊 這個就是精敏留意啊 精敏留意就是說 他的這個精神啊 他的這個光明啊 流散出來 已經有看到功夫出來了 那麼看到這個光 光明的精神啊 流意出來了 這是暫時的功夫啊 他說非為聖政不做聖心啊 這個不是你已經修到這個境界了 你不要認為說你已經得到這個境界了 如果做聖結即受群邪 如果說你認為你已經得到這個境界了 你已經進入這個境界了 那麼呢 你就會受到群邪的陷阱 受到群魔的干擾 你看看喔 修行忍農 在這一思一好的這種念頭之中 魔就趁細而入啊 所以 色受想行事啊 五種魔啊 五種魔還分為十大類啊 所以五十一魔啊 五十一魔他用各種方法要來干擾修行人 你看我們說的魔是阿修羅 阿修羅是在六道之中通通都有 所以他也可以跟天的這個天主啊 互相打仗 因為他也有他的神通啊 也有他的能力啊 那麼人界也有阿修羅 鬼界也有阿修羅 這些阿修羅的行程啊 都是人修行到那個境界了 結果呢 一心偏差 一念之差 著魔了 著魔就變成阿修羅 佛陀 佛陀 這個是色音啊 那麼他又舉說啊 父以此心啊 金言妙明 其身內側 世人忽然於其身內 時出饒悔 這個人啊 內心修道精神光明 有這種巧妙的變化 他的身體呢 可以看透他的自己的身體 而且呢 他身體裡面呢 有這個回蟲 有饒蟲 他可以用他的手 去把這個回蟲 饒蟲把它剪出來 身相婉然 亦無傷毀 他的身體啊 手伸進去的拿出來了 身體也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毀傷 可是呢 回蟲不見了 子民精明留意行體 思誕驚醒 佔得如是啊 非為聖政 不作聖心 名為善境界 若作聖解 極受群邪 這句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呢 只是暫時的現象 有些人呢 修到一個境界 然後呢 會有什麼聲音 聽到什麼聲音 看到什麼境界 或者是說呢 做到什麼夢 都是吉祥的 的銳造啊 但是呢 他執著這種境境 佛陀跟你講啊 驚醒 佔得如是啊 這個是你的精進的修行啊 暫時得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你不要去過愛 你不要去過愛 執著啊 不做 不是聖政 也不是聖心啊 這不是聖人的境界 也不是聖人的 這種心念啊 這是好的境界 所以叫善境界 若作聖解 極受群邪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認為說 你就是已經得聖了 成就為聖人了 成就為法師菩薩了 法身菩薩 自稱什麼佛菩薩再來的 那麼呢 你就受了群邪啦 你就著某啦 著某就會受到某的干擾啊 那這是一種啊 佛裡面還有舉很多種 太細微了啊 講得太明白太清楚了 在修道人的啟心動念上 如果沒有像觀聖帝君這樣啊 一生浩然啊 一博雲天啊 真的很難達到 這個儒家所 這個釋迦所講的 這樣的一個境界 他又舉例特別說呢 又以此心內外經驗 即使魂魄意志精神 除此獸身 於皆色入啊 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 除了生根受世指指之外啊 其他的根啊 其他的魂魄意志啊 都能夠射入為兵種 你成為主人 你成為客人 都可以調換來調換去 那麼魂魄是人一個很重要的 的靈體啊 那麼魂魄怎麼可以對調呢 但是呢 因為呢 一個修行功夫的人啊 他可以呢 調魂魄 可以呢 互換為兵組啊 那 那麼他可以調魂魄 表示他魂魄呢 可以隨時移動啊 那 胡亂於空中 聞說法音 或於十方同腹密意 只為金破地相離合 在空中聽到了佛 在講經說法 或者是聽到十方的聲音啊 好像是佛的聲音啊 在講說秘密的真意啊 那這個是金破地相離合 這個是你人 這個人的靈性啊 他的那裡 他的所 所附的金破 金破 我們講靈魂之外 為什麼又金破呢 靈性是 如如不動的 但是呢 產生新的意境之後 那他就會 有需要這個金破 來成就這個肉體 來感應這個世界呢 那他的金破呢 可以相離相合 已經達到這樣境界 成就善種 佔得如是 非為聖正 不做生心 名為善境界 你不要把他認為說 這個是 你得到的境界 你就是 你憎悟的境界 你不要去執著他 那麼呢 這個就是善境界 就好境界 你聽到佛在跟你講金說法 聽到十方如來 在講說秘密的真意 那這個是好境界 但是呢 你不要去執著他 不要認為說 你已經正到這個境界了 然後呢 一直去鑽研他 如果做聖結 極受群邪 你如果認為說呢 那麼你已經正果了 你可以什麼都不顧了 你可以完工了 什麼都不要了 你已經達到佛的境界了 結果呢 極受群邪 就會受到魔 的干擾 為魔所蹭 這是一種境界 那麼其心呢 成肉角色 內光發明 十方片作炎幅彈射 他的心呢 修到心地非常光明 心地呢 有這個各種光 可以釋放出來 讓這個十方國土啊 十方宇宙啊 變作這種炎幅彈射 炎幅彈射啊 那應該是一種 這種紫光色 大放光明 哇 那這種大放光明的 在我們的書裡面 只有如來 才有辦法做得到 一切種類化為如來 於時忽見彼如遮那 距天台光 距天光台啊 好像呢 一切的眾生呢 都變成如來的化身啊 小娘才飛過了 也是如來 這個螞蟻在那裡搬東西 那也是如來 一切種類都是如來 那這個已經是 在極樂淨土了 只有淨土 才會看到萬物都是如來 他說呢 又看到彼如遮那 彼如遮那佛就是我們的法身佛 看到法身佛呢 坐在天光台上啊 有千佛圍繞啊 百億國土與蓮花巨石出現 哇 看到佛顯現啊 看到這些佛菩薩 圍繞的這個法身佛啊 此名呢 心魂靈悟啊 心光 嚴明 造諸世界 佔得如是 這個人是因為你的心啊 鑽研到一個定力啊 進入到一種禪定之後啊 那麼你的靈魂啊 有所感悟 有所感悟 然後呢 感得這些諸佛啊 來現象給你看 但是呢 佔得如是非為聖政啊 不做聖心啊 佔此如此而已啊 不要做聖政 不要認為說我已經 正到這個境界了 也不要認為說我已經正得這個國位了 那這樣呢就是好境界 若做聖節即受捐血 你如果認為你正到國位了 那麼你就 著魔所變了 為魔所蹭 你就落入魔道了 你看這樣這種境界啊 在我們 道場看來啊 那這樣已經是不得了的境界了 即使在我們人世間看起來 這樣的人已經是不得了的人了 哦 可是呢 佛陀卻說啊 這只是暫時的假象而已 哦 你不要去著那個境界 你不要認為說你已經 誤證到那個境界 完全都不要理會 那就沒事了 那個就是好境界 那 他接下來他講了很多很多很多像 我們也沒有辦法一一的來解說 哦 我們只大概 提一個重點 就是 所有的好境界 壞境界現前 都不要理會 那就沒事了 那壞境界現前 你不要恐懼 你不要驚慌 好境界現前 你也不要歡喜 你也不要呢 狂樂 你就是呢 如如不動 照樣修妳的親近心 哦 平等心 修妳的恭敬心 哦 一切像呢 見像非像 即見如來 你看到這個如來 先生給你看了 這個也不是如來的像 如來怎麼會有像呢 哦 如來沒有像 那這個就是自信的像 所以呢 不要去說自己是什麽 什麽佛來轉世 自己是某某大菩薩來轉世 講這些話的人都不負責任 啊 因為呢 從古 道經 記載啊 所有佛菩薩轉世啊 他通通不會講 他可能也不知道 他知道他也不會講 那我們道場這麼多 這個 長榮臥虎之輩啊 他是哪一個洞府來的 我們怎麽知道呢 他可能是西天的某大菩薩 哦 這個儒家的某大弟子啊 哦 可能呢 佛陀叫阿難 一定要來生來人世間 說不定阿難現在已經在人世間弘法了 那我們知道 我們怎麽知道誰是阿難 誰是 誰是炎悔子路呢 我們不知道啊 但是他那個人自稱他就是炎悔 他就是子路 他就是阿難 他是菩薩來轉世 那這樣的人呢 你不要去相信他 他已經著魔了 因為呢 佛菩薩自己不會 不會稱他自己是佛菩薩 所以在我們 這個台灣的世界 台灣的社會裡面啊 很多的這個法師啊 很多的這些修行人啊 自稱是什麽佛 什麽菩薩來轉世啊 哇 信徒多得不得了 那麼後來呢 深信國法 國法授完之後呢 這個人呢 還要再繼續墮落 墮落地獄 因為他影響了這麽多修道人的心 喔 其不聞您動千江水啊 不動道人心啊 喔 這些 地上的這些現象啊 我們可以去動他 可是修道人的心啊 你如果去干擾他 你去動他 那麼你自己呢 是不是也受到 那個因果的虔誠 他本來要成就了 結果沒辦法成就 那他是不是要找你算帳 您動道人心啊 啊 不動道人心啊 那魔為什麽可以來干擾呢 因為魔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魔不是外面有另一種形象的魔啊 喔 魔都是心魔啊 我們如果沒有那個妄想 我們怎麽會有那個魔呢 你看台灣的詐騙極少那麽多 喔 喜歡被詐騙的人更多 為什麼呢 那因為呢 他他認為說 這個有機可乘 有一夕自負的機會啊 結果呢 被騙的人更多 那麼我曾經呢 也受過詐騙集團的詐騙了 非常感嘆的 自己啊 修行到了這個境界 還會受到詐騙集團的 當然以前呢 還沒有這種悟禁 愚痴啊 我想想我這一輩子 喔 在四十歲以前啊 幾乎都是在做荒唐式 魂魂惡惡啊 也不曉得在幹什麽 受著命運的擺佈啊 那結果呢 一步一步的 照著命運的這個 戲本 這個劇本啊 來演自己的戲 在這個戲中呢 喜怒哀樂高低起伏啊 喔 命運是非常差 想要求的求不到 想要得的得不來 那麼在 不管在什麽單位什麽團體 甚至在道場 都受到無窮無盡的 這種排擠跟阻難 要成就一件事情 一定要奮鬥 用很大的力量 你才有辦法去完成它 這個是我四十歲以前 的樣子 所以我現在呢 也不要去著禁 也不要去求禁 那雖然呢 很想希望呢 先佛菩薩來加持 來幫忙 但是呢 那也都虛妄了 因為呢 我們常常求不到 那我們求不到先佛菩薩來加持 來幫忙 那麼我們會怪佛菩薩 怪佛菩薩呢 那麼你又造了一層罪 你又起心動念 讓自己受了更大的污染 所以呢 不要去求了 不要去著想了 不要去攀遠了 一切現象呢 都是自心的變現了 你知道是自心的變現了 所以呢 你今天 今後呢 努力的目標 就是要讓自己 更懂得放下了智慧 那些妄想 無敏執著啊 等等的煩惱啊 讓他不要有升起的機會 所以你的起心動念變少了 起心動念變少了 你的這個心地的清淨 自然呢 你就有智慧 有智慧呢 你就有辦法悟透 這些聖賢人的精益啊 如來的教法 那從如來的教法 獲得到更深的智慧啊 進入更深的禪定啊 然後呢 敷衍更宏廣的大法 那這個是我四十歲以後 希望呢 能夠做的事情 四十歲以後呢 因為呢 受到一些貴人的指點 所以老天還是沒有忘記我 在四十歲以後啊 有得到一些貴人的指點 貴人的虔誠啊 讓自己呢 在這個心性的路上 知道怎麼下功夫 貴人不是給你喔 貴人是指點你喔 這功夫還是要自己下 那功夫不下呢 那麼給你再多貴人也沒有用 那今天呢 還有辦法在這裡看楞严經 講楞严經 照理講以前我看佛經是都看不懂的 那麼自從 發揚了這個 這個觀聖帝君 陶寅明聖經 的經驗之後啊 啊 好像呢 霍蘭貫通一樣 那一經通百經通啊 現在要來解 諸佛菩薩的這些智慧啊 漸漸的還能夠知道 講個皮毛啊 喔 這些文字呢 這麼深奧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看得懂 還可以為人家講受 那麼這也是我們要強調 一門深入的道理 一門深入 就是說你不要做通家了 你什麼都會 什麼都行 那麼呢 你就是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不行 你看我們道場 常常看到道清 喔 他什麼都會 那任言經也會 維摩經也會 道德經也會 喔 倫語孟子也會 喔 沒有什麼不會的 那麼也許他已經通了 也許呢他只是博學 那麼如果是通家 我們還是建議說 他在這個一個法門上 把他鑽研到底 鑽研深入 喔 深入到達到開悟的境界 那麼這樣呢 他才可以博學多文 所以上次有一個學生問我 喔 他認為呢 他認為呢 博學審問 甚思明辨賭行 他要開始了 來歷行這個工作 因為他想要帶領更多的 學生的修行人 那麼要引導他們 他需要博學 那我就告訴他 剛才我所講的 一門深入的道理 那帶火師團的經驗 我們都是 實戰累積過來的 那雖然後學在火師團呢 也沒有什麼多大的表現 但是呢 各種狀況還是都遇過 當我們在講我們的感受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感受呢 似是而非呀 因為火候還沒成就嘛 所以呢 遇到資深的講師來了 會認為說你這個講的不對 那麼 根據資深講師的說法 又碰到點團師來了 點團師會認為說這樣的觀念也不對 點團師有更深入的看法 所以呢 每一個人呢 有他火候程度上的表現不一樣 所以你要用什麼做標準呢 那我們夾在中間的人 也不曉得 只好呢 一步一腳印 在你那個程度就講你那個程度的話 那我可以講多少 就講多少 我可以度多少就度多少 所以呢 當然 我建議 現在的這些學士 學生 火師團的學生 應該呢 從一門深入下手 你喜歡學佛歸禮節了 你就好好的去研究佛歸禮節 去體悟去了解 你喜歡經典的你就好好的來學經典 那你喜歡去度人的你就好好的去在度人的功夫上 好好的下 掌握到一個原則 就是呢 這個外離向為產 內不亂為定這個原則 不要被外在的境界所染著了 所執迷了 那這樣呢 就沒有錯了 那這個 外離向 內不動 這個是心性上的功夫 你的內上的功夫 一定要呢 超越這個外網的功夫 內上的功夫沒有成就 你可能有外網的工業 因為外網的工業是 建築在內聖的道德上 你那個道德本體沒有了 你外在的這些 枝枝葉葉建得很漂亮啊 那是虛花假景 那是沒有用的 你看我們講道場 道就是內聖的功夫 場呢是外網的事業 那麼道跟場哪一個比較重要呢 那你會說都很重要啊 沒有錯 在我們現實的環境事實上 都需要 但是真正幫助你成就的 不是你蓋了這間大廟 而是你內在有道啊 所以說道場道場 你有道就有場 我只怕沒有道啊 我不怕沒有廟 這是德魏菩薩講的 那麼道場道場 我不怕沒有道啊 我怕沒有道啊 不怕沒有場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道場這個字詞啊 我們更要深入的去了解 我們自己內在的修為 內在的那個心性的了解 與證物啊 那個才是我們今天 白羊修士啊 所要掌握的第一藥物啊 今天不要再把說 四處去開荒燦道 四處去蓋廟渡人 把它成為第一藥物了 已經不是這樣了 後續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 現在的時局啊 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以前半道可以成道啊 但是呢 半道成道啊 那個是因為他建築在這種 那種 佛菩薩 那種 無緣大使 同體大悲的那一份 道德 人心之上 他沒有什麼體悟 但是呢 天恩師德 天命的加持啊 讓他的這樣的一個行為啊 來成就他的道德 那以前的人心單純啊 老師說了什麼 他就跟著什麼 前輩說了什麼 他就跟著做了什麼 以前呢是 很容易成就的 很容易雕塑啊 但是現代人就不一樣啦 在民國 民國大概 七八十年後吧 七八十年後 那麼整個社會風氣啊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那這個變化呢 那就是呢 生活物資啊 豐裕了 那麼 人心的那一份 精神食量啊 卻缺乏了 很明顯的 可以在七十年代以後的 那個社會狀況 那個人心啊 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七十年代以後 出生的這些小孩子啊 我們會發覺到說 他的這個抗壓性啊 絕對跟五十年代出生的 四十年代出生的人 一定是不一樣 那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小孩子啊 那麼他除非呢 真的是 特別立根的人啊 否則呢 他在道場的修行啊 絕對不會 比得上四五零年代這種修行的 他那種扎實的功夫啊 那所以 先佛常常講 現在是末節了 現在是末法時期了啊 所以呢 要修修自己的心性啊 修修自己的心性啊 那你要知道 你度的人 你認為說 度人來成就自己 可是呢 你自己的脾氣毛病沒有改 你的煩惱你的習氣都還在 所以呢 你的度人呢 變成一種福報 所以我們看到在道場很忙的人 那他的這個福報呢 有回饋到了 但是呢 他的心性呢 一點成長都沒有 沒有什麼成長 我們覺得很可惜啊 大家只知道 往外用功夫啊 不曉得往內用功夫 啊 往內用功夫啊 就是我們在這裡講的啊 佛頭用這麼多例子啊 來跟我們講啊 這個修行成就到這麼樣境界的人 都還會著魔 那麼我們這些人 又算什麼呢 我們根本沒有所謂的 可以聽到佛的聲音啊 可以見到佛像啊 佛的影像啊 可以呢 聽到呢 遠方的 親人 他的講話 可以一下子飛到 那個 很遠的地方去啊 我們都沒有這種能力 那他講的這些有能力的人 都還會著魔 所以反而有能力的人 有這些神通的人啊 是不容易成就的 所以呢 我們不需要去求這種 這些神通啊 不要去求 不要刻意去執著 去攀緣 所以儒家修行最沒有話講 儒家修行就是叫人 你讓人到手好 你在這個這個孝父母 敬天地 眾師尊 李神明 你就在這方面 好好的下 下你的恭敬心 你的平等心 你的誠意 誠意心 在生活上啊 好好的做 好好的力行 把這些做到圓滿 那麼 人到圓滿了 佛道就圓成了 那佛道圓成 那是因為他在人 到這些歷練上啊 已經成就了他 這個外離向為慘 內不亂為定 已經成就了這樣的一個功德 哦 見性 平等 他已經看到了這個心性上的 真那一份本來具足 本來圓滿的 那一份精神食糧 哦 哦 當然講到心性啊 也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質 哦 超越精神物質啊 那就是我們的良知本性 無極的狀態啊 哦 所以因為這個太高超太遙遠了 我們都沒有辦法 想像啊 你看太極而回覆到無極 光光太極那個狀態啊 世間人到現在解釋就不一定圓滿清楚 那麼要從戴琪回歸到無極 那麼佛陀講的 如來葬 我們要回歸到那個如來葬的樣子 如如不動啊 所以說 他說 本來就沒有修 本來不從動過 哦 本來也沒有所謂的無名 那所以呢 這個阿難問他 如果成佛的時候 還會不會變成眾生啊 那佛陀做了一個比喻啊 這個大地的金啊 你把它煉金 把那個金提煉出來之後 金就不會再變成雜金了 就是純金了 所以修成佛的人呢 修成佛的佛 他不會再變為眾生 但是呢 我們眾生又是本來就有佛性 這又是怎麼講 所以呢佛的講法 其實是講說啊 這個佛啊 他是如如不動了 他是不會再成為眾生了 那是純金啊 那麼純金呢 會有這些外來的雜染啊 會來贊負他啊 就是說外面的這些成員啊 這些眾生啊 會來干擾他 當有一個干擾他感應了 那他呢 他就起心動念了 譬如說他發生的這種悲哀 喜惡的現象了 那麼他就動心了 動心了就變成太極 太極就生兩儀 兩儀就生四象 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這麼樣的奧妙啊 所以呢 佛是不會變成眾生的 但是呢眾生呢 會干擾佛 讓佛不再變成眾生來度過他們 在任言經其實是這個意思 那所以說我們本來是佛 今天我們好好去修 把它提煉到純金 我們當然可以成佛 如果我們不是佛 我們要修成佛 那根本是只居無有 沒有可能的事情 就好像你主殺怎麼會成犯呢 摩磚怎麼可以做鏡呢 這是不可能的 以患 以患的方法 來要達成佛鏡啊 那麼這是不可能的 知見立志是無明的根本 你本來有頭了 結果呢 你去照相的時候 照鏡子認為說 解決人類的問題 絕對不是單單考慮人類的因素 最近在新聞報導上 看到 格林蘭的冰啊 已經融化成這種小塊的冰山 那四處在流竄 那麼這些冰呢 他們幾十萬年來 從來沒有融化過 現在呢 漸漸的在融化 連南極的冰 也沒有辦法 保留下去 現在像我們現在是冬天 冬天你看現在天氣還這麼熱 每一年都是暖冬啊 每一年都是暖冬啊 那麼如果說這些冰真的都融化了 我們世間 那些土地啊 土地上的這些生命財產 我們還能夠有什麼愚蠢呢 地都沒了嘛 人怎麼生存 所以 在現在 各國之間 有一個減碳的會議 在 哥本哈根舉行 那麼 現在還在進行 很多的環保團體 去那邊做抗議 尤其是小國家 那他們沒有資源 他們沒有能力 所以他們不得不呼籲 或者是說抗爭 希望這些大國呢 能夠釋出他們的愛心啊 來幫助這些小國 那他們的訴求呢 由於太過激烈 所以呢 會造成各種抗爭的現象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看到這些 這些太平洋的這些豬島 這些小國家 已經漸漸的不能夠生存 因為海水已經淹沒了他們的土地啊 所以他們必須呢 集起抗爭 集起呼籲啊 那這些大國家 會認為說你們國家沒有了 跟我們國家有什麼關係 我為什麼要拿錢來補助你們 我要花那麼多人民的血汗錢 來補助跟我沒有關係的一些人 所以呢 大國呢 會因為呢 各級的這種經濟利益的考量 而沒有辦法 來順利進行這種減碳的這種協議啊 那麼我們 從現實面來講 的確要這些大國 犧牲他們的權益 來分享給這些小國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麼這個 有什麼辦法呢 你小國你去抗爭 絕對呢 解決不了問題 那麼你所抗爭得來的 別人也不是心甘情願要給你的 所以呢 你的災難呢 註定要形成了 那麼這些小國如果 漸漸的不見了 那麼這些大國呢 也會一一被剝死 也就是說整個人類的文明啊 會漸漸的毀滅 那這個幾乎是沒有辦法 抵擋的趨勢 那這些政治家 乃至科學家 世界各國的 這些有心人士啊 在討論這個問題啊 都是從 這個 減量 減碳 這個濾化的能量 在這邊著手 但是說實在的 我們必須清楚了解 真正的問題 不是從外在在著手 哦 真正的問題是 我們內心的問題 那為什麼 這個碳的排放量 會不斷的增加呢 那麼為什麼 全球的氣候 會越來越暖化呢 哦 水資源越來越少 造成了人心惶惶 那麼這個 這些食糧 哦 基本的生活物資啊 越來越貴 所以呢 整個世界動彈不安的局勢啊 似乎呢 一觸即發啊 那麼我們 宗教人士 我們這些修行的人 面對這樣的問題啊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甚至說我們會不會認為說 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 那麼我相信 接受大道洗禮的人啊 他都 他不會認為這個 不是自己的問題 哦 也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的 解決人類的問題 你必須跟整個全世界聯合 聯繫起來想 哦 不是頭痛一頭啊 腳痛一腳這絕對是不可以的 因為那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像現在科學家 政治家所在用的 就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好你們這些小國家 土地沒有了 好那 就搬到大國家 畫一塊土地給你吧 哦這樣可以解決問題嗎 這些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孟子曾經講過一句話 天下逆 天下逆 源自已到 這個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 那麼科學家有科學家的做法 政治家也可以有政治家的做法 這些人都不相仿佩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人心的晚化 是整個天地結束 是否降臨 的主要關鍵 所以今天我們講到敬天地 這個天地啊 如果我們不是用一種非常謙卑 非常恭敬 一個一心 像他 學習的態度啊 來面對他 那麼我們遲早 會被天地所覆沒 那麼如果地都沒有了 人也沒有了 天沒有了 人也沒有了 所以天是人存在的依據 天地就是根本 天地呢 就是自然之道 所以我們到之中 第一句話講敬天地 每一個人現在 歸結的問題啊 就是在於 自己內心的那份 沉浸的問題 也就是說整個世界災變 的阻止啊 在依在於人心的那份敬意 你對天地沉浸了 天地自然就對你沉浸 今天 你對天地不沉浸 天地自然要反撲你 天地要用各種災變 海水升高 海嘯不斷的發生 地震 颱風 火山爆發 你看 我們地球所組合的這四大元素 地水火風 這個地水火風呢 不斷的受人類的 懇罰 爛財 過度的浪費使用 所以呢 這些物質呢 它必須要跟我們要回來 地你看地是土地 土地呢 爛墾爛法 森林 的這個地啊 越來越少 森林地越來越少 這個土地裡面啊 它就沒有養分 所以你長出來的農作物是沒有 沒有根的農作物 沒有果的農作物 所以呢 就造成糧食恐慌 現在呢 糧食變成一種黃金 叫做農金 那糧食變成恐慌呢 好大家呢沒有犯事了 水災 那水災 幾乎是每年都有的 不管是用什麼形式啊 那麼我們在我們台灣呢 我們看得到的是 颱風啊 去年八八的颱風 我們沒有辦法 來化解 那表示呢 我們的這個善的力量啊 沒有辦法去對抗這種惡的力量 整個台灣人心的那個惡的力量 已經主導了這一切 那修行的人沒有辦法轉化 所以呢 水就形成 它需要報復的方式 來向人民討回來 火 火災 火災 火山爆發 這個山林大火 或者是說這個整個城市中這種火災的事件頻傳 那麼最大的火啊 就是我們說的 碳的排放量 碳的排放量衝 衝到這個天空之中啊 結果呢 把這個整個地球包覆住了 那包覆住了之後呢 太陽光照射進到地球 造成地球的這種空調啊 失失衡了 失控了 溫度呢排放不出去 所以呢地球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所以冰山就融化了 那冰山融化了 這個天災地變的現象就越來越明顯 這個是火 風呢 風就是一種流動的 各種流動的現象 我們說颱風 我們說预風 我們說各種 這種寒流 這些啊 都是屬於風的現象 甚至呢乾旱 這個都是 那麼 風呢 也是人心沒有辦法 去 穩定它 也就是說人心吃動 人的那個念啊 波動不移啊 所以造成這個風的流動啊 就非常的快速 人世間的變化了 非常的快 霧幻遷移啊 霧幻遷移啊 滄海商田 這個變化太快了 這個是風的現象 所以你看 從整個自然界 來看我們天地的現象 會發現到說 現在世間的災難啊 只有一種辦法可以解決 那就是透過教育的方式 來告訴世人 要靜天地 要靜天地 我們下一句還會講到 李神明 靜天地李神明 這個部分啊 是當前 解決我們天地災難 問題的主要關鍵 人們不敬了 人們不敬了 以前呢 我們 如果說吃飯 那個米粒啊 掉到飯桌下來 那個大人就會罵你 你啊 偷坐啊 你怎麼可以亂丟 把這個米粒啊 吃到這個餐桌下了 哦 你不能夠用 用手指 指月亮 不能用手指這個太陽 這個呢 都是我們小時候 大人告誡我們的 那麼尤其是 在儒家 古時候這些讀書人 遇到這種 天地的災變啊 他們一定要呢 這個 靜坐 在這個書房裡面 在大廳之中啊 靜坐思過 哦 祈求呢 上天息怒 忍著那一份信念啊 來呼應天心 希望呢把這個災難呢 降到最低 那所以我們為什麼常常說啊 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個君子 住在這裡 那麼這個地方呢 天災地便就會很少 甚至沒有 那如果有一個賢人 有一個聖人 住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的百姓呢 就有福氣了 所以啊 我們在還沒有要求 大家做到成敬之前啊 第一個自己就要做到成敬 我們至少要讓自己達到君子的標準 你看古時候的人 他每天呢 要向上天呢 祷告 這不是宗教儀式哦 這是一個士大夫 他應該做的一個動作 我每天呢 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好壞 無私地向上天 呈報 哦 你的心呢 一心向上天表白 那麼你的這個家 就因為你的懺悔跟感恩 所以呢 這個家呢 就得到了 他的一個化解的力量 我們是說 對災難化解的力量 那麼如果說這個人 他的德性 能夠避應到 整個縣民 我們現在說公司 或者是說 這個他的單位 他的德性呢 如果能夠擴起到這樣 那麼他的整個這個團體啊 這個單位啊 他就會得到永久的庇護 那就好像我們當時 老前人住世 老前人住世呢 他是一個聖人 所以呢 他在世的這段期間呢 台灣就可以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至少沒有什麼大災變 可是老前人已經不在了 那整個天地呢 台灣可以說 亂的一塌糊塗 你看首先 首先來的就是 九二一大地震 那接下來的這種 天災地變 不斷的發生 我們如何解決 今天講到淨天地 天地是萬物生成 賴以為之養的根源 天給我們成形 地給我們之養 所以天地呢 有大德大能 天地的大德大能 那他用道德方式啊 呈現在每一個患物上 每一個個體生物上 那個體生物之間呢 有相生相克的作用 相生相克的作用呢 就造成整個天地 這樣多元的變化 那所以 我們如果今天 眼睛打開 你能夠從床上起來 這個是 無限的天恩 你打開門 面對 面對整個世界 那是無限的天恩啊 在支持著你 你才有辦法這樣子 我以前照顧過我的 母親 那他到了晚年 不良於行啊 吃喝拉撒睡 都需要靠別人 那他如果說 突然可以起來走路了 那我們是不是要感激替靈 因為他沒有辦法 從床上自己爬起來 所以一個人能夠從床上 能夠起床 又走到世界去 那你還可以去做各種事情 無限的感恩啊 真是天恩啊 你再去做壞事情 那你真的是 對不起天地啊 我們天恩師德 給你這麼多了 結果呢 你用了這麼莫大的天恩 去做壞事 去做惡事 去做貪生吃的事情 造成今天的社會 沒有辦法挽救 的一個劫難 那現在到底還有沒有辦法挽救啊 有啊 現在還有辦法挽救啊 只要呢 我們能夠回歸天地的教化 用成見的態度來面對天地 我們講的天地是包括萬事萬物喔 天不是那個有無 我們看得到那個天空不是喔 地也不是我們看得到這個大地喔 那是一種表象啊 真正的心地 在我們身上 我們的這個性就好像天 喔 我們的心就好像地 那麼 信天心地啊 我們這一份能夠把它保養好 存養好 把它呢 公公盡盡的 把它護養好 那麼整個天地呢 就會變得很好 這個就是說 我們整個人的問題啊 必須 把整個世界聯繫來想 小宇宙啊 必須跟大宇宙聯繫來想 聯繫在一起 你這樣才有辦法完全解決 真正的解決 所以解決問題呢 不在外面 不是靠 單單靠科學家 那些 減碳 減碳的這種 節能的方法 當然他們那個也是方法 可是呢 不是究竟的方法 究竟的方法 是忍忍回歸道 回歸沉靜之道 那麼我們到底要怎麼做呢 你的性 本來是清靜的 所以呢 你要回歸到清靜 你的心呢 本來是圓滿的 所以呢 你的心要回到圓滿的 很完美的那個狀態 這個呢 就是進天地最好的做法 我們說心 這個道之中子 講 講人 跟心性的關係 人跟社會的關係 人跟自然的關係 你看我們道之中子 這二十一句經文 通通離不開這三種關係 今天我們講到第一句 進天地 好像看起來呢 是表象的天地 表象的天地 我們也應該進 也應該遵 那個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如果說這個 這個靜 不管是理靜 成靜 或者是說呢 這個敗靜 如果不是出自於你內在的那一份 闖的力量 那麼你這個靜 還是要打折扣 你沒有辦法像天地一樣 這麼樣的謙卑 這麼樣的浩瀚 這麼樣的廣大 這麼樣的無限 那麼你永遠不曉得天地 的那種智慧跟力量 那麼回歸到我們這個小宇宙 我們的性是清靜的 性是平等的 性是覺悟的 所以我們要讓自己呢 回歸到那個子於至善的那一面 好啦 這個我們本來是具有的 但是呢我們今天做不出來 好像說太陽本來就在了 可是呢今天呢 看不到太陽 看不到太陽 那是因為烏雲遮住了 烏雲遮住了 你把烏雲把它掃開就好了 那這個烏雲呢 就是我們心事的變化 也就是說呢 性呢它透過心的作用 它能夠呈現出來 所以性呢你看不到 你也聽不到 你也感覺不到 但是呢它如如實實的存在著 它透過心的方式 讓你顯現出來 所以心如果是 這種清靜的狀態 它所顯示出來的就是圓滿的 那個性的本體 本質具足 本質清靜 本質圓滿 所以我們的這個智慧 德能還有向好 這些呢 在我們身上都可以看得到 智慧是圓滿的 我們的道德 我們的能力 所謂的才德兼備啊 都是我們應該有的 向好 這個外在 外在的這個向 是受到肯定 讓人呢肅然其境的 所以你看這些諸天仙佛 他們的向都是這樣子 他們的智慧德能也是這樣子 因為呢他們的性呢 就是親近平等覺悟 所以呢 我們今天談到這裡 把晉天地的對象 把它收射到我們的心性 我們就通了 那你看 天生地養 天生我們這個肉體 地呢養我們這個肉體 這個是生 但是呢 身裡面又有心跟性 那心呢會演化成 身的樣子 然後你存在這裡 讓你依存在這個天地之中 那所以呢 這個身裡面的身心 如果不是聚足在這種很清淨的狀態 很有智慧的狀態 那麼這個身呢 可能就會造作 造業或者是說造罪 那身又代表天地啊 所以呢這個天地呢 就造罪了 就是我們看到的天在地邊 所以人造罪了天才會有天在地邊 這個道理呢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你看那個 江本聖 他所做的這個水的實驗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也有看過 在網路上也廣為流傳 那麼佛教的金鐘學會啊 特別在強調這件事情 那麼水有見聞覺知 水會因為人的意念啊 來改變他的分子結構 那麼水是礦物啊 水可以改變 那麼其他的東西也可以改變 我可以改變 米 麵 我們的食物 甚至呢我們改變我們的住家 住家的這個磁場 住家的每一個事物 這個都是依靠我們的心 來做改變的 所以為什麼說 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啊 這個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這個地理呢 本來是不好的 但是呢因為福人來住了 所以呢地理磁場變好了 那這個就是絕 絕對的道理啊 你心不好 你跑到什麼樣的好的環境 那個環境也會變 被你搞壞掉 這好環境怎麼來 好環境依照心來的 所以我們到之中只講 這個人跟心性的關係 人是我們這個身體 那麼心跟性的關係 我們必須把它弄清楚弄明白 自己如果都不清楚不明白了 那麼你禁天地理神明 接下來這些愛國宗士 孝養父母這些事情 你完全不曉得你在幹什麼 那麼跟不懂了其他的 其他的作為呢 都只是人云亦云 都只是呢 兩兄對白 那這是沒有意義的 那回歸到我們今天講 禁天地 禁天地用什麼禁 用清淨心來禁 用平等心 用覺悟的心 你看清淨心 我們的心本來是清淨淨淨的 本來是不受污染的 就好像水 那個水呢 你看跟牛奶 泡在一起就變了牛奶 跟咖啡在一起就變了咖啡 但是那水還是水 水的本質完全沒有變 那個H2O的質都還在 它不受污染 我們看起來好像水受污染 其實水沒有受污染 污染的是那個污染的東西 附在它身上 只要把那個污染的東西把它拿掉 那個水還是水 那我們的性也是一樣 性永遠是清淨的 那性今天不清淨的 就是因為你的心是變化了 你把那個性掩蓋住了 我們的性呢 對待萬物一底 是平等的 平等的就是說 每一個人呢 都是他那個小宇宙 每一個事物的都是一個小宇宙 這個小宇宙呢 組成一個大宇宙 所以我們常常講 老母是本靈 我們是分靈啊 那麼我們這些分靈 合起來是不是就是那個本靈啊 就是那個明明上帝啊 就是老母啊 所以我們今天哪有說 誰比較大呢 沒有比較大 大家都最大 大家都是第一啊 你說這個 玫瑰花 最漂亮 還是牡丹花 還是蘭花 還是蓮花 我們說不出來 你要怎麼樣比較這些花呢 你沒有辦法比較 各有各的特色 各個都是第一啊 那你說玫瑰花是 跟這些花都是第一 那麼那個我們 台語說的 銀鴨灰呢 那個銀鴨灰長在水溝旁邊 長在路旁沒有人看的那個花 那也是第一嗎 那也是第一啊 哎 銀鴨花是第一啊 玫瑰花 玫瑰花它是它的艷麗 它代表的那一份愛情 那一份情 那是第一 康乃欣 它的清秀 代表的親情 是第一 蓮花 它的脫俗 挺拔 蓮花的那一份 那一份高尚的心 那代表的這種道心 的清高 第一 菊花 菊花是蚊子彬彬 代表的這種菊子的修為 第一 你看各個花都有它各個的這種表法 所以 你哪有辦法比較什麼花跟什麼花是最好的呢 你說不出來 我們的五官裡面誰是第一呢 你會說頭是第一 那腳要抗議了 腳才是第一啊 你沒有腳你頭要走到哪裡去啊 好啦 腳說第一呢 手手要不要抗議了 那你腰要不要抗議啊 那你其他的 毛髮 其他的器官你要不要抗議啊 大家都想做第一啊 大家都認為它是第一啊 其實每一個都是第一啊 哪有誰是第二 沒有第二 我們要知道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沒有第二 那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是平等 這樣就是恢復性體 這樣才是真正的淨天地 所以當你在淨天地的時候呢 你就不會去隨便的 爛採爛啃 你不會欺負河水 你不會跟水爭地啊 因為呢 他們有他們的水道 河道 有山林之道 他們有他們的道 你去把他們的道搶過來 變成你的道 結果呢 他就生氣了 那有一天呢 他有力量了 他就把你反撲回來 把你搶回來 就造成一種抗爭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呢 在萬物之中 每一個都是第一啊 河水第一 水溝第一 這些樹木第一 花草第一 每一個都是第一 那這樣呢 就對了 這樣就是淨天地的態度 我們說清淨平等的態度 那這個每一個萬物呢 都有他表法的意義 我們說這個玫瑰花 玫瑰花表那個愛情 那種忠真純潔 那個是第一 就是他的覺悟的一個本性 我們說悟 悟的本性就是這樣 你看到一個萬事萬物 你有辦法悟到你的本性 這個是悟啊 你看佛陀 閱讀明星 然後呢 就開悟成佛了 看到這個 星星在那裡一閃一閃 他竟然就成佛了 那麼厲害啊 因為他看到了他的性體 不是星星的性體喔 是看到了自己的性體 自己的性體 跟那個星星的性體 是合而為一 是一不是二 是二就有對立 是一呢 就是開悟 所以呢 他尊敬星星 他尊敬自己的心 心靈 所以他就開悟了 所以各個是第一 各個是親近 各個是圓滿 所以我們講到 敬天地理神明 敬天地我們敬的帶度啊 是各個是第一啊 那麼 你今天就不會亂丟垃圾 喔 你就不會呢 這個丟 這個 把這個米石啊 亂倒 亂丟 你會很珍惜的去使用它 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 譬如說這一支筆 你把這支筆的功能 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 那這個就是敬天地 最好的表現 因為你知道他的性 跟我的性是一樣的 喔 我有佛性 他有法性 法性跟佛性是一不是二 所以呢 我會成佛 原子筆也會成佛 那你說原子筆也會成佛 這個未免太離譜了吧 原子筆哪會成佛啊 他有沒有修行 可是江本聖的博士的試驗不是告訴我們嗎 所有見聞覺知啊 水會依賴 依靠人給他的意念 而成就那種完美的那個分子結構啊 那麼水是礦物啊 這個也是礦物啊 也是礦物組成的嘛 那水可以原子筆當然也可以啊 好啦 那你問我說 原子筆什麼時候成佛啊 我要回答你 當你成佛的時候 原子筆就成佛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因為你的佛 一暴睡著正暴轉嘛 這個物質 是依附在 我們的這種身心的狀態之下產生的 也就是說這個物質啊 是因為你的心性 心性的狀態產生下來的一個東西啊 它是依附在你的心性的 那當你的心性圓滿了 當你的心性清淨 平等了 覺悟的狀態啊 那麼這一支筆對你來講 就是成佛的狀態 他隨時在講經說法 你看如果說我們 去聽過林昌庫在講禮天的狀態 禮天那個小河 那些小花 一草一木都在講經說法 所以呢你看 釋迦牟尼佛看星星 星星在講經說法 看月亮 月亮在講經說法 所以他會開悟 你看古時候的那些大德 他們不但地反規自信 反規民事一致 他們知道這個性跟萬物的性是合而為一的 每天都在做這個動作 所以有哪一天 石頭碰到石頭了 一生結果他就開悟了 跳進水裡洗澡他就開悟了 看到花開了他就開悟了 為什麼 這個是為什麼 我們必須要清楚了解 這個就是淨天地的一個結果 所以淨天地這個道理可以講的很深啊 當你的心性的開發 能夠開發到一個 進法界虛空界 那麼對於天地來講 整個宇宙 都是你的這種心性的充滿 心性的擴充 所以你看這個地球 這些三個大地 這些花草樹木 都是因為我心性的變現而變化的 所以我看他們 就跟看我自己一樣 沒有變化 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今天我們剛才在講 那些小國家 抗議大國家 要重視他們的生命的權利 希望能夠在這個減碳節能的會議上 能夠有一套標準出來 那麼這些大國家 如果能夠把這些小國家 當成像自己的手指 自己身體上的一個器官這樣看待的話 那他就不會那麼自私自利了 他就不會著眼於個人的 國家利益考量 而會去幫助其他弱小的國家 所謂季若福清 因為只有其他弱小的國家 你都能夠平等的生存下來 都能夠如此的立足於人世界 那麼我們這個肉體 我們這個全世界 甚至說這個大宇宙 這個大本體 他才能夠健康的活下來 這是一個很深奧的道理 你看在這個生態系之中 如果有一個環節斷掉了 那麼整個生態系是不是就破壞掉了 那生態系破壞掉了 那麼這些生態系上的這些動物 一個一個就要滅亡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身體 一步一步在走向毀滅 所以這些小國家如果滅亡了 大國也是一步一步接近毀滅 你要知道這個是連貫的 世界是一體的 不是只有顧自己 那自私自利絕對是搞不通的 自私自利的結果 大家都墮落到三二道 要重新開始 那麼儒家 大道的教化 不希望整個世界的命運走向這樣的絕路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不斷地來呼籲 每一個人都正視到自己 心性上的圓滿 智慧上的圓滿 道德上的圓滿 我們在我們的本位上 好好的來 立行我們的本分 我們對於其他的種族 其他的國家 甚至其他的動物 植物 都心存的一種恭敬 平等的態度 來對待他 那麼這個就是世界和平 就有指日可待 但是這個目標因為太遙遠了 所以儒家告訴我們 我們從父子有親 這個親愛開始 有等級的愛 那沒有關係 這個人性 但是呢 你要把這個親愛擴大 你不是只有愛你的小孩子 你愛你的家人 愛你的公司的這些同事 同學 整個社會的這些族群 愛整個世界 整個國家的這些人 都要和平相處 相親相愛 這個才是禁天地 最重要的一個做法 只有人相親相愛了 那麼天地才有可能 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態 你光是去搞節能 這個節能減碳 人跟人之間不斷的在鬥爭 你光是去鋪 鋪那塊布 在這個 冰棚上鋪那塊布 減少冰的融化 鋪那塊布 能夠解決問題嗎 我們不能夠說不能解決問題了 它解決一部分很局限的一種現象 但是問題 那個根沒有解決 解決之道是人 相親相愛 人要沉浸地面對天地 這個是今天 我們看到世界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2012世界毀滅 這是 瑪雅 瑪雅國 他的預言 那麼曾經也有一個預言 1999 這個恐怖的十字大王 會降臨到人間 人世間也會毀滅 但是1999沒有毀滅 為什麼 這個啊 我們只能夠說 大家都有一個預期心理 那麼大家都預期了 這一天 有人預言會是世界末日 可是呢 真正世界上的那個散的力量 就流露出來 希望呢 這個情況不要產生 希望呢 我們的人性的那種光輝 來撫平這個世界的傷口 讓這個恐怖的十字大王 不要降臨人間 不要毀滅世間 所以這個散的力量起來了 整個磁場的波動呢 又變化了 所以世界末日就沒有到來 所以你才知道說 這整個是人 新的一個變化 新的變化如果沒有掌握住 那麼 你很難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要 講天地之前 要把靜講出來 靜 那是良心的狀態 是對面對天地萬物 面對所有一切 所應該有的 一個修為 那就是靜 靜 做到深層的 那就是成 所以成靜是 連在一起的 靜是一種普遍的道德 但是呢在深層的功夫呢 就是要做到成靜 做到呢 一心不二 做到呢一念不生 這個叫做成靜 一念不生呢 就是說你不會起 分別 你不會起執著 你不會起對待 你沒有任何煩惱 你跟他呢 還有這個二的觀念 他是動物 我是人 不一樣 那就是二 他是小國 我是大國 那是二 他是貧窮的 我是富有的 那是二 所以因為有這個二的對立啊 造成整個世界動亂的根源 沒有辦法去阻止 只有人呢 放下那個分別執著 那個妄想 讓人處在這種 親愛和諧的狀態之下 那才有辦法達到 世界大方 達到了天地和諧 所以我們古時候那些皇帝做得好 天地的災難 下造罪集 閉門施過 災戒三月 讓自己呢 把這種天地災難的這個罪啊 降在自己的身上 不要降在人民的身上 人民都是我的子民 我是他的領導 我是他的主人 所以這個地方出了問題 主人要先擔過 皇帝要先擔過 這個皇帝有得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的民主社會 民主社會的這個制度 這種民主的制度 這個主人是票選出來的 所以呢 他對於他這個國家 那一份那一份的那種專注力 那一份的愛心 包容就沒有那麼多 因為那不是他的 他只是暫時來管理而已 古時候的天子 他是把整個國家當成是 他自己的生命財產 所以他必須好好的維護他 我們說家天下 那家天下呢 那家天下呢 還是有一些聖王出現 那家天下呢 如果說我們能夠 像搖順這樣子 這個也不是我 我這一家的天下 因為這個天下呢 跟我是沒有分的 天地的性在我的體內 我就是天地的性 但是我們也不要說了那麼遙遠 我們講到這種君主的制度 他還是有他的優點 這個優點呢 就是說他會 關心到 關心到每一個國民 那麼今天呢 有一個國民他受到災難了 總統不關心 總統不用關心啊 總統關心什麼 總統他是國家大事啊 他才關心啊 他關心你這個地區 你這個人民幹什麼 所以總統沒有責任啊 好像沒有責任啊 結果大家就罵 開始罵總統 總統不關心人民就罵總統 所以又形成了對立的二 那形成對立之後呢 這個國家呢更加動盪不安 你看 這樣的世界怎麼會 會和平 世界永遠沒有和平 那麼因為現在呢 太強調民主了 太強調民主 大家都想自己做主 擁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主權 所以呢 一有什麼不如意啊 就是 怨天尤人 就是罵政府 罵這些領導 總是 槍口就是對外 那所以 這些人 他內心存在那種憤怒 有沒有 有沒有把事情解決了 沒有 沒有把事情解決 沒有說政府來安撫你了 來補助你了 可是呢 你內在那份憤怒啊 你自己化解不了 你化解不了 造成你自己的墮落 造成你這個 跟世界對立 你永遠在對立的 這種環境之中 所以你永遠處在天災地變的國土 你可能會投身在 非洲這種 天災不斷的國家 處在其他的不好的惡徒上 這個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今天你還有一個福報 一個國家管著你 有一個政府可以讓你罵 那是你的很大的福報 今天如果都沒有人管你的 你要去罵誰啊 你看就我們上次講的 一條空船 沒有人駕駛的船 撞上了你的船 你根本連氣的對象都沒有了 你要氣誰啊 今天我們的國家也是這樣子 國家你把它看成是一個空的組織啊 它只是幫助人民事情上的協調跟運作 跟溝通 它不是讓你責罵的對象 你要知道啊 但是我們看到的社會現象不是這樣子 人們自私自利 民主擴張自己要求 要有權利 要有主張 自己要求更大的這種生存權 所以呢 就在不斷的那裡叫囂 謾罵 形成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問亂 人心的不安 結果呢天災地變更加不斷的產生 這個是 人自己造成的 不是天地給我們 不是上帝給我們 是人自己造成的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結果造成了天地不可收拾 只好呢全部毀滅 重新開始 那麼那你會說 可是有的裡面還有善人在啊 一些有遵守這些禮法的人 有修行的人 你不能夠把它也毀滅掉 所以呢這個就是道的產生 天降大道來拯救這些善人 因為你惡人你也講不聽的啊 怎麼救也救不起來的 你沒有根啊 沒有緣啊 大雨再大 你沒有根怎麼吸收 佛法再高 你沒有緣也渡不了你 你看這個地藏王菩薩在地獄 那他法力無編啊 你看他的感應這麼多 那照理講 地獄的眾生應該都已經被他渡光了 他法力那麼大 能力那麼強 地獄的 的眾生不但沒有渡空啊 反而越來越多 聽說現在還有十九層地獄 十八層已經不夠了 還有專門在官司之輩的十九層 因為這些人呢 害人最多 這個當然是聽說啦 但是呢這說明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呢就是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沒有往內觀 都是往外觀 往外觀造成自私自利的現象 越來越明顯 那麼自私自利的現象 越來越明顯 就沒有別人的存在 沒有天沒有地沒有萬物的存在 你沒有這些存在 那你沒有把這些人放在跟你一體的 你不要說跟他 把他看成像第一了 他跟你是一體的那種觀念 你都沒有 你只有自己 自己最大 自己最醒 自己最要被受重視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造成今天我們的天災地變 沒有辦法解決 那這種現象 如果我們今天不及力呼籲 極力去推動 這種道的宗旨 中華文化的教化 我們今天沒有人知道這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今天還有人在講道之宗旨 整個道的流傳 還有人在講倫理道德 那麼這個是世界的福音 我們希望這樣的福音 不斷地去流傳 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有大德的力量 在輔助我們 小德不斷地去流動 我們今天選擇 用流動的方法用科技 你看現在學校發展遠程教學 你不用出門 你只要在家 看網路看電視 所以你看網路電視 並不是壞事 要看你會不會用 你不會用這個科技造成世界的毀滅 你會用造成的富強康樂 那麼我們今天利用科技 把這個倫理道德的教化 把這種道之宗旨的這種 這種教化的力量 透過科技 透過光碟 透過這個媒體在播放 有緣的人自然會聽到 聽到了我們不求 他把它聽完 只要聽到一句話受用 趕快去做 趕快去做 趕快去力行 趕快去改變他的生活 改變他的家庭 救得了一個人 就救得了一個家 就能夠救了一個社區 一個社區 救到了就能夠達成 這個社會的救治 救助 我們說世界大同 那是指日可待 我覺得我非常有信心 世界大同 會有來到了一天 我很嚮往 孔子孟子周遊列國 這個 談道德 說倫理 弘揚大道 那樣的一個 作為 那今天呢 雖然沒有辦法 周遊列國 可是呢我們可以透過科技 透過媒體 透過我們的 這些光碟 來到處散播這種道德思想 道德力量 這種倫理道德的教化 中華文化的這個美德 希望透過這個小小的力量 來達到小德川流的作用 那麼這樣 也就不枉我們今天 我們這一生啊 來到這裡修學大道的一個目的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夠活在這個大道的自然之中 在這種 回歸到大道的畫域之中 讓自己呢 處在那種 身心安頓 清安自在的生活 這個是 我們講 進天地 最希望 達到的一個基本的訴求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大家早安 先天大道 先天大道 是還沒有開天地以前 就有的道 那麼有了天地以後呢 道 就變成了教 所以呢 叫做後天的教 那道呢 稱為先天的道 所以沒有所謂的後天的道 也沒有所謂的先天的教 這個我們要清楚 先天就是屬於道 後天就是屬於教 那麼我們今天講進天地 講到有天地之後 那就都是屬於教的部分 所以我們世間 有所謂的三教的聖人 在傳他們的這個心法 透過教化的功夫呢 來反歸先天 所謂率性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 那麼透過修道的方法 來達到一個 率性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所以呢 三教都是在講 性理心法 包括五教 也是在講性理心法 那只是因為 我們中國 自古以來 普遍接受的 就是三教的思想 所以三教的思想呢 在中國 成了中華文化的 一個主要的部分 那尤其是儒家 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主流啊 他是貫通各家各派 但是各家各派呢 也跟儒家呢 互相呼應 所以儒家講 純心養性 達乎忠術之綱 以忠孝為功德 那麼純心養性 是我們講 淨天地 其實上呢 儒家叫我們純心養性 其實就是純養我們 內在這個天地 我們講到 這個性就是天 心就是地 那麼性呢 它本來是圓滿 本來是光明 本來是具足的 但是呢 落入後天之後 由心的這個呈現啊 它有所謂的 好壞善惡 沒錯 對錯 是非這樣的分別 所以我們今天講 修道 修道就是要把心調到那個 跟性完全一樣 因為性透過心來寫嘛 所以呢 心當你調到跟性完全一樣了 你心所現出來的 就是性的那個樣子 性本來沒有樣子 但是呢 可以透過心 來呈現出那個樣子 那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拼清淨 平等 覺悟 智慧 具足 真誠 慈悲 等等的這些德性 都是 心跟性 的一個呈現 那麼儒家教我們 以忠術為綱要 忠術 在倫理裡面講 禁己之謂忠 那推己之謂術 那麼忠這個字 一直是儒家 他所強調的一個得犯 那麼甚至忠 包括了孝 因為孝道的推廣 是到了忠 所以達到忠 就是達到孝 那他說忠術之剛 就是當你進忠了 當你進到你的那個本分了 你進到你的這個良知本性了 那麼這個就是忠 那術呢 術就是也幫助別人達到 這個良知本性 哦 推己己人啊 儒家講正己成人 所以呢 要讓自己達到這個忠 你必須呢二六十忠啊 時時時刻刻啊 不能離開這個道體 離開這個心性啊 所以當你在進天地 的這個同時啊 其實就是 在涵養自己的心性 哦 所以進天地從哪裡進 從你的心性上裡面進 當你的心有一絲好的染鑿 哦 一絲好的偏頗 一絲好的欠缺的時候啊 那麼你的這個 性啊 就不能夠完全顯露出來 你的心就有所偏頗了 你就沒有達到完全的涵養 所以儒家講以忠孝為功德 哦這個 建功利德啊 在忠孝的基本份上 好好的來下功夫 就可以達到純心養性 就是進天地的一個功夫啊 所以儒家講的是我們生活每一個環節都必須要注重的 所以儒家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呢 很不容易做 你必須在三綱五常五輪八德上啊 做到這個忠孝的這個功德 把人的本分做好啊 那這個就能夠擴及到其他的宇宙萬物 這個是儒家講 這個是儒家講 存心養性 哦 因為呢 日跟月呢 是同時存在 你有日就有月 你有這個白天就有晚上 你光講白天不講晚上 那個是 說不過去 但是呢我們所講的 現在強調的都是講白天 晚上呢把它忽略掉了 晚上休息 晚上看不見 那麼這個部分就沒有講 沒有講不是沒有 所以道家的這個思想啊 是沒有講 沒有講不是沒有 他是在默默支持 各種各種教法 所以他講修心練信 通呼陰陽之妙 你看陰陽之妙 如果說白天叫做陽 那麼晚上就是陰了 那麼道家呢 就是要讓你知道 你這個 這個 修心練信啊 修 修 在白天的時候呢 你可以完全的斬鬥 可是呢晚上的時候呢 你要完全的守靜 你要動靜呢 都能夠 合一啊 這個就是通呼陰陽之妙 那麼陰呢 它是守柔的 它是守靜的 然後 當我們動久了 當我們呢 鋼劍正直了 已經是行此一段時間之後 那麼我們必須要用 柔弱之道 柔順之道 來沒守 所以到家教人家要靜 透過靜呢 來讓你知道陰陽的這種變化 也就是說 當你晚上在休息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這個白天的作用 所以這個道家呢 真的是 是一個很無為的一個學派 所以 後學一直認為說 我們中國 為什麼同時 同樣的時間跟空間 會出現兩個聖人呢 孔老夫子跟這個太上老君 幾乎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那麼一個時代為什麼需要兩個聖人呢 而且呢 在同一個這個環境呢 那可見呢 這已經說明了一個現象 就是陰陽之妙 無為跟有為 必須互相配合 那道家專講無為 用無為做單要 無為呢就是說 我沒有所作為 但是呢 我讓你有為發揮到極致 你看有為如果是 這個白天 那麼我晚上好好休息 這個儲存能量 我默默的這個支持你 那白天呢 讓你好好的發揮 這個就是無為的 的妙用 這陰陽之妙啊 這個是 就是 要去 懂得 能夠 知道 守盡 守柔 能夠捨 這樣的人啊 他才能夠 通乎陰陽之妙 所以 這個無為的單要 真的是 無為心啊 純無為心做有為事 無為 我們現在知道 已經不是 叫做無 什麼都不做 無為是無所不為 那麼無所不為 他是用無為的這個心啊 在支持他 所以他呢 也能夠成就 所有的一切 萬事萬物 宇宙天地 這個是道家的 一個學術理論 那佛家呢 本著民心見性 真乎波羅茲基啊 那麼他的民心見性 就是指指人心 點出我們人 本來成 成聖成佛 那一點至善 波羅茲基呢 就是 智慧的硬化 我們這個肉身啊 降臨在這個世間 我們必須有 這個智慧啊 來硬化這個 後天的這個一切 你要懂得去對應 甚至呢 你要懂得去度化 這個是波羅茲基 那麼我們智慧呢 是 跟我們的心性呢 是一體的 心性怎麼樣圓滿 智慧就怎麼樣圓滿 那麼心性怎麼樣無限 智慧就是怎麼樣無限 所以智慧 智慧流露出來 就是自信的一個表征 所以波羅 波羅成為廟智慧 那麼他加一個廟呢 主要是要跟世間的這些聰明 有所分別 聰明不是智慧 聰明是四字變聰 聰明是知識學問 真正的智慧 是能夠導引你生命的方向 讓你知道如何面對整個人情事故 你要懂得 要如何處理 尤其是天地的課題啊 如何讓天地跟生命合而為一體啊 你要懂得知道原來天地就是我的心性 這樣的一個認知體悟 那就是明心見性 就是呢達到這個波羅的妙志 所以佛經 在這個波羅經上啊 是一部很大的一部經典 那他呢 講講講講述到人的那一份 那一份這種波羅妙志啊 這種心性上的圓滿啊 這個是在我們中國學術裡面呢 是很少看得到的 所以中國學術加入了佛家之後呢 整個呢就圓滿起來了 照理講儒家跟道家已經把陰陽合起來了 但是呢後來又加入一個佛家 佛家呢就把這個方外跟方內又合起來了 方外就是講超世間的 那麼超世間的跟這個陸世間的 合而為一啊沒有分別 這個是佛家的作用 那所以這個三派的學說呢 形成中國三大巨流 影響的後代人心啊 這是我們從今天地談到 魯士道三教他們心性上的一個主張 所以要達到妙智慧 你必須要存著菩提心 菩提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清靜、覺悟、真誠、慈悲 這些等等的德目啊 就是菩提心的 所以儒士道三家其實呢是 不分而分 分而不分啊 那麼印記 印憲來成全度化各種人 那麼你喜歡佛家的 你就用佛家的民心見性 你喜歡道家的 你就用道家的修行戀性 你跟儒家有緣的 你就用儒家的純性養性 那麼不管你是用 哪一派學說的思想啊 都是離不開那個理靜之道 那個成靜 那個那一份恭敬啊 那一份靜的心啊 你都必須拿出來 你都必須的入手 所以真正的入手的那一份靜啊 是達到這個一念不生 你沒有什麼任何的念頭 沒有分別沒有執著沒有妄想 當你一切都可以放下了 那麼你所進入的那個 那一份力量啊 就是靜的力量 所以為什麼說呢 這個禮記 禮記驅禮第一句話 他就是在講 無不敬 他第一句話就是無不敬 你對於天地萬物 你對於這個人情世故 你對於所有的一切 都是無不敬 沒有不共敬的 要做到了這個 你的心啊 沒有這個分別執著 沒有起心動念 那個是真正的恭敬 所以呢 在這個世書註解裡面啊 他這個 有一個犯事啊 他在註解禮記 他特別講到 學者必悟知要 知要者能守曰 守曰者足以盡博矣 經禮三百 驅禮三千 亦可以一言以蔽之 曰無不敬 經禮三百 驅禮三千 也就是說所有的禮啊 那麼用一句話呢 來蓋鍋就是無不敬 那所以你對於萬事萬物 你必須共敬 對於這些人情事故 你必須共敬 那天地呢 就是包括了整個人情事故 跟宇宙萬物 你都必須共敬 共敬的來源 是起自於心性 心性是我們今天 必須努力的方向 所以修心養性 所以這個純心養性 修心連性 明心見性 都是在做 淨天地的功夫 所以才知道說 淨這個字啊 是古來聖賢人 佛菩薩 下手的入手處 你看 在倫語裡面 孔老夫子給我們的視線 他說呢 子入太廟每次問 然後就有人說 所謂周人之子之禮乎 入太廟每次問 那子文之曰啊 是禮也 那麼他這句話的意思呢 就是說孔子入太廟 太廟就是祭祀 祖先 就是周朝的祖先 的一個地方 稱為太廟 那麼呢 太廟裡面的禮節呢 是非常繁複的 所以呢一般人 如果說要學習 太廟裡面的禮節 他必須要把每一個 這個動作 每一個這種 這種禮器啊 甚至這種擺設啊 你要都要很清楚 那所以呢 孔老夫子呢 對於這套呢 很有興趣 所以每看到一個 器具啊 他就問 每看到一個擺設 他就 他就發問 每次問啊 每次問啊 然後人家就嫌他 說啦 哎呀 這個周人 周人就是 周 這個地方的人啊 這個地方的人兒子 怎麼會是知禮呢 孔老夫子那時候就以知禮為命 然後人家就說 這個人怎麼會知禮呢 根本都不懂啊 那個也不懂 那個也不懂 什麼都要問 那孔子 才說啊 是禮耶 我是因為 要心存恭敬 心存恭敬的態度來問啊 雖然這件事情我已經知道了 但是呢 我還是要心存恭敬的來問 不管是對於當事人 那個組長 理官的人 還是對於這件事情 或者是對於整個歷史的淵源 我都要存著這種恭敬的態度 來面對他 所以 面對他我就是用問的方式 所以孔老夫子才說 是禮耶 這個就是禮節啊 我來到人家這裡 表現出這種謙恭的態度 這種謙卑的學習 把每一件事情呢 詳詳細細的都問過 那麼你問 恭敬的問 人家就很樂意告訴你啊 但是就是因為問太多了 所以人家會認為說 他到底懂不懂禮 那孔老夫子才說啊 我這個就是在眼底啊 你看這個禮 是多麼細微啊 真的是講到禮啊 孔老夫子 以身作者給我們做得最好 那禮的態度就是一種 禁 太廟是祭祀鬼神 祭祀天這個祖先的 那所以祭祀的禮之中啊 那所以祭祀的禮之中啊 用透過這個禮啊 來達到自己內在那一份心 就是禁 就是禁 所以你看這個禁啊 是很深的一個功夫啊 我們如果說把佛家比喻為定功 那麼這個禁啊 在佛家裡面就是所謂深層的禪定 所以孔子這個是四禮耶 那他已經入了深層的禪定 所以呢他才有辦法說每次問 把這個禮節呢 通通的把它表現出來 那一份謙卑 那一份這個恭敬 那禁天地啊 這個禁字啊 是所有人 修行人 必須要好好的把握的 我們再看看佛家的 佛家的這個普賢菩薩十大院裡面 禮敬諸佛 第一條院就是禮敬諸佛 那諸佛代表圓滿 禁虛空騙法界 我們儒家不講禁虛空騙法界 我們講天地 所以呢 這個禮敬諸佛 就是禮敬天地的意思 因為天地呢 在中國人的觀念就是禁虛空騙法界 所以普賢菩薩第一院也是講禮敬諸佛 那麼孔老夫子 第一格作為 也是在講禮敬 我們道之宗旨 將禁天地 擺在第一格 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這一件禮敬諸佛 這麼樣的重要 那你看禁在我們的修行上 你如果不實實存得禁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有成就呢 我們說天恩施德 上課前講 感謝天恩施德 你的感謝是發自於什麼 發自於那一份 這個 成敬的心啊 那如果不是發自於成敬的心呢 那麼你的講 講的天恩施德 你只是口頭 口頭的天恩施德 是喊破喉嚨也枉然 你講破了 你都沒有沒有恭敬心啊 你找這個祝天仙佛 求祝天仙佛 講破了也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你不是發自於成敬 所以你不是在感謝天恩施德 你只是在做樣子而已 那麼真正的感謝天恩施德 是你在存心養性 修心練性 明心見性上 你真正的做到功夫了 這裡講忠孝 無為 菩提 你真正的follow出來 這個的才是敬 感謝天恩施德之後呢 你面對的觀眾 面對的這些班員 你所講的課 那你講課呢 你也必須要存著一個功勁的態度來對他們講 要氣理氣機的講 不是按照你準備的講 按照準備的來講 其實呢這個就是呢 功夫不夠 勁的功夫不夠 你才必須按照準備的來講 第一個你就沒有辦法氣理氣機了 你講的有道理 可是呢有道理人家聽不懂 人家聽不會那也沒有用 那麼你氣機了 你呼應了這個聽眾的講法了 可是呢 你講的沒有道理 所謂氣機不氣理啊 那是魔說啊 魔很喜歡 表演這種氣機的現象 好現在眾人喜歡聽什麼 我就講什麼 大家喜歡聽這些貪生吃愛的事情 好我就專講貪生吃愛的事情 哇大家鼓手說講的好講的好 然後 我們看當年道場在講課的 這些過程當中啊 我們認為講的好的 是真正的要氣理氣機那才是要講的好 那他講了一大堆故事 講了一大堆笑話 讓人家笑 結果來講完了 內在的心靈一點提升都沒有 那這樣的怎麼能夠叫做氣理氣機呢 那麼你講的這個課啊 你沒有盡 你沒有達到盡 沒有沉浸 你沒有沉浸就是一種傲慢 你對於扮演傲慢 所以呢 你講這段課了 毫無功德可言 為什麼 因為不是發出於你的沉浸 那麼你說我這個 真的是修到功夫很淺 我只能夠講到這裡 我只能夠講到這個程度啊 那也沒關係啊 你就用你的程度好好的來講 好好的講 我們說好好的講 真的是很謙卑很恭敬的來講 真的是戰戰兢兢 臨冤履伯這樣來講 然後把他講述出來 那麼聽的人呢 他一定會感受到你這份沉浸 那麼在他的心裡 就會激起一份 這種生命的激盪 那麼在道學上 他就會發露出些微的智慧 有時候講的人呢 他的智慧呢 是在講之中 發露出來的 因為講的是 講給自己聽 別人只是來評論你 你講不是講給別人聽 除非你是看護的人 你講給自己聽 好了 你有聽進去了 那麼你也是一種恭敬的態度 好 因為天地 我們說進天地 天地是我的心性啊 所以 你要恭敬天地 你要讓你的心性流程出來 這個呢 是敬 好聽 現在講課 你面對聽眾 那麼你 面對你的 內容 你是不是有恭敬 也就是說你講的 裡面的這些 這個裡面的內容啊 你是不是符合 這個聖賢人的旨意 在講 孔老夫子說 無術而不作 術而不作是什麼意思呢 我沒有心的創作 我沒有加入自己的作為啊 我只是傳述古聖的一個說法 所以啦 叫做術而不作 所謂佛佛回傳本體 私私密賦本心啊 那麼我只是將古聖人 他所傳下來的 意思啊 再把它傳下來 傳下去而已 我講的都不是我個人的意思 這叫做術而不作 所以你看 同樣的意思 在佛頭裡面 他也講過 那金剛經 他講說佛 沒有一法可書啊 沒有講任何法 如果你有說 你說佛有講法 那麼你是半佛 佛明明講了這麼多的經典 怎麼會說沒有再說法呢 因為佛他所講的法 他不是自己說的 他只是傳述 古佛所傳導的意思 所以把古佛的意思 再把它傳下來 再把它說出來 他沒有加入自己的意思 他沒有個人的 這種私人見解 沒有發明 沒有新創作 都是古聖賢的 原子原意啊 所以你看這些聖賢人 他們所講的 是如此的恭敬 如此的謙卑啊 他怎麼敢有自己的創作呢 所以為什麼老前人 他不喜歡到場這些新花樣 新民堂一大堆啊 尤其是很反對立案 這就是為什麼 因為呢 老前人他所做的 完全是根據 這個古聖人 師尊師母 以前的祖師留下來的 以前祖師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我沒有新的東西 我不加入私人的見解 你看私人的見解 你看我們講思想這個思就好了 心上有甜 甜呢是一個一個的 你的心呢已經被化成一個一個的 這個叫思 想呢就是心上有像 你的心上有像啊 那你就落入分別之所 所以思想是一種 對自信來講是錯誤的 一種呈現 聖賢人沒有思想 沒有思想 他完全呼應古聖賢 呼應古德 呼應這些古佛 所以講素而不做 那麼我們試著要問啊 這古佛到底是誰 古聖到底是誰 說穿了古佛 古聖就是我自己啊 就是我們那一份良知良人啊 我們那一份良知本性啊 就是古佛啊 就是古聖啊 如果我本來就是佛 佛所講的話沒有錯 聖人講的話沒有錯 眾生都 都可以成佛 人的人皆可以為遙順 那麼我也是佛 我也是遙順啊 我本來是佛 所以呢 我傳述的這種理念 應該是佛的理念啊 但是今天呢 今天你加入了個人太多的寫之寫見 加入這些寫之寫見 加入個人的思想 所以呢你已經偏離了佛的旨意 偏離了聖人的旨意啊 你不是禁天地喔 你不是佛佛回山本體喔 你也不是素而不作喔 你是不斷的在創新喔 那不對喔 古大德教我們 我們是圓湯化圓食啊 遵從古聖先顯的意思 立天地之心 率生命性命 既往上絕血 開萬世太平 我們就是做這件事情 所以要為天地立一個心 那個心是什麼心 就是古聖古佛的心 這個心呢 是流傳後代永不變化的心 那個心呢就是完全是 性體的朗性 性體的對照 所以回歸到佛的境界 當這個性透過心 是呈現出來的 是圓圓滿滿的 是這個劇主的 本不生滅的 本無動搖的 沒有加入個人的知見 個人的想法 個人的思想在裡面 這個是空老夫子講 素而不作 我們講 禮靜諸佛 為什麼普賢菩薩第一條願 就是禮靜諸佛 要懂得這個境啊 真的是我們修道忍 必須下功夫的地方 而且呢 是第一個 你要存有的這一份功夫啊 你必須把它修煉出來的 這一份功夫啊 生活之中 時時不離開 那一份功敬的心 所以古德講 一分成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 你對於天地 有一分的成敬 你就有一分的利益 對於這個古聖先賢 你有十分的利益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你的心呢 是完全敞開的 你的心呢 是完全性底的朗狀 沒有個人的這種 妄想 分別執著 以及煩惱 完全的打開了 就是完全的加持 讓古佛古聖啊 那一份智慧 那一份德忍啊 完全流過你的心頭 這樣的那個境界啊 那是屬於開悟的狀態 入聖身禪定的狀態 你跟整個古人 整個這些古聖先賢 通通交融在一起 我們說天地就是這些 這些古德 古智慧 我們說 這些良知本性 通通交融在一起 所謂的性海般若 那是真正的一個 近天地的狀態 我們 我們今天呢 沒有辦法 達到這樣的境界 所以呢 必須透過离 我們下一段呢 會講到离 所以 靜的狀態呢 是讓自己 對於事物無不靜 喔 所以為什麼 普賢菩薩講离靜之佛 虛离講無不靜 真的是一言以蔽之啊 修道如果沒有從 靜開始入手 那麼你的修道功夫呢 不能夠得利益 這個就是我們 靜天地啊 所要 告訴我們 你看古獸的人 他們 如果說遇到的各種 打雷啊 刮風啊 下大雨啊 下得非常的 猛暴啊 狂烈啊 好像天地在震怒的樣子 那麼古獸的君子 他們就會趕快去 去那個 書房 靜住 或者是去 去那個 客廳 去做禱告 去禁師 去反省 跟天地神明禱告 然後呢 就會 靜靜的坐在那裡 反省自己的 過錯 我是不是犯了什麼過錯 讓天地呢 這麼生氣 我的 我的德呢 是不是可以感應天地 讓這樣的一個災難 趕快消除 古獸君子都是這麼做 孔老夫子也是這麼做 他穿著真人齊齊的 就站在那裡 靜坐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真的是真人靜坐 在處於狂風暴雨的大環境之中啊 你要懂得真人靜坐 你看我們現在的環境 是不是狂風暴雨啊 幾乎每一天啊 都是狂風暴雨 都是這樣民心思辨啊 民心動亂不堪啊 人民的身心不得安頓啊 心裡不得安頓 身體也不得安頓 沒有一天好日子啊 每天我們在新聞上看到的這些報導啊 實在是不忍除毒 那邊的人又自殺了 那邊的人又相殘了 哪裡又被騙了 哪裡又有八卦新聞了 太多了 最近那個 國家內裡頻道 還有那個Discovery頻道 他們推出一系列的報導 這一系列的報導呢 名字就叫世界末日 那麼世界末日的報導啊 在我們現代的這個時代啊 好像呢 觸目可及啊 每天我們看得到了 聽到報導了 都有相關的報導 不是冰山融化了 就是海平面上升了 氣候升高了 哪裡造成大水災了 哪裡有海嘯了 有森林大火啊 甚至連太陽 太陽發出那個電波 太陽因子啊 都會造成我們地球的毀滅 所以你看地水火風 這四大元素 是組成天地的元素啊 那麼這四大元素呢 如果瓦解了 那麼人也隨時瓦解 整個萬物也瓦解 那麼對於整個世界末日的征兆啊 我們怎麼辦呢 還是這句話 靜天地啊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靜天地啊 趕快從靜天地做手 那麼靜天地怎麼做手呢 怎麼入手呢 我們剛才講到了 修心養性 純心養性 修心練性 明心見性 喔 時時刻刻把自己的心性啊 處在一種清淨的狀態 覺悟的狀態 處在一種 這種平等的狀態 當你對人恭敬 對事恭敬 對物恭敬 那麼 整個天地呢 就隨之正起來 喔 人跟人之間都沒有任何的衝突 那麼人世界的環境呢 就平和了 整個世界的環境呢 也安詳了 怎麼會有世界末日呢 世界末日怎麼可能會來臨呢 所以每個人的做法是什麼 每個人的做法趕快回歸到 我們做人的本分啊 回歸到做人的本分 那麼 世界末日就有可能會 遲延 甚至呢不會發生 乃至說世界大統都有指日可待啊 所以世界末日這些文言聳聽 我們聽了都會很害怕 但是不要在災汪之中 把自己嚇死了 你要懂得去改變 改變不是靠這些政治家的這個會議啊 像現在哥本哈根正在舉行的 世界節能會議 不是靠那個啊 那個只是一個表象的做法 靠的是每一個人的生活 每一個人的生活 是不是對於萬事萬物存的敬 對於人存的敬 對於你的每一個當下都存了一個恭敬的心 那麼這樣呢 才能夠真正的挽救世界大統 挽救世界的危機啊 這個就是修道啊 所以修道 修道就是修正我們不好的脾氣毛病啊 修正我們不好的行為啊 言語啊 沒有比這件事情更重要了 今天我們要講解決人類的災難 世界的危機啊 就是從今天地開始 今天我們擺養的修士 有責任來建立天地的新秩序 來為老水繁草啊 做一個鋪路的契機啊 那我們都知道 在道場老水繁草這樣的一句話 是我們大家所期待的 那麼通常老水繁草 這個定義上啊 各有不同的說法 那最主要的一個認為啊 那就是呢 這個道啊 重新回歸到 這個 道的發源地 那我們知道道的發源地 是地方 那麼這樣呢 就是一種契機 那就是一種這個世界大統的一個氣象 我們期待世界大統 但是今天我們在講世界大統的時候 卻是不時傳來世界快要滅亡的 這樣的一個訊息啊 所以呢 這個之中呢 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呢 它一定有一個契機 為什麼道結會病降 為什麼善惡要分班 這樣的一個契機啊 從這裡啊 我們似乎可以聞到一點味道 你看 我們中國的歷史 這個地理 這種歷史的風水啊 是會輪流轉的 那麼地理的風水也是輪流轉 你看我們知道地球 地球的這個風水 喔 在這個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是 西班牙人 統治的整個世界 也就是說它的 它的威力啊 擴及到整個 世界 那麼十九世紀呢 就是英國人的世紀 好 英國人當時號稱了 日不落國 那麼到了二十世紀 我們知道是美國人的世紀 這個是以前發生的這個歷史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的 的確是這樣的發展 那麼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到底是誰的世紀呢 好 二十一世紀剛開始 就紛紛傳來世界末日的 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麼這樣的一個訊息啊 會讓現代人 更加積緊 更加呢 讓自己能夠有那份 省思的力量啊 來面對這個世界末日的到來 而且呢要將世界末日 轉化為世界大東 那二十一世紀才剛開始而已 喔 今天09年 末年了 快要跨入2010年了 那麼瑪雅文化預言 2012年是世界末日 人間惶惶 這個是 從這個歷史上看啊 這個地氣的移轉啊 從西班牙、英國、美國 那麼現在的地氣二十一世紀 移轉到哪裡呢 如果我們再翻開中國的歷史 來好好的看一下 會發現到說 中國人的這樣的一個 興衰啊 每七百年有一次 有一次的一種大變動啊 那麼這個 中國啊 是一個一統的國家 的時代呢 周天子的時代 周朝 那麼周朝 周公、治理、坐月那個時代 是一個天下的共主 然後呢封建出來了這些諸侯 來護守著整個國家 那是一個大一統的天下 所以中國人第一次出現一個大一統 就是在周公的時代 時間呢 是在這個西元前 九百年 正確的年代啊 正確的年代啊 各家的考據說法都不同 所以我們用一個籠統的數字 大概西元前九百年 九百多年 那西元前九百多年 周公、治理、坐月 然後呢 形成一個非常好的這種禮樂制度 周公的這個周代啊 傳了最久 八百多年 那這個八百多年 你看 在周朝 到了東周的時代 已經是混亂不堪了 孔子、孟子那個時代啊 已經是 非常的凌亂了 那麼 那麼在經過 經過一段時期 大概是七百年 中國 每七百年 會再興盛一次 所以周公之後 周公的時代 是在康王 周承王 周承王 的這個時代 時間是西元前九百多年 那一直過了 又過了七百年之後 來到漢 漢代了 漢代 就在漢武帝 的時代 西元前兩百多年 那麼中國呢 又再一次的想強盛 漢朝的興起啊 可以說大漢天威啊 連當時的匈奴 號稱呢 這個是非常強悍的國家 都被中國的軍隊 打得落花流水 匈奴遷徙到歐洲啊 形成歐洲的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個中世紀的沒落 所謂黑暗時期 那是誰造成的 你看大漢 漢朝造成的 所以黃禍 有這種說法 那中國那時候很興盛啊 這個 漢武帝啊 霸作百家 獨尊儒術 採用董仲書的建議啊 以儒家作為 整個天下 國家政策的主要方針 教育人民的主要 的一個方法 儒家 儒家 所以當時儒家是顯學 當時的天下 大概要跟這個漢武帝相比的 在西方就是羅馬帝國 東方的就是漢朝 那漢朝在漢武帝之後呢 就又慢慢沒落了 之中還經歷一個東漢三國 在經過七百年 來到中國的唐代 正好是在唐太宗那個時代 民國 不是西元五百五百多年 唐太宗的時代 建立天克汗 整個這個天下 唐 唐朝啊 最興盛 所以叫做唐人 現在呢 美國有唐人街 所以唐 漢都是中國的一個代表 那當時的這個邊疆啊 有所謂突厥 突厥人 修農已經不見了 突厥人也是臣服在 唐的這樣的一個威勢之下 唐太宗被封為天克汗 當時的民間最興盛的就是佛學 禪宗興盛啊 那我們說漢 漢朝儒家興盛 唐代人學風是禪風興盛 日本人大化革新來到唐朝來學習中國文化 把中國這一套東西啊 把中國這一套東西啊 學回到日本 延續了這個日本啊 一直到現在啊 成了一個這個大國 在東方呢 日本是一個強盛的國家 那當然呢 現在呢 它漸漸沒落了 可是呢 日本人的當時的興盛啊 就是因為他們來到唐朝學習中國文化 到現在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這一套制度啊 他們不敢放棄 後來他們也學西方了 但是呢 他們把這個傳統的東西啊 完全保留住 這個是日本人高幹的地方啊 我們說做之君 做之師 做之親 他完全做到了 而且呢 把他發揮在整個 這個企業制度裡面 所以說日本人會興盛啊 是有他的道理 那當時呢 唐朝也是一個興盛的國家 日本來講 這真的是小國家而已啊 你看那個中國 中國那個 國力之強啊 學術之盛啊 是中國人可以代表的 唐太宗智慧文 又中國又漸漸沒落了 一直要到 明朝的時候 明成祖 明成祖的時代 現在中國又興盛了 各位我們看明成祖 他那個時代是非常興盛的 這國力很強啊 不要小看明成祖 明朝雖然說 表面上整個整體來看 好像不是很強 可是在明成祖那個時代呢 是一個國力非常強盛的 那當時的民間學說呢 道教最盛 你看七真史傳記載的 你看這個全真教 在當時的這個民間啊 最興盛 那明成祖 他本來建都在南京 在南都 這個南京建立一個首都 然後呢 又擔心 南京這個首都呢 坐不安穩 遷移到北京 就是現在的紫金城 紫金城流傳了七百多年 他可以做一個北京城 這個紫金城啊 這個是要多他的國力啊 然後他還支援一百多艘的艦隊 下西洋 鄭河下西洋 這個歷史 真的是赫赫有名 當時的國家 全世界沒有人有這樣的實力啊 能夠驅動一百多艘的這種大船艦 去這個 去國外宣揚國威 還下七次 所以呢 當時中國又再一次的興盛 一千三百多年 好了 明成祖之後 再過七百年 就是什麼 兩千多年 兩千多年 那不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嗎 沒錯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所以呢 中國還要再興盛一次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中國 你看中共那邊 中國的勢力已經抬頭了 中國的下面一個印度 印度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國家 但是呢 二十一世紀 要是中國人的世紀 那不是因為中國的武力的強盛啊 那麼老水返潮 我們今天看得到 中國的這個學術的風氣啊 一定會興盛起來 民間的這個學派啊 一定會有一派獨勝 那麼這一派將會是什麼 哪一派呢 儒家 儒家的思想會興盛 那麼現在在講儒家的人 是誰呢 真正的表現出儒家文化的人 是誰呢 只有一貫道 你單單靠那些學者專家啊 靠那些教授老師啊 他們沒有辦法搞起儒家的文化 他們只是 知識上的領域啊 真正的去身體力行 真正的去發揚光大 那還是需要靠這些修道人 修道人不是別人 就是你就是我 就是我們這些白羊修士啊 那二十一世紀要是中國人的世紀 要建立一個新秩序 就從你我開始了 建立天地的新秩序 我們不要讓世界末日來到 不要讓這種 末法時期的這種機緣啊 一步一步的逼向我們 我們一定要呢 把這樣的一個危機啊 把它轉化過來 轉危機為轉機啊 建立一個新的天地秩序 來迎接呢 這個白羊普渡 彌勒收遠這樣的一個日子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每一個人的這個責任性啊 那是非常的重大 你看我們這些道金 你不要說全世界了 你放到中國去就好了 台灣的道金放到中國去 被人群淹沒了 完全看不到了 所以我們有需要有多大的力量 來玩轉這整個世界的局勢啊 那需要每一個人的發心 所以我們說一分澄清得一分利益啊 你十分的澄清就有十分的利益 你如果能夠讓你的澄清的心啊 達到十分那種百分之百的流落 道之宗旨 我們講到建立天地的新秩序 所謂進天地的這個部分啊 那麼我們上次呢 是講到整個地氣 還有天氣 整個風水之氣啊 它的流轉 正好流轉到 二十一世紀 中國這個地方 所以中國呢 要再次的強盛 那在中國 還沒有看到強盛 的一個時局啊 也就是說強盛 真正強盛 真正一個主導的 一個勢力啊 它還沒有完全形成 的時候呢 現在呢 已經紛紛傳出 世界末日快要到了 尤其是我們如果看 這些自然頻道啊 啊 國家地理頻道啊 探索頻道等等呢 不斷地在報導 整個世界 冰山的融化 昨天還在報導 冰的融化 所造成的 世界末日 這樣的一個景象 實在是 人心惶惶 但是呢 有一派的學者 科學專家 認為說 這個冰的融化 速度的這種 進展啊 還有整個氣候的暖化 也是一步一步來的 它並不是突然 突然變得很冷 突然這個山就 這個冰山就融化了 或者是說 突然水就很多 它不是這樣子 它不是像以前的那種大毀滅 恐龍大絕跡的那種時代 那種方式 是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 老天呢 會給萬物啊 他們這種 遷徙的時間 演化的時間 還有他們適應的時間 那所以呢 冰山的融化 氣候的暖化 海水的上升 等等呢 都是自然的現象 那都是自然的現象呢 我們也可 這個人類啊 也可以在這種 自然的變化的過程當中 找到一個適應點 像現在看到 意大利 意大利的水都 威尼斯啊 那這是全世界有名的啊 跟中國的蘇州 杭州一樣啊 水道遍布啊 一出門就是坐船 那威尼斯也是這樣子 但是威尼斯這樣子呢 那是因為呢 他們的那個地是太低的 喔 海水倒灌 進入到整個城市啊 那整個城市呢 都現在呢 已經呢 一層樓 的下面啊 大概是 膝蓋以下的部分啊 有時候漲潮的時候呢 都已經漲到 這樣的一個高度了 那所以 威尼斯的科學家 工程師 還有這些政府啊 他們也在想辦法 要來面對這種 這個都市啊 隨時會被淹沒 的可能啊 要做阻擋 所以他們號稱了 做了一個摩西計畫 要把水呢 阻擋在威尼斯之外 那當然呢 科學家 有他們的 的這個設計跟做法 那我們講到 世界末日 那最近呢 剛好 這個 台北的學界啊 傳來訓文 那這個訓文呢 是白水聖地啊 還有各 各類的各種仙佛 諸天仙佛 來到中立雅德坦 慈悲指示 時間是98年 11月14號 所以這是很近 很新的資料 那麼老前人 他講到 他這裡問到說 最近大家常說 2012年 是世界末日 你們會怕嗎 會擔心嗎 那麼我們會怕嗎 我們會擔心嗎 有心人士 他會怕 會擔心啊 那麼有一些 沒有感覺的人 他還是不以為意 那現在在丹麥所開的 哥本哈根的 節能減碳會議 可能今天快要接近尾聲了 但是呢 到現在還沒有出現結果 抗議群眾不斷 湧入到哥本哈根 不斷的要嗆聲 那麼這些弱小的國家 沒有能力來改變自然 所以要求這些大國 開發中國家 或者是說已開發國家 能夠提供經援 來幫助這些弱小的國家 那麼美國跟中國這兩大國 紛紛的都沒有辦法 意見相同 誰願意拿錢來幫助這些弱小國家呢 其實這是整個人類心態的問題 這也涉及到整個教育制度的問題 窮人跟富人都需要受教育 受誰的教育 受聖人的教育 也就是說富人啊 他有責任來幫助窮人 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提高他們生活上的恐 這個降低他們生活上的恐懼 希望大家都能夠安存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富人啊 富國啊 開發中國家 已開發國家 有這個責任 但是呢 你要他們 也就是說你 憑什麼要他們拿這些錢來幫助這些 這麼多的人 有這麼大的經緣 所以這個是富人要教育 也就是說你要把他教導 你要教導他 為什麼你要幫助窮人 因為呢 窮人如果死了 富人大概也差不多快死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就好像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脆弱的部分啊 如果說受傷了 好啦脆弱的部分 它會一直延伸到比較強壯的部分 連強壯的部分也會 逐漸脆弱下來 所以呢整個身體就會毀壞 這個是整個世界一體的這種觀念 那這種觀念呢 非常不容易建立 所以呢要透過聖人的教育 才有辦法讓這樣的觀念呢 深植到人心裡面 那窮人也要教育 窮人 為什麼要教育 因為窮人啊 你不能夠只是等著別人來救你 你要自救啊 你自己都不救自己了 光靠別人來救你 別人怎麼救你啊 你自己不願意發粪圖想那也不行 所以窮人要教育 教育窮人就是說你為什麼會那麼窮 你為什麼沒有辦法自救 那麼你為什麼沒有辦法自己站起來 這個就是因為呢 你自己 以前 沒有努力 以前沒有做好 以前的這種因果業障做了太多 這些呢 這些呢都是要教化的 當然講到因果業障 又牽扯到宗教 大家會聽不下去 但是呢 並不是因為你不相信就沒有因果 這個我們要很清楚 那最近我們 哲學系研究所的考試 就是問了這個問題 那你說人類性善 但是呢 性善是這些聖人在講的啊 不一定每個人相信啊 像這些政治人物 他也不相信啊 他也會作惡啊 那麼你要如何說服我 說性善是確實的理論 那麼我就回答說 性善呢 是不需要人家相不相信的 自然而然就會這樣子 就好像因果 你不用人家相信啊 他還是會有因果報應 你即使不相信因果 你還是會得到報應 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根本沒有相不相信的問題 人類性這個性善 性本善 人本來就是自善的 所以搖順性也 眾生必定成佛 這個都是呢 聖賢人 初天先佛講給我們的道理 那麼你相信呢 你去做你自然就 達到那個境界 你不相信 那你繼續造惡 不接受聖人的教化 那麼你當然就繼續六道輪迴 所以這個之中有一個圓 這個圓是需要世間人來努力的 聖賢人來努力的 他就是要教化他 教化這些不知道的人 讓他知道你真的是佛 你真的是聖人的奔地 你只要呢 好好的來歷行 好好的去實踐 去開發 那麼你真的能夠達到聖賢人的那個 面貌 這個是我們講到 靜天地啊 講到的這些話題啊 世界末日的話題 那老前人問 你們會怕嗎 你們會擔心嗎 那老前人當然 有給了一些答案 讓我們自己來思考 他說呢 千萬不要因為這樣的說法 而放縱自己 明白嗎 不要因為說 這個世界末日快到了 電視媒體都在播世界末日快到了 那麼你就放縱自己 他後面又講到 常常想想自己內得修好了嗎 家庭圓滿了嗎 人生的功課及格了嗎 那 自己內在品格若不健全完整 那麼就是自己的末日到了 所以世界末日不是全部人毀滅 自己先毀滅 老前人他這樣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世界末日的毀滅 世界末日的毀滅 是在於人對於心性的不夠尊重 所以呢 你內得修好了嗎 你的心性修好了嗎 沒有 家庭圓滿了嗎 沒有 人生功課及格了嗎 你也沒有 那麼你自己品格不健全 你的世界就末日了啊 你當下就過不了關了啊 不要等到冰山來融化啊 不要等到海水來淹你啊 你自己就是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了 何況呢 這些冰山這些這個海水是怎麼來的 人心變現來的 這樣的觀念呢 我們在道之中子 後續都會一再的強調 陸續會講到 整個世界的一個行程 整個萬物的起因啊 在佛經裡面 他講的是最清楚了 那麼我們道呢 當然 透過佛法來掩飾出 這個淨天地的道理 那會更圓滿 那麼我們先說 老前人他講的這句話 老前人 在生前就一直強調 叫我們修內德 你渡人的功夫啊 渡不了那麼多 沒關係 你就修修自己的內德 這個是老前人 在世的時候就一直告訴我們 但是呢 整個道長的趨勢啊 變成說你渡人 你才有功德 沒有渡人你就不是在修道 這是一個趨勢變成這樣子 但是呢 老前人還是在強調 你的家境圓滿了嗎 你的人生課題及格了嗎 你看我們的內德沒有修好 心性呢 不好 那個心地呢 常常貪真摯愛 喜怒哀樂 七情六欲 相對的你的身體就不好 整你的這個整個看到的大環境都不好 那你的家庭圓滿了嗎 我們說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有做圓滿了嗎 沒有 人生的功課 你所要面對的各種的業力 你的願力 你的責任跟使命 你都有去承擔了嗎 現在自殺一死了之 問題沒有解決 問題沒有解決 還要繼續來處理 而且呢 力上加力 所以自己的內 內在的品格 如果不完 不完整不健全 那麼呢 世界末日隨時都到 有形的我們看得到的是海水 海水上升 洪水爆發 這些火山爆發 太陽風暴 這些的災難 隨時都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但是你內在那個 那一份 這個貪嗔痴呢 你那一份無名妄想分別執著呢 你降降輔了沒有 你沒有 結果呢 你內在的那個災難 跟外在的災難結合在一起 那這樣呢 真的是必死無疑 這個死還不是肉體上的死啊 而是呢 永世不得超脫 這個是很嚴重啊 我們今天到可貴就在這裡啊 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再這樣六道輪圍下去了 我們早晚有一天 能夠靠自己的這樣的一個覺悟啊 超兔六道輪圍 回歸到原來的老家 回歸到原來的面貌 所以世界末日 老千人後面講 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 今晚也要度過 是嗎 那好好的安住自己的本心 快樂之主的過每一天 好嗎 好好的安住自己的本心啊 不要隨之起舞 所以這個謠傳在做什麼 媒體在播什麼 不要隨之謠傳 重點是你安住你的本心 我們今天呢 不得不來分析一下 天災地變到底怎麼形成的 在任言經裡面 他說到 這個人的貪嗔痴啊 會引發天災地變 那麼我們 這個華言經裡面有講到啊 整個世界的形成啊 它是我們心事的變化 所謂回心所現 回事所變 我們講到心跟事喔 那是一個性 性裡面 心跟事其實就是性的一個作用 但是呢 性呢 它是沒有實質的 沒有精神的 它是真空的 它是妙有的 所以性是圓滿的 是具足的 是親近的 心是沒有辦法講 但是呢 性透過心的方式來呈現的時候 那它就會有它的樣子 有它的氣息 有它的這樣的一個色相 那是又是什麼 是就是你個人的變化 所以心限事變 心把性完全呈現出來的 好沒問題 可是呢 心再加上是 那世界那就變化了 世界本來是圓滿的 本來是至善的 結果呢 加上個人的事之後呢 是就是阿賴耶斯 莫娜絲 就是自己的六四 這些分別 妄想執著 通通加在裡面了 所以呢 把世界呢 哇 呈現成這個樣子 我們今天看得到的世界 就是我們心限事變的結果 那麼我們每一個人的根性 都是這樣子 共義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來到這個國土 來到這樣的一個國度 結果看到的現象就是這樣子 我們有機緣 生在台灣 我們是 有大福報啊 那麼有的人呢 出生在 這些 災難的國家 邊地的國家 飢餓的國家 那麼這個也是他們的 這個 夜報啊 所以心限事變嘛 因為他的心 是處不在那種狀態 所以他的意識 變化出來了 就是那個樣子 那他處在那個國家 是因為他的心限事變 讓他呢 出生在那個國家 但是我們台灣也有個問題啊 我們台灣每天都有 每年都有颱風 每年都有颱風 結果呢 造成呢 每年呢 都要為這個颱風 而損失生命財產 如果按照新限事變的道理 那麼台灣的颱風是台灣人心 或者是說 沿海地區啊 這一代的人民 所呈現出來的工業現象 新限事變 你看馬來西亞沒有颱風 泰國 泰國沒有颱風 柬埔寨這些國家沒有颱風 那他們呢 就是沒有這個業 當然他們有另外一種業 這個我們不去論他 那麼颱風的業是什麼 颱風的業就是 貪嘛 貪心 貪心是水災 那風災呢 風災是魚吃 魚吃 魚吃加上貪心 結果呢 就變成颱風 颱風都是有帶來水患的 所以兩個是結合在一起 那麼火災呢 火災是稱為所造成的 所以貪稱吃 貪稱吃造成了 這個水火風災 水災 火災 風災 貪稱吃 那麼地呢 地的災難呢 我們不是說地水火風嗎 那地 地就是新地 新地不平 新地不平造成地革的變動 造成地震了 那麼乾旱呢 乾旱呢 乾旱就是你心不忍 不夠慈悲 喔 人心都不忍不慈 所以呢 就造成乾旱 這個是佛 告訴我們天災地變的原因 所以 為什麼 以前的皇帝 當他的國家 出現天災地變的時候 他必須呢 下造罪集 他必須呢 召告天下 齋戒 墨獄 然後呢 這個 祈求 上昌呢 把罪 加在自己的身上 不要加在百姓的身上 那是因為皇帝做不好 上天 加這個警告給你 如果你再不好好的 這個 修德 那麼整個國家呢 可能會因為你而敗亡 這個在歷史上非常多 這個例子啊 可以說講不完 你看周曹的發源地 這個契山啊 當時周幽王在世的時候啊 周幽王無道啊 寵愛這個 一個愛妃叫 包氏 那麼不理朝政 淫亂宮廷啊 結果周曹的發源地契山 就崩了 崩了一個 一塊地啊 山崩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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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緊張了 緊張了 這些天文學家 趕快呢 來勸皇上 趕快呢 摘見沐浴啊 趕快呢 祈禱地德啊 希望呢 老天啊 能夠呢 把災難撫平啊 誰要做啊 皇帝啊 皇帝啊 皇帝代表這個國家 皇帝是這個天子 他要趕快修內德 趕快懺悔 但是周幽王啊 是一個無道昏君 周幽王沒有聽啊 周幽王沒有聽 所以周朝滅亡了 你看我們知道 周朝分為 東周跟西周啊 那時候是西周啊 西周就沒有了 還好有一個 又有一個 有那個後代子孫啊 也就是說 祂的祖先的德還批印的 後代子孫啊 還有一個東周 讓祂可以立足 所以你看 世界的災難 我們與其擔心那些 外在的這些現象啊 我們還不如修修自己的內德 這是真正面對天災地變的方式 就是修好自己的內德 這樣的道理啊 誰懂得呢 必須要有聖賢人的教育來告訴我們 我們才能夠知道 沒有一件事情 會無緣無故的發生在你身上 這個是 美國的預言家 凱西說的 我們今天 所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它的前因 跟際遇 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 因為我們累結了太多 這種輪迴了 輪迴不小了幾千年幾萬年了 不知道了 我們不是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可以說是 沒有前因沒有後果 它是剛在照啊 但是呢 第一次來的人通常呢 都可以馬上回天了 因為它沒有前因嘛 那它沒有前因 它是來 來 這個 來負責 來管好這裡的國度 那管理好就回去了 就好像 像搖順那個時代 就好像那些原住民啊 他們可以隨時回去 我們看那個澳洲曠野的聲音這本書啊 那原住民他們自己講 他們可以隨時回去 他們有使命來這裡 把這裡治理好 把這裡的人民教育好 然後呢 要回去的時候 把那個生命的開關把它關掉 那他們就可以回去了 所以對他們而言 沒有老沒有病沒有死 那為什麼會沒有病呢 沒有病因為他們呢 他們的病啊 是因為這個心態上 這個不夠平穩 也就是說它內在那個細胞啊 發生的波動 所以呢需要安撫 所以呢 透過安撫的動作 把那個細胞呢 安穩下來 那他的病呢 就好了 這個是曠野聲音裡面 他有舉到一個實例啊 原住民 摔下山了 骨頭呢 凸出來了 那個巫師啊 把他摸一摸 隔幾天那個凸出來的骨頭 自己又收回去 三口呢 沒有抹藥 沒有抹藥就好了 光是這樣把它摸一摸而已就好了 你要知道不可思議啊 但是呢 對他們而言呢 哪有什麼不可思議的 這個是自然的現象啊 正常的現象啊 所以他們稱自己是真人啊 真人啊 你看到真人是我們道家的名詞 那會只有修行到那種神仙的境界 那才能夠叫真人啊 他們自己叫真人 那可見呢 他們本身呢 就具備這樣的境界 那他們稱文明人叫什麼 叫變種人 那變種人啊 從真人已經變種成另外一種人了 那文明人聽了當然很不服氣啊 那你們這些沒有受過教化的這些原住民 竟然說我們是變種人 當然也不服氣啊 但是呢這些澳洲的原住民啊 他們有各種例證啊 可以來反駁你 而且他們的話呢都站得住腳 他說呢 我們今天可以來試看看 我們都不要穿衣服 在下雨天 零個三天三夜 你受得了嗎 這一般人啊受得了 無名人啊受得了 可是呢他們就有辦法 他們在下雨天零個三天三夜 他們不需要穿衣服 他們都是逛溜溜的 所以我們看到原住民他們幾乎都不穿衣服的 你們都用一些樹葉遮一遮 那所以呢他們說 這些文明人啊 這是我們這些都市人啊 是變種人 他們經不起這種打擊啊 你看我們的確進步性打擊 你不要說這些自然的摧折 當單一個流行性感冒 一個H1N1 我們人類就受不了了 更不要說到SARS那種 那種病毒啊 那為什麼會受不了H1N1呢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抗體 人本身沒有那個抗壓性啊 抗疫的能力啊 但是在原住民身上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 所以可見呢 我們人的這種 智慧 德能 向好 健康 財富 通通已經喪失掉了 那本能都已經喪失掉了 我們本來是要健康的 如果照不老不病不死的話 我們本來是健康的 但是呢 為什麼一下子 一個感冒來 就讓我們躺個涼好幾天 讓我們受不了 這個失去了 相好 相好就是在外在的面貌 外在的面貌 我們跟古時候的人 可能也沒辦法比 古時候的人個子高大 相貌莊豔 你看三國那個時代 關公所表現出來的那個樣子 那個在我們現代人來講 那簡直是神啊 那在三國那習以為常 人都是這樣子 那關公當然 那個他的長相更特殊了 更圓滿了 德能 德能就是我們的道德 我們的能力 也都喪失了 道德 倫常沒有了 能力呢 失去了 我們講到科技 科技事實上 我們的科技哪比得上老祖宗 老祖宗要發展科技啊 今天世界早就毀滅了 老祖宗是不想發展科技啊 你看中國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他的科技繼續留下來啊 現代的人依賴科技啊 早就滅亡了 哪還有到兩千年啊 你看我們在明聖經講到孔明 他發明了這些牧牛牛馬 幫他們載運器械 載運糧食 那不需要石油啊 不需要引擎啊 那隨便用一些木材設計的 竟然也會自己走路 也會停止也會倒退 哪那麼厲害啊 欸 他就是有辦法 那他為什麼不把這個技術流傳下來呢 流傳下來造福後世 讓我們中國人不是不得了了嗎 到現在中國人還停留在 這個沖天炮 只能夠放煙火 各位你想想 如果說 中國人把沖天炮發展成太空梭 發展成火箭的話 那麼現在整個世界 是什麼樣子 你看到 在古代的時候就發展成火箭 太空梭那個狀態 地球不曉得要死過幾次了 不曉得要毀滅過幾次了 想想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沖天炮來放煙火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大家都有心情來看這個煙火 大家都有一種平和的狀態 這種身心安頓的狀態 來存在這個世間 那不是很好嗎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 創造那些船間炮利 創造這些科技 想想科技帶給我們的便利性 是的確有 但是呢 對於我們的傷害性更大 兩相權衡之下 真的是得不償失 我們從科技的便利得到的 跟從科技的害處損失的 得不償失啊 沒有辦法平衡 我們失去的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們健康失去了 科技越進步我們健康 其實呢 越脆弱 我們比不上那些原始人 那些這個原住民 才能失去的 才能失去了 我們沒有辦法跟天 故鄉溝通 我們看不到牆壁外面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沒有這些神通了 所以才能失去 道德 道德論 道德也沒有了 以前人畫地自限啊 畫地為老啊 畫一畫你要關在這裡 幾個小時你才能夠出去 幾個小時沒有過了你不能夠出去 現在哪有辦法 你那個時候的人是因為 因為道德 純善啊 你要罰他 罰他佔兩個小時 他就真的佔兩個小時 反正他也不想跑 要跑也跑不掉 為什麼說跑不掉呢 因為呢 那些畫地的人 他知道 你跑去哪裡了 自然有辦法把你抓回來 那麼被畫的人呢 他知道說自己也跑不掉 但是呢自己也不想跑 因為呢他真的做錯事情了 要受法 你看畫地自信 畫地為老啊 那種情境啊 多麼溫馨啊 多麼讓人家嚮往 智慧 我們的智慧 也失去了 我們沒有佛那種智慧 沒有聖人那種智慧 對於宇宙人生的這種 知見啊 知道的太少太少了 然後對於心性的變化 我們知道的太少太少了 了解的太有限了 我們的智慧呢 人的這個腦啊 沒有辦法去了解佛知佛見 聖人的自見啊 聖人的自見啊 真的是聖意難測 所以智慧得能向好 健康財富通通沒有了 通通失去了 你甘心嗎 今天呢 世界末日又要來了 世界末日又要來了 你正要這個揮煌騰打 你正打上要老水還草的時候啊 人家跟你說世界末日都要來了 所以你是不是也不想修辦了 也不想有什麼作為了 老前人說啊 不要因為這樣的說法而放縱自己啊 不要因為人家在說世界末日啊 你就開始跟人家起舞 你不要對號入座嘛 對不對 常常會說啊 我們穿這樣子 我們做這種事情 會被人家笑死啊 笑死是他笑死 又不是你死 你在緊張什麼 對不對 所以呢 他說世界末日 他去講他的世界末日嘛 是他世界末日 又不是我世界末日 我在緊張什麼 我把我的本分做好嘛 我的這個內德修好了嗎 家庭圓滿了嗎 人生功課即可了嗎 我把這個做好了 我的末日就不會來嘛 何況供業之中還有鼻葉咧 供業就是說大家一定會受到的 氣候變熱了 大家會受到 可是呢 海水上漲了 有的人會死 有的人不會死 氣候變熱了 有的人會死 有的人不會死 就是供業還有鼻葉 所以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 你也要今天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度過 是不是呢 所以老千人告訴我們 安住自己的本心 快樂之主的過每一天 人生種種的歷練 都是為了鍛鍊自己的成長 即使跌倒了 你也學到一個很好的經驗 跌倒的經驗 那那個經驗呢 累積起來就是你的智慧 就是你學習的機會 就是你開悟的可能 所以不能夠放棄 不要放棄 好好的去衝好好的去做 那這個就是真正 敬天地的實意了 我們說要建立新秩序 昨天講到這個歷史的軌跡啊 在周朝 在漢朝 在唐朝 在明朝 都曾經輝煌彭打過 那麼我們今天要實際的告訴大家 今天如果中國人再次的強盛 那麼我們絕對不是漢唐文化的那種強勢 我們不要漢唐再現 我們要什麼 要周穩的話育 周公至禮作樂 那種王道羅文化來欣賦起來 那種王道羅文化是季若浮淺啊 是幫助世界和平的 你看中國人 中國這個民族 從來沒有主動出兵去打別人的 從來沒有 那麼中國土地變大了 都是融入各類的民族 不斷地融進來 兼容并蓄啊 讓中原呢 這樣不斷地在拓展 中國人是一個和平的民族 那不 他會保護自己 會抵禦這個外敵 但是呢他不會主動 出兵去打人家 不會為了自私自利啊 去攻打別人 所以是這個和平的民族 我們的這個本性本性啊 就是一種和的狀態 因為這個聖人 不斷地在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進天地 天地秩序都是從這種和 這種進 這樣的一個心態來的 所以你看我們對於祖先 祖先我們也沒有看過 我們為什麼要拜祖先 那麼我們拜祖先 是因為我們對於父母 有一份孝心 對於父母的孝 推而即到祖先 祖先再推而即到那個天 地 所以 整個新的出發點 是因為 心善 性善 所以我要孝順父母 我要敬愛祖先 我要敬天地 我要理神明 那是有一個次第 有一個順序 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那麼道之中只講第一句話 進天地 就是把那個最大的目標放在那裡 我們來自於天地 我們的根本溯源就是天地來的 那麼天地還沒有形成之前 有道 道呢因為不可以形容 所以道呢不可 不可膜拜 道沒有辦法稱說 所以道 我們人的知見 人的言語方法 沒有辦法去稱呼它 所以道 當它形成天地之後呢 我們才有辦法去訴說它 那靈變成一之後 太極生兩義 無極是沒有辦法稱呼的 無極生太極 太極再生兩義 這樣子這樣的一個變化的過程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根源是什麼 所以靈 的一個動作 是來自於對於根源 的那一份感恩 對於根源的那一份感恩啊 是懷著無比的謙卑啊 這種謙卑呢 讓自己呢是一種道體的事件 讓自己是一種道成肉身的展現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裡 來到這個人世間 是為了成就自己的這個使命 我們是聖仙人的本體 道成肉身的本體 我們做出來的事情 我們講出來的話 那就是道 代表那個根源 來幫助世人 來幫助這個世間 這個是我們的本分 這是靈天地的實意喔 所以真的靈天地講起來 他的道理含義了 那是很深奧的 可以推演的這個無窮無盡 所以現在2012年 是世界末日嗎 那麼如果我們 能夠明瞭剛才的這些道理 會發現到說 即使是世界末日 我也是淡然出之 老子曾經說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人在天地之中 那麼沒有天地呢就沒有人 可是呢天地又必須透過人 來治理 來燦陽 所謂天不言地不語啊 天地的造化 天地的德能 必須透過人 那麼人如何知道天地呢 人不知道天地 所以呢 這個人 這個人之中啊 會出現 像聖人這樣的人 那麼聖人這樣的人呢 他就是呢 天地的 一個化現 也就是說他跟天地是 隨時相通的 天地人 並列為三才啊 那麼聖人是人 一般人也是人 聖人要告訴凡人 其實呢 他跟聖人是一樣的 性德是一樣的 智慧是一樣的 但是呢今天他們沒有辦法跟天地一體 是因為呢他們的這個心事啊 發生了變化 發生了染灶 發生了無明 當你把這些染灶無明 通通放下 通通丟棄了 那麼你又可以跟天地為一體 你就是聖人的樣子 所以人不曉得怎麼跟天地學 就跟聖人學 聖人就是天地 所以說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那麼人都是站在土地上 這個地呢 長養萬物來供養人類 供人類居住 供人類生活 所以這人法地 人要效法地的薄厚 地的那一份包容 地的那一份這個 這個大愛 所以地就像母親一樣 他這樣照顧我們 呵護我們 然後呢 讓我承載我們 使我們得以在這個地方呢 好好的來安養 那他說地法天 地法天就是 這個地的一切資源 它是來自於天 天如果沒有給地資源 地也沒有辦法生長 所以天地呢變成合起來 是合起來的一個體 那合起來的一個體呢 再形成一種太極的作用 才能夠運轉 才能夠呢 這個普遍到整個 整個天下國家 那麼人運轉在其中呢 這個優然自得 所以呢地要法天啊 地要這個配合的天道啊 來運行 所以光地道不行 光地道呢 是偏陰 沒有辦法運行 還有一個養的來配合 這個叫天地之道 叫陰陽之道 也是春秋之道 那天法道呢 也就是說天呢 有一個軌跡 有一個準則 有一個根源 那個就是道 那個就是道 那道呢 無形無相 道呢沒有辦法增說 道也不是物質 也不是精神 道也不是空 所以呢 道沒有辦法說 那就是一種 準則 軌跡 根源在那裡 那天呢 就按照那個準則 按照那個軌跡 按照那個根源 來運作 這個叫天法道 道法自然呢 道法自然呢 自然就是一種 周遍 所謂近虛空遍宇宙的 這個是自然的 那道 道性本來就是自然 道的性是自然的 所以道就是性 道就是自然 所以道性自然 無所法也 道的性就是自然 但是我們 這個道呢 道呢 生天生地生人嘛 那它的自然呢 它裡面的 有一個自然的 這樣的一個 行程啊 我們也不曉得 怎麼樣稱呼它 它就是 自然而然 所以佛經講 整個 整個宇宙啊 是一時鈍現產生的 有一個原點這樣突然爆炸 突然出現 那這個跟科學家所講的大爆炸 好像又不太一樣 科學家所講的宇宙式大爆炸產生的 那個也是經過推論 他也沒有辦法證實 但是佛法講的 他是非常有理論依據 佛法講的宇宙整個世界 是一時鈍現 就突然出現 有一個原點突然出現 這個原點科學家說宇宙的原點 宇宙的原點是頭髮的截斷面 比頭髮的截斷面還要小 一百萬億億億 比頭髮的這個直徑還要小 小到一百萬億億 這個到底是什麼數字 我們不得知 但是這是科學家說的 科學家說整個宇宙大爆炸 是由這個一百萬億億的 這個頭髮的直徑 這麼小的一個原點爆炸出來 已經很類似佛家說的一時鈍現 那麼你看我們說的一時鈍現是什麼 就是我們看電視拿著選台機 我們今天要看中視了 一轉中視了 看民視了 一轉就是民視了 看國家地理頻道 好一轉就國家地理頻道 那個畫面就出來了 所以那個畫面出來是一時鈍現出來的 跟那個有點類似 跟這種現象 所以電視這個例子 可以用來比喻我們的這種 這個新線事變的一種現象 那麼所以天地 天地怎麼形成的 天地就是新線事變形成的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整個世界 三個大地 整個國家 這麼樣的排列繁複 人種那麼多 就一時鈍現 那現在呢 搞到現在呢 冰山融化了 海水上升了 氣候暖化了 好啦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繼續去處理這個問題 知道了又收縮起來 整個大地又把它塵封起來 又回歸到原始的狀態 整個毀滅 收人收地收天 然後再回歸到太極 再來再回歸到無極 無極一動而生太極 又生兩極 那就是這樣循環 這樣一個規則 軌跡我們就是說自然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自然 不知道 因為自然沒有辦法講 沒有辦法講 一念動而有無明 這個無明怎麼產生的 這個就是一念動產生的 所以自然無所法 所以道法自然 這句話意思非常的深 那麼如果說人類的道 人類的道是性理 道降在人身上就是性理 降在天就是天理 物就是物理 這個我們是普遍知道的 那這樣在想要法自然 人要生活在自然之中 所以人對人而言 道法自然是什麼 你要法則於這個 三綱五常五輪八德的這個道 人的道就是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自然就是把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你把它做出來 就是回歸自然 我們人不是要回歸自然嗎 我們不是想 身處在自然之中嗎 我們不是跟自然一體的嗎 那你要道法自然啊 你要生活在 三綱五常五輪八德之中啊 那你才能夠恢復自然 你才能夠天地息皆歸 所以呢 儒家收遠是有道理的 今天我們講太多的苦空無我 講太多的這樣的一個無為啊 現在人聽不懂了 因為我們的智慧德能向好 通通沒有了 通通失去了 所以要透過儒家這一道啊 你還是回過頭來講人 你講世間的東西就好了 你把忠孝仁愛 禮義和平 你通通把它做到圓滿 你就是得一善福音 把一個字做圓滿了 你就回歸自然了 這個就是儒家收遠要告訴我們 這個就是道法自然 所以解決世界末日怎麼解決 解決這些天災地變怎麼解決 你就是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就是晉天地理神明 就是儒家所講的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如果我們每一個道心都能夠教化到每一個的世間 讓每一個世間的人接受儒家的教法 讓他們開始去實踐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開始去推動開始自律行 那麼我相信天災地變一定會轉化 那不是我相信了 而是呢 聖人告訴我們 心線事變嘛 心線事變 天災地變也是心線事變啊 今天我的心改變了 天災地變沒有了 世界末日沒有了 我們人人都能夠回歸到本來的面目 本來的面目 就是我們聖先人的樣子 回歸到本來的面目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說過這句話 解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問題 必須靠中國的孔夢學說 跟大乘佛法 那麼我們知道說 大乘佛法 是輔助孔夢的 的一個沒有觸及到的一個點 真正的還是要放在孔夢學說 因為孔夢講人世間 講這個方內的 他不講方外的 那初世間的部分 由這個大乘佛法來圓滿 但是呢 重點你的根 就是孔夢學說要砸好 孔夢學說都沒有砸好了 你要再講這些無偽的 講這些空的道理啊 那都是虛花假景 那都是不死的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現在佛家的這些修行人 回過頭來來推動儒家的文化 中華傳統的文化 為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才是根啊 這個根沒有立足了 你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那是不可能啊 所以有智慧的人懂啊 進攻法師有智慧啊 我是很佩服他啊 那他今天呢 回過頭來弘揚弟子歸 弘揚中華文化 弘揚這些儒家的教法 其實他懂得 他們所講的這句話 這個中華文化中 孔夢的學說才是真正的根 只有把根紮穩了 你才可以建築 二樓三樓 一時層層疊 疊卵上去啊 你想要蓋這個摩天大樓 你只要長出一棵大樹 你沒有跟你怎麼長啊 你怎麼建啊 你沒有辦法 道知宗旨 講到靜天地 靜天地 那就是人 跟心性的關係 所以天地這個範圍 它是一個形象的表徵 也就是說心性在整個宇宙之中所呈現出來的樣子 那就是天地 所以整個天地怎麼樣複雜變化 人的身心就是怎麼樣複雜變化 那麼身心在我們人生之中啊 它也是一個天地宇宙的呈現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人的身心運行 順暢 那麼呢 身體自然健康 自然清安自在 無災無病 人呢 如果說身心運行不順暢 內在的貪嗔痴愛 煩惱妄想一大堆 外在呢 又有這些五欲六成來干擾我們 所以人呢 身心會生病 那麼生病的道理呢 可以說呢 演繹得很深 很廣 當時王鳳怡老先生啊 他用這種道理來講病 把人的良心翻出來 把你的心根啊 立起來 那麼他外在的這些病呢 就可以消除 這是一套修行的功夫 但是我們如果說知道這樣的道理 我們今天 就可以翻病根 立人根 把我們的內在的那一份 脾氣 毛病 通通把它翻出來 通通把它丟棄 那事實上呢 這個不容易啊 畢竟 树叶 是累劫以來 我們所激習下來的 甚至你 在道場已經是很資深的 一個人員 那麼累劫的习氣毛病啊 仍然很難改除 所以啊 我們說要立絕制 絕制就是我們的願力 我們這個願力呢 要下的真切 那麼你的力量才會大 就好像呢 我們的樹葉是 一滴墨水 要掉進水裡面一樣 這是佛家的譬如 那麼一滴墨水要掉進水裡面 佛是沒有辦法阻止這滴墨水掉下來 但是呢 佛可以教你 你掉下去的地方 你的水 可以讓它擴大 怎麼擴大呢 你的願水 你要下絕制 這個願力之水啊 你可以讓它擴大 這個願力之水一擴大 雖然 那個葉齊種子 那個因果報應啊 還是掉進了你的水裡面 可是呢 融合於無形 無相之中啊 你一滴墨水掉進湖裡面 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但是呢 你那個滴墨水是不是掉下去了呢 是的 是掉下去了 因果報應呢 是呈現的 但是呢 不痛不癢 那不痛不癢呢 對你來講 是因為你的願力大 你的絕制高 所以呢 今天 你所承受到的整個 因緣果報的 的接受啊 你是心甘情願 而且呢 你是 毫不在意 這個是明白我們的願力 願力既然下了 那麼你就沒有半途而廢 你就沒有退縮不前了 要知道我們這一輩子啊 得到明師這一子啊 那是天大的福報啊 莫大的佛恩啊 我們才有辦法得到明師這一子啊 藉著這一子呢 我們可以呢 這個翻出輪迴 我們可以呢 回到我們的本來面目 這個是真正解決 整個天地 所形成的災荒啊 災難 的根本解決之道 我們訊文裡面有一句叫 雲層躲結 那麼雲層躲結啊 這句話呢 那麼可見 整個世界末日降臨的時候 那麼可能呢 天地呢 都要把人收走了 但是表面上是收走了 那事實上呢 還沒有 還留有一部分在雲層 在雲層了 雲層是哪裡呢 雲層就是 彌勒祖書的淨土 先暫時在那裡 然後呢 等這個災結過後 再下來人間 那麼到了那個時候 整個天地的秩序 又重新整理 那麼這個演變 是不是這樣子呢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雲層躲結的定義呢 有可能是在天地之中的 某一個地方 大地之上 我們地球之中的某一個地方 我們在那裡躲結 那災難過去了 那麼我們這些剩下的人 還要再來這個整頓天地 建立一個天地的新秩序 那麼我們知道 我們上次講到 中國文化 每七百年一次的新盛 到了現在兩千年 準備要新盛的時候 但是呢 世界末日的預言 竟然來到 那麼可見呢 整個文運的新起啊 必須呢 跟結束一起共生 所以道結並將 道結並生 道能夠挽救人類 挽救整個世界生命 但是結束呢 也可能收殺整個世界的生命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如果能夠遇到道的人 那麼表示呢 他有機會 能夠逃出此劫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呼籲民事這一點 是這麼樣的重要 雖然說新盛 很多宗教團體 很多學派 都有各自的理論 各有各自修行的方法 但是呢 沒有民事這一制 他們所修行的 都不只是變成一種 世間的福報 因為呢 沒有辦法見到功德 功德是真正的 親近平等覺悟 真正的放下 無敏與妄想 所以今天 我們要用王道的文化 來建立整個天地的新秩序 不要從 不是說 天地毀滅之後 我們再來開始 而是呢 此時此刻 現在就要開始 現在開始要建立整個天地的新秩序 用王道文化 內聖外王之道 來拯救 整個世間 那麼你講這麼多 講這麼高 到底怎麼做呢 我們必須先清楚 王道文化絕對不是漢朝那個時代的文化 也不是唐朝 更不是明朝 而是什麼 而是周公 治理 作業 那個時代文化的復興 一定要是周文的畫域 才能夠讓天下呢 走向這種平坦 平和的一種大道 所以孔子 他非常嚮往周公 常常夢見周公 哦 常常呢 這個 提起 李悅的教化 恢復周文的畫域 所以孔子在的時候 整個天下勉強維持一個小康的局面 但是孔子還是沒有辦法能夠恢復周文的話域 你看孔子離周公 已經是一兩百年的事情了 可能要更久 那麼到了下一次新盛是漢朝五帝的時候 孔子呢 又離了漢五帝呢 那麼這個 大概也有五百年了 但是呢 孔子留下一種典範 留下一種精神 讓整個中國的文運呢 能夠再次興起 那麼中國這次文運的興起 要靠的就是這個王道的文化 內聖外望之道 內聖呢 是我們 對於聖賢人 那一份的身體力行 那一份的自我要求 以及那一份的覺自理想 我們必須呢 趕快來付出實踐 趕快來落實 這是內望的功夫啊 不要說你是善人 你是好人 這些話呢 都不要透過別人來說 我們自己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一個修行人 要求成為一個君子 這個程度啊 並不難 但是呢 我們起碼要 賣相賢人的標準啊 不能夠只以君子為標準 那麼我們到場的大德者 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夠達到 君子的標準 可是我們自己呢 要要求達到聖賢人的標準 在佛教來講 就是佛菩薩的標準 光光在阿羅漢的標準還不夠 雖然阿羅漢已經是 出世間的聖人了 但是既然是民師所傳下來的大道 民師在指引我們 我們就要有民師出高土的那一份覺自 那一份願心啊 這樣來營造一個整個天地的秩序 所以天地的一個新秩序啊 它不是說你立下了什麼法案 科學家想到了什麼方法 來減少碳的排放量 或者是說用什麼什麼理論來解決 這個都是自末節啊 自末不自本啊 自根本的方法在於人性 所以我們講到近天地 要講到對於心性的理境啊 對於心性的理境啊 那就是真心誠意的 把心性呢 把它圓滿表達出來 信是如如不動 心呢是印出於萬事萬物 所以萬事萬物的圓滿 就是於你心的圓滿 那麼萬事萬物還有不圓滿 那你心還不圓滿 那你要繼續把它圓滿 那你為什麼可以把它圓滿 因為我的信是圓滿的 我們的心不能被五一六成給干擾 不能被這個六四所轉移啊 六四七四八四所動轉 那祖敬成的一個態度 是在於生活的當下 你的每一眼每一行 都是那麼樣的謙虛 那麼樣的恭敬 那麼樣的虔誠 你對於整個天地啊 就好像是 你處身在一個 你自己的心 心性世界一樣 整個天地呢都是你 整個天地只有你 那這個觀念呢 我們會陸續強調掉 整個天地宇宙就是只有你 你所看到的這一切 都是為了你而呈現的 他們為了幫助你開悟 為了幫助你走向 聖賢之道 所以叫做新線事變 所以今天 我們的世間人 所追逐的這些 外在的福報啊 這個都是呢 錯用功夫啊 雖然我們需要這些福報 但是呢 那不是重點 一個覺悟的人 知道把重點 放在自己的心性功夫 自己的言行修為 所以你看 煙迴一單是一瓢癮 人不堪其憂 活也不敢其樂 一單是一瓢癮啊 雖然表象上 他是 吃的一單是 一單 一個 我們說 大湯匙 大勺子 的飯 一個大勺子的水 這樣呢 就可以溫飽 但是這個 一啊 這個一有一點 那個專一的意思 也就是說 一單是一瓢癮呢 他是專一在 他的一個心性 修為上 那麼外在的這些 飲食啊 對他來講 已經不是重點了 他要專一在這裡 所以呢 他不會被外在的飲食 這個貧困的生活 給干擾到 居肉像 肉像 肉像是就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肉是簡肉啊 所以呢 什麼都沒有 他自然 不在乎外在的形象 不在乎外在的 這些享受 他內在精神豐厚 他每天都快樂 不得了 人不堪其憂 我也不敢其樂 你看呢 他的樂呢 是處於 那種心性上的樂 那種樂呢 是無比的樂 也就是說 他將有一個大力量 這個力量呢 可以幫助他 來成就 他的一個願望 那麼透過他 專一的 這個修為啊 不被外物所斬 不被呢 這個 言而所獲 所以 一單是一瓢癮 那個一啊 那真的是我們修行的重點 那麼今天我們講 新縣事變 言回給我們最好的例子 他所 他的心呢 是追求聖人之道 所以呢 他在外面呢 一切的這些 物質上的享受啊 都只是 支持這個肉體的 生存而已 其他都不是重要了 那麼所以他 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 三十二歲歸天 當然也有講 四十二歲歸天 但是呢 不管三十二歲 還是四十二歲 他都是 一個在 在人的生命之中 是一個很短的 時段 那麼很短的時段啊 他因為能夠專一 專一在他的 這樣的一個 心性上啊 所以呢 他得以成就 他可以成就為 聖賢人 所以今天 言回 賦勝 再把孔子的精神 再恢復 所以叫做賦勝 那麼言回這種修為啊 可以說是 孔子功夫 落實的 最徹底的 也是把孔子的功夫啊 完全的彰顯的 英明弟子 那他在 那麼其他的弟子呢 就比較看不出來 那第二個是 曾子 終勝 那麼曾子的 直啊 他的根性啊 就比不上言回 這麼利 那麼曾子 他因為是 利行孝道 利行孝道 從孝道裡面入手 入到心性 然後得以成就 這個呢 也是一個方法 我們不是說 得以善而全全福音嗎 得以善而全全福音 這個福音啊 就是說你要不斷地 力行 不斷地去 去 動作 不斷地去累積他 同樣一件事情 你要不斷地做 做到呢 熟能生巧 做到呢 忽知急出 做到呢 這個 水手反應 那麼突然 那麼突然有一天 你會在這樣的一個 功夫上啊 就流露出智慧 你會定住在那裡 那當你定住在那裡呢 突然的功夫成熟了 你就開悟了 所以你看禪宗的 這個 這些祖師大德 他們開悟的那些故事啊 這些公案啊 不是又是這樣子嗎 突然聽到一個鳥叫聲 突然聽到這個石頭的聲音 突然掉進水裡面的感觸 開悟了 所以開悟 對儒家來講 其實也是一個 禁聖賢人的一種進入 儒家也有開悟 儒家不強調這方面 那麼他著重在 你對於這個人世的表現 因為你是一個人嘛 你是一個人 你來到人世間 你不做人的事情 你專做 這個出乎世間的事情 那麼人的這種意義啊 就相對的打折 你只是來這裡念阿彌陀佛 念念念念念 然後就回殿了 你對這個事件呢 沒有一世一好的幫助 那麼這個不是儒家所要的 儒家所要的是 我同時對人類有幫助 但是呢 我同時又可以 回歸本來的面目 那麼這個同時 那麼這個同時不是分開兩件事情 同時來做 而是一件事情喔 也就是說 我在幫助眾生 我在成這個正己成人的 的時候呢 那麼我同時也是達到一種 回歸本來面目的那一份狀態之下 來成就自己 所以不是兩件事情 而是一件事情 所以一切的難啊 我們比不上這些主事大德 比不上前人前人 前人老前人 我們哪有什麼難呢 一切的苦 我們苦得過這些 佛菩薩嗎 苦得過老前人前人嗎 苦不 那個境界來講 相差太多了 所以常常講 我們在修富貴道 富貴沒有道 我們古時候 只有聽過貧道 沒有聽過富貴道 那貧道是什麼 貧道這個貧啊 就是言為一單是一瓢銀 人不堪其憂 或也不改其樂的那一份專一 所以貧是空無一物 毫無雜失 毫無雜物 毫無雜染 的那一份定力 那你定力一信錢 智慧就現錢 所以呢 我們比不上前人的那些苦 我們今天呢 要怎麼樣呢 要好好的來修道 好好的在心性上下功夫 好好的去體悟他 透過什麼來體悟呢 透過得一善的全全福音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像前人輩 這樣開光顫道 對於先佛羅那一份 那一份誠心敬意啊 我們比不上那些老人家 那麼今天我還想 回歸本來的面目 我們必須呢 趕快在這方面呢 好好的守持住啊 譬如說你講孝 你要在孝好好地做 講宗就把宗做好 講成把成做好 那麼這個就是呢 建立天地心 心秩序的一種契機 誰能夠曉得呢 這個世間的人 誰能夠體會這種新現世變的道理 整個宇宙天地戰爛是我變現的 這個三個大地是我變現的 整個天地就是我一個人 這種道理啊 太過懸遠了 太過空泛了 太過深奧了 一般人是不會了解 也不願意去了解 那麼我們修行人 懂得這個道理啊 我們就要知道 世間一切的現象 都是為了成就我 為了成就我 所以我感謝他們 我要理經他們 我要有虔誠的心 面對這一草一木 一水一沙 這些點點滴滴 都是道啊 都有道啊 我的心性 要跟他們融合在一起 我的生命呢 要跟他們在一起 要和解共生啊 沒有仇恨 沒有怨對 沒有煩惱 你跟人呢 都是這樣 如魯自在 如魯的相處 你可以知道 原來整個天地之間 是這麼樣的慈想 這麼樣的慈悲啊 一時的起心動怒 沒有關係 馬上把它放下 孔老夫子說 從心所欲不與舉 沒關係 我還是有從心所欲 但是呢 我不與舉 這是作為一個人可以允許的慈望 所以佛教講五戒 這個五戒呢 是一種 是一種 這種約束的力量 但是呢 在這個約束的範圍之內 還是允許你做某一定的程度的慈望 財色名十歲 你需要世間的財 你需要吃東西 你需要呢 這個世間的名 你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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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一點正常的夫妻關係 你需要一點正常的睡眠 這個都是身為一個人 所可以允許的 但是允許不是讓你亂 不是讓你超過 所以在言行之中呢 點點滴滴的 藉著這個禮法 來約束我們的慾望 這個因為慾望呢 用久了會放縱 會泛濫呢 就好像呢 這個核體已經潰體了一樣 潰體了 就是禮法 已經沒有了 那麼你必須啊 趕快用禮法 把這種潰體的河水啊 把它補助 或者是說 讓慾望的河水啊 把它消滅 讓它不要這麼樣的泛濫 等等呢 這個就是 對峙現在 世界災亂 整個世界末日的傳言 紛紛不斷的一個最好的功夫 所以我們自己能夠做什麼呢 我們能夠為這個世界 這樣問題是誰相信呢 你要知道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那麼 不代表你就不會受到因果的報應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思考 不是因為你不相信就沒有了 所以 你不相信交通規則 那你就可以不用遵守交通規則 這是沒有道理的 這是沒有道理的 那麼你不相信因果的報應 你就不會受到因果的懲罰 這個也是沒有道理的 這個也是沒有道理的 你沒有這個自信 我們說人性本善 那麼你雖然不相信 可是呢 你的人性還是本善的 你那分良知良人還是圓滿的 你的佛知佛見還是具足的 那為什麼這麼肯定呢 因為呢 聖賢人告訴我們 佛菩薩告訴我們 那麼科學不告訴我們這個 現在的知識方法不告訴我們這個 甚至呢 否定這個 但是我相信聖賢人的話 我相信佛菩薩的話 他們留下來這些典籍 這些精神 在在的告訴我們 眾生皆有佛性 眾生必定成佛 人人皆可以為遙孫 這個呢 是聖賢人告訴我們 那麼所以呢 整個世界的現象 並沒有存在一個 你信或不信的問題 如果說你信了 你就可以成佛 不信了就可以不用成佛 那麼呢 這樣呢 整個世界就顛倒了 整個世界就會顛倒 那就是因為呢 太多人了 不相信 所以世界搞得一團亂 那麼你憑什麼讓我們相信呢 憑什麼就是因為現在 世界末日快要來了 我們電視上報導 這個天災地變的現象啊 頻頻傳出啊 最近花蓮外海 有一波這個地震 結果呢 全台都地震到 那可能他的威力沒有像921這樣 所以呢 台灣呢 只是一陣虛驚啊 當時我人在埔里 但是呢 感受到那份震動的力量 是蠻大的 那新聞報導說 台北高雄 都感受得到 所以整個台灣都感受得到 那麼這個只是意識的能量釋放啊 不要在意 對不要在意 那現在呢 又有更嚴重的問題 在等著我們 石油快耗絕了 石油耗絕了之後 這個運輸沒有了 運輸就停擺 運輸停擺 經濟就蕭條 經濟一蕭條 人的生活呢 就會過著這種 非常慢的步調 就會過著就是 就是憂鬱 不自在 不快樂 那種心情指數就會下降 甚至整個醫療體系 也會品質變差 人的壽命 會受到影響 人的生存也會受到影響 這個是磚子石油沒有了 石油沒有了 就產生這麼大的危機 那麼現在 糧食缺乏 物價上漲 那這個跟怎麼有關係 跟氣候是最有關係 氣候變熱了 所以呢 種植在這些 比較乾旱的地區 的這些植物 不能夠生長 甚至暖冬的時期 我們的稻米 所結出來的稻子 裡面是沒有顆粒的 空包蛋 這個花蓮 這個花蓮 今年就是這樣子 那 糧食危機 那還有呢 整個 整個 這個空氣品質變差 這個 大量的冰河流到河裡面 讓那個對流 那個海水的密度 不同 所以呢 整個 這種 北半球 洋流的這些國家 會受到這種 大風雪的侵襲 最近的雪災 也造成 北美 北歐這些國家 很大的傷害 這個都是我們 最近 一直聽到的這種 天災地變的問題 那麼還有一個 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 以前呢 好像只是偶爾聽說過 死火山 火火山 很少聽過有什麼災難 那最近火山爆發 引發海嘯 引發地震 它所帶來的那個力量 可以摧毀整個城市 那最近又研究 另外一種風 這個天災啊 就是太陽風暴 就是太陽光 它的那個帶電的 電子啊 衝到這個地球這邊來 太陽只要釋放它的波 不正常的話 不正常的波射到地球來 整個地球就要癱瘓 整個發電系統就會停擺 整個電腦 飛機 火車 汽車 的這些電腦 都可能會被損害 天災 等等的災難啊 不一而主啊 實在是害人聽聞 我們真的不曉得怎麼辦 那麼 那麼就在你不相信的時候 這些天災呢 不斷在產生 那你不相信 那麼科學家 用這種科學的論據 來告訴你 現在真的有天災地變 那麼解決的方法 科學家提不出一道解決的方法 所以相信科學 科學是遙遙無奇啊 解決人類整個天地的危機啊 科學家目前是束手無策 各種理論不斷的翻新 各種做法呢 不斷的被提出來 但是呢 都是呢 渴望不可及啊 都還在停止在這種理論的階段 沒有辦法真正落實啊 要大到能夠改變整個人類的生活生態啊 那是真的是遙不可及啊 但是呢 古大的聖賢人 佛菩薩告訴我們 新現世變的道理 現在天災地變的呈現 已經這麼嚴重了 人人在不知道 近天地理神明 修養悉性 那麼整個內 內心的動亂發射到外 整個天地啊 就造成了一個大震動 大變動 那這些變動啊 就產生了世界末日 那麼人心的恐慌啊 我們 不得不 極力呼籲 那麼 所以現在我們 現代的修行人 各種方法來呼籲 脾氣的標準是在自己的心 不是在科學家 不是在這些科技上 我們必須不斷地告訴人 你必須把心安頓下來 當你的心安頓下來了 那麼你才可以在你的生活上啊 運作順暢 你的家庭 你的事業 還有整個社會的體制啊 那才會運作順暢 所以呢 重點在人的心 所以我們今天呢 不敢要求一般人啊 要立大院下絕制啊 下絕制立大院是我們這些 呼籲的人要做的 那只要有一個人呼籲 一百個人響應 哇那就不得了